标杆人生 作者 华利克 尹言 你的存在并非偶然 甚至在创造世界以前 神已经挂念着你 并且为着祂的目的来塑造你 而这目的远超过你在世上的年日 你原是为永恒而被造 有很多自我提升的书籍 总是建议你以自己作为探索的起点 但华利克认为那是一个的创造者 以及你被造成的原因未开始 你是被神所造 也是为神而造 只有当你明白了这一点 生命才会变得有意义 本书将帮助你了解活在世上的目的 以及神在你身上那不可思议的计划 不懂围住此时此地 更为了永恒 在本书中 华利克将带领你 走过40天的个人灵修旅程 这会改变你对人生所要问题的答案 我究竟为何而活 一旦明白神创造你的目的 将会减少你的压力 使你专于自己的能力 并能简化你的抉择 使你的人生有意义 更重要的是 它能帮助你为永做好准备 这本书要献给你 在你出生前 神已将这一刻计划在你生命里 此刻你手握这本书 不是出于偶然 神渴望你找到它造你 要你去过的人生 在此时此地 也直到永永远远 在基督里面 我们找到我们是谁 为什么而活 早在我们听闻基督已先 祂的眼目已经看过我们 已经定义要我们过荣耀的生活 乃是按照 祂对每一件事物 每一个人的计划 我感谢数百位 古典现代派的作者与教师 他们塑造了我的人生 并且帮助我学习这些真理 我感谢神也谢谢你 让我有这份荣幸 与你分享这一切 第一天 万物皆由神开始 万物 无论是天上的 地下的 有形的 无形的 一切都是它创造的 也是为它而造的 除非你假定有一位神 否则探讨人生目的这问题 是毫无意义的 生命的重心不是在你 人生的目的不单是追求个人的满足和喜乐 它远比你的家庭 事业 甚至比你最疯狂的梦想与报复意义更大深远 若要知道你活在这世上的原因 你必须从神开始 因为你是因祂的目的而生 也是为祂的目的而活 数千年来 找寻人生目的 一直是个困扰人的问题 因为我们往往错误地 以自己为起点来开始 我们问一些自我为中心的问题 比如我要做什么样的人 我该如何运用我的人生 我的人生目标 我的雄心大志 我的梦想 我的将来是什么 专注在自我中心的想法 永远无法显示我们人生的目的 圣经说 神指引祂所造万物的生命 每一个生命都在祂的权柄下 与一般畅销书籍 电影 讲座所标榜的正好相反 你不可能从自己的内在 去寻求生命的意义 或许你已经尝试过了 你不是自己的创造者 怎能知道自己被造的目的 假若我交给你一件 你从未见过的新发明 你不会知道它的作用 那物件也不能告诉你 你只有从其创造者 或它的使用说明书 才能知道这物件的功用 有一次 我在山里迷了路 当我停下来 询问前往露营区的方向时 人家告诉我说 你不能从这里到那里 你必须从山的另一面开始 同样的 你不能以自我为出发点 去寻找生命的目的 你必须从神 你的创造者开始 你的存在是神的旨意 你是被神所造 也是为神而被造 除非你明白这点 否则生命便毫无道理 只有在神里面 我们才能明白 自己的根源 身份 人生意义 目的 重要性 以及命运 采取其他途径 只会徒劳无功 很多人尝试利用 神以罪一己私欲 这种反其道而行的做法 是注定失败的 你是为神而被造 神却不是因为你而存在 神使用你去成就 他的目的 不是你用神去达到你的目的 圣经说 沉迷于自己是一条绝路 只有仰望神 我们才可以走出死胡同 进入辽阔 自由的天地 我想过很多教导 如何发现人生目的的书 这些都有可归类为 自我提升的书籍 因为它们都是 以自我为中心的观点来探讨 这类参考书 甚至有些基督教书籍 通常会提供一些可预期的步骤 来发现你的人生的目的 比如追求你的梦想 晾清你的价值观 设定目标 找出你的优点 向高处瞄准 放胆去做 要自律 有信心 让别人与你一起来 永不放弃 当然 这些建议通常可以令人成功 一般来说 只要你全心投入 往往就能成功地达成目标 但成功与实现人生的目的是两回事 从世界的标准来看 可能你达到了个人的目标 并且非常成功 却仍然错过了神创造你的目的 自我提升的办法是不够的 圣经说 单靠自己是突然的自我奉献和牺牲才是 你得真正自己的良方 亦是我的方法 这不是一本教你自我提升的书 它没有教你如何找到合适的职业 成全你的梦想 或计划你的人生 更没有教你将更多的活动挤进你的行事力内 事实上 它教你专注于更重要的事 从而减少你每天要做的事 这本书几乎是教你怎样成就神创造你的目的 我们怎能明白神创造我们的目的呢 你只有两个选择 首先你可以推测 大部分的人都是这么做 他们推想 估计 或空论 当人们说 我一向以为生命是 意思是说 这是我所能猜想到的最好的了 第二天 你的存在绝非偶然 我是你的创造者 在你为出生之先 我已经看顾你 神不玩智头子的游戏 爱因斯坦 你的存在绝非偶然 你的出生不是一个错误或不幸 更不是自然界胡乱拼凑而成 你的父母未必有计划地将你生下 但神却是 事实上 你的出生在他意料之中 是他所期待的事 在你父母还未孕育你的时候 你的生命早已在神的意念中成形 此刻 你有生命气息 并不是命运注定 也不是时机 不是侥幸 更不是偶然 你活着是因为 神定义要创造你 圣经说 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 你身体的每个细节都是神经心策划的 他处心积虑地选择你的种族 肤色 头发 以及每一个特征 他特意量身定造你这个人 他也选定了你的天分和你独特的个性 圣经说 你完全知道我 你知道我的每块骨骼 你准确地知道我是如何被造 你从虚无中把我塑造出来 神创造你是有原因的 他也决定你的生辰和寿数 圣经说 在我还没有出生以前 你已经认识我 我开始呼吸以前 你已经计划好我一生的日子 并且把每一天记在你的册上 神也计划好你在哪里出生 以及在哪里为他而活 你的国籍和种族也出自他的计划 总之一切绝非偶然 全都是根据他的目的来计划 圣经说 他从一本造出万足的人 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 你生命中没有随意出现的事物 他们都是为了一个目的 令人赞叹的是神决定你是怎样的人 不管你在哪种情况下出生 父母是谁 是好是坏都毫不重要 神知道这两个人拥有合适的遗传因子 把你照着他的心意创造出来 他们身上有着神要造你的基因 世界上有不合法的父母 却没有不合法的孩子 很多孩子的出生是未经他们父母计划 但却是神所安排 神往往把人为的错误 甚至罪恶都计算在他的旨意中 神所做的一切都不是意外 更不会出错 他创造每样东西都有因由 每一棵树 每一只动物都是他计划中 每个人更是为特定的目的而设计 他创造你的动机 是因为他爱你 圣经说当世界的根基未立定之先 神已经计划并且拣选我们 让我们成为他爱的焦点 在创造世界之先 神已经挂念着你 正因如此 他创造了世界 神设计这个星球的环境 让我们可以生活在其中 我们是他爱的中心 并且是所有创造物中最宝贵的 圣经说 神借着真理给我们生命 使我们成为他所造万物中最宝贵的 可见 神是何等爱你 真是你 神做事绝不随意 他的计划精密而周详 当物理学家 生物学家和其他科学家 对这个宇宙的奥秘理解欲多 我们便欲明白 这个宇宙的构造 是如何特别适合我们在其中生存 宇宙显然是为人类生存 而刻意精确打造的 圣经告诉我们 神是爱 这并不是说神有爱 乃是神就是爱 爱是神性情的本质 神并不需要造你 因为在三位一体的相交之中 神并不寂寞 但他造你是因为 要向你显明他的爱 神说你们出生以来 我就照顾呵护你们 直到你年老发白 我还是这样怀抱着你 我造了你 必定照顾你 假如没有神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过是个意外 是宇宙中随机出现的产品 果真如此 你大可不必继续读下去 因为这样生命便没有目的 没有意义 也不重要 人世间也没有对或错 在短暂的人生之后 也没有盼望 然而神确实存在 他特意创造你 使你的生命有深远的意义 只有当我们以神为生命的根据点 才能找到人生的意义和目的 罗马书十二章三节说 只有知道神是怎样的 以及他为我们做了何事 我们才能准确了解自己 这首科罗素的诗 可以作为本篇的总结 你是你总有因 你是神经秘计划的一部分 你是他完美宝贵的独特设计 是他挚爱的男人或女人 你像你总有因 神是绝不会出差错 他把你郁郁成形 正是他所施爱的那人 神为你挑选双亲 不论你感受如何 他们是神照他计划 为你量身特制 神允许这一切发生 来塑造你的心 要你长成他的样式 你是你总有因 上主用仗练你成形 亲爱的 你是你 因为我们有一位神 第三天 什么在主导你的人生 我又发现 人籍尽能追求功名 原是出于竞争的心态 人若没有目标 就像船缺了舵 成了流浪汉 废物 人间渣子 汤马斯 颗粒 每个人都有某物 主导他的人生 大多数字典 给主导的解释是 引导 控制 或指向 当你开车 钉钉子 打高尔夫球时 你便是在 引导 控制 指向 你人生的主导动力 是什么呢 此刻 或许你正被困难 压力 期限所驾驭 或是被痛苦的回忆 不断的恐惧 或潜意识信念 所控制 人生会被千百种 不同的情况 价值观和感情 所支配 以下是其中 最普遍的五种 被醉旧驾驭的人 这些人 一辈子不停地后悔 并隐藏 他们的羞耻感 被醉旧驾驭的人 受回忆的掌控 他们往往不自觉地 以破坏自己的 成功来自我成法 当该隐犯了罪 他的醉旧 使他与神隔绝 神对他说 你必四处漂泊 在地上流浪 这正是今日 许多人的写照 漫无目的 四处漂泊流浪 我们都是过往的产物 却不一定要成为 过往的囚徒 神对你的目的 不会受制于你的过往 他曾使杀人犯摩西 变成领袖 也曾把怒夫积淀 变为勇敢的英雄 他当然 也可以在你的余生中 成就奇妙的事 神常给人 重新开始的机会 圣经说 盟主赦罪的人 多么有福啊 心里没有诡诈 上帝又算 他为无罪的人 是多么有福 被愤恨驾驭的人 这些人 紧抓着所受的伤害 不愿赦免 他们不愿借着饶恕 解除痛苦 反而在心底 不断重复回想 被愤恨驾驭的人 有的把怒气 压抑在心底 有的发泄出来 签署他人 二者都既不健康 又无济于事 其实 愤恨对你所造成的伤害 远比对你所愤恨的人 伤害为大 当你不断为过往的伤害 困扰煎熬之际 得罪你的人 可能早已将这件事 忘得一干二净 继续过他的日子 请记住 过去的伤痛 无法再继续伤害你 除非你仍不肯把它放开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无法改变 愤恨苦毒 只不过是自己杀害自己 为你自己的缘故 不如就把这件事 当作一次教训便算了 圣经说 终身怀恨 是既愚昧又无聊的事 被恐惧驾驭的人 恐惧可能来自伤痛的经历 不借实际的期望 严厉的原生家庭 或甚至是天生如此 不管原因 被恐惧驾驭的人 往往因怕冒险 而坐视良机 他们但求保持现状 安全第一 而不愿冒任何风险 恐惧是自制的牢笼 使你不能成为神计划中的人 你必须靠信心和爱心 去对付恐惧 圣经说 完全的爱可以把惧怕驱除 因为惧怕含有刑罚 惧怕的人 在爱里还没有完全 被物质享受驾驭的人 想要拥有 成为他们人生的唯一目标 他们相信 拥有愈多就愈快乐 愈重要 也愈安全 其实这三个想法都不真确 拥有物质只能提供短暂的快乐 因为再好的东西 也会令人日久生厌 到头来 必然又期望得到更新 更大 更好的 另一个迷思是 拥有愈多 自己就愈重要 自我评价 与真正的价值是不同的 你的价值并不能以你 拥有物质去衡量 谁说 人生最有价值的东西 并不是物质 最普遍的迷思 是认为 愈有钱便愈安全 其实不然 财富可能一息之间 便因各种不同因素而失去 真正的安全感只存在于 无法从你夺去的世上 那就是你与神的关系 被别人的期望驾驭的人 这些人容许他们的父母 配偶 儿女 老师 或朋友的期望 操纵自己的人生 有些人到长大成人 都还在取悦 他们那无法满足的父母 有些人则被同侪压力所驾驭 总是担心 别人会怎么想 很可惜的是 那些随波逐流的人 最后往往迷失其中 我并不知道 所有成功之党 但是我确知 想要取悦每一个人 注定失败 让别人来操纵自己的人 肯定会错失 神在你生命中的计划 耶稣说 一个人不能是奉两个主 其他还有许多动力 会驾驭你的人生 但这些全部倒向一个死胡同 埋没了的潜能 不必要的压力 和失落的人生 这四十天旅程将告诉你 如何过一个目的导向的人生 一个由神的目的主导 指引 控制 和推动的人生 人生最重要的是 了解神给你的人生目的 这个人生目的是成功 财富 名誉 享乐 都无法比拟的 没有目的 人生便只是一连串 毫无意义的动作 没有方向的活动 及无聊的事件 目的导向人生的好处 目的导向的人生 有五种好处 人生有目的 生活有意义 我们存在是有意义的 因此 有些人用各种方法 如星象或通灵等 去寻求这些意义 人生有了意义 就可以忍受任何事 人生若无意义 任何事都会叫人 难以忍受 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 曾写过 我觉得 自己是个失败者 因为我努力挣扎 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却连那是什么都不知道 只能过一天算一天 除非有一天 我真的找到我的人生目的 我才会觉得 自己开始真正活着 没有神 人生就没有目的 没有目的 人生就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人生就无关紧要 毫无希望 在圣经中 不同时代的人 都曾表达这份绝望之情 以赛亚曾埋怨 我劳碌是喜然 我尽力是虚无虚空 岳伯曾说 我的年日就这样 在绝望中飞逝 毫无希望 又说 我毫无生趣 厌弃生命 别理睬我吧 我的生命毫无意义 人生最大的悲剧 不是死亡 而是没有目的 希望就如空气和水 是人生的必需品 有希望才能面对一切 西伯尼医生发现 他能预知 哪些癌症病人会痊愈 他只要问癌症病人 你想活到一百岁吗 那些对于人生目的 有深切意义的病人会说 当然想 而这些病人 大多数可以痊愈 因为人生有目的 就有希望 如果你感到绝望 请等等 只要你决定 要过一个目的导向的人生 你的生命 就会有奇妙的改变 神说 我知道 我为你们安排的计划 是要赐福 不是要降祸 乃是要使你们有前途 有希望 你也许正面临一个 你以为无法面对的情况 但圣经说 神能 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知道你的人生目的 能简化你的生活 人生目的 能帮助你 划分你该做和不该做的事 也成了你衡量取舍的准则 你只需自问 这是会帮助我 完成神在我人生的目的吗 当你需做决定 安排时间或御用资源时 若没有明确目的 就没有准则 你会因当时情况 压力 或当时心境来决定 没有目的的人 会工作过量 而疲于奔命 引致不必要的压力 疲乏与冲突 你不可能做到 别人要求你做的每一件事 你只有足够时间 去行神的旨意 如果你无法完成一切 便意味着 你想做多过神理去做的 目的导向的人生 会导致更简单的生活形态 以及更简明的形成了 圣经说 虚假炫耀 却是贫乏可怜 简朴清淡 却有丰盛生命 目的导向的人生 会带来心境平和 上主啊 你把完全的 平安赐给意志坚强的人 赐给信靠你的人 知道你的人生目的 使人生更专注 人生有目的 你就会集中经历在最要紧的事上 办事就有果效 人的天性很容易被琐碎的是分心 我们以自己的人生来玩追逐琐碎事物的游戏 梭罗观察发现 人们过着一个安静的绝望的人生 今天更好的描述 则是无目标的骚动 许多人就像陀罗 毫无目的不停地以高速转动 但始终留在原地 毫无进步 没有清楚的目的 你会不停地转换方向 工作 人际关系 教会 或其他外在事物 期望每一次改变 会解决你的困扰 或填满你内心的空虚 你心想 或许这次会不一样 可是真正的问题 缺乏焦点与目的 并没有解决 圣经说 不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我们可以从光学中 看到焦点的重要 分散的光 只有极少的能力和作用 但把它们凝聚起来 却可以形成巨大的能源 用一面放大镜 可以凝聚太阳光 而点燃和纸张 当光被集中成为镭射线时 连钢铁都能穿透切断 专注又有目的的人生 是大有能力的 能改变历史的伟人 都是生活专注的人 例如使徒保罗 他几乎是一手独立 把基督信仰 传遍罗马帝国 他的秘诀 就是过一个专注的人生 他说 我将我所有的精力 专注在一件事上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的 如果你要有所作为 便要专注 不要再吃边细水 不要想什么都做 少做些 甚至删除一些好的活动 只专心做真正要紧的事 不要将活动绩效 混为一谈 你很可能非常忙碌 却毫无目的 那有何意义呢 保罗说 要专心竭力追求目标 我们心里所想要的一切 神会赐给我们 知道你的人生目的 生命才会有动力 目的往往会带来热忱 没有任何东西 比清晰的目的更有动力 反之 缺乏目的的人 不会有热忱 对他来说 就算是起床这样 简单的事 也是一件大事 我们疲累 乏力 和失去喜乐 常常是由于一些 无意义的工作 而非因工作过劳 肖伯纳曾说 人生真正的喜乐 是当你感到自己 是为伟大的目的而活 是当你觉得 自己是大自然的力量 而不是无病呻吟 自愿自意 只懂得埋怨世界 不能令你快乐 知道你的人生目的 预备你面对永生 许多人穷毕生之力 要在世上名流千古 希望死后 仍然被人所怀念 但至终最重要的 却不是他人对你的看法 而是神对你的看法 人们往往没有领悟到 所有的成就 最终都会被超越 记录会被打破 名声会褪色 贡献会被遗忘 杜布森博士 在大学读书时的志愿 是要当学校的网球冠军 当他的奖杯 被永久放在 学校的奖杯陈列柜时 他觉得非常自豪 多年之后 有人把奖杯邮寄给他 并告诉他 那是他们在学校装修时 从垃圾箱里找到的 杜布森说 不久之后 所有奖杯 都会被人当废物丢弃 在世上留下遗产是短世的 智者会花时间去建立 不能朽坏 永恒的基业 你生存在世上 不是为了要人纪念 而是为永恒做准备 终有一天 你会站在神的面前 在你进入永恒之前 他要查核你的一生 圣经说 我们都要站在 神的审判台前 这样看来 我们个人都要把 自己的事向神交代 庆幸的是 神员希望我们通过这个考试 因此他把试题预先给了我们 根据圣经 神会问两个重要的考题 第一 你怎样对我的儿子 耶稣基督 神不会查问你的宗教背景 或对教义的看法 唯一要紧的是 你曾否接受 耶稣为你所做的一切 是否学习爱他 并信靠他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第二 你将我所给你的用来做什么 你的一生做了什么 这包括 神给你的恩赐 才干 机会 经历 关系和资源等等 你把它们全用在自己身上呢 亦或用在完成神 为你预定的人生目的上 这本书 就是要帮助你预备好 回答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决定 你将来会在哪里度过永恒 第二个问题则决定 你在永恒中做什么 当你读完本书时 你便知道 如何回答这两个问题了 第四天 为永恒而创造 神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 神创造的人类 绝不是只为生存于 世上一朝半日而已 人是为永生而被造的 林肯 生命绝非仅止于此生 人生在世 其实只是彩排 为未来公演之日做准备 死后 在永恒中 你逗留的时间 将比今世长久得多 人世间只是舞台 赛前的热身操 进入永生前的考验期 此生本为来生而预备 你活在世上 最多不过百年光景 但在永恒中 你将度过无穷岁月 你在地上的日子 正如汤马斯爵士说 不外乎是永恒中的一个插曲 你原是为永恒而造 圣经说 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 你天生便是有追求永生的本性 因为神源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 要人活到永恒 虽然我们知道 人人终有一死 死亡看来还是既不自然 又不公平 原因是神在我们的脑中 早已种下寻求永生的意念 你的心脏总有停止跳动的一天 那便是你物质生命存活的终止 人生在世的句号 但却不是你的终局 你的肉体 不外是你灵魂的暂居之所 圣经形容你的肉体是帐篷 而你的将来的身体 则被誉为房屋 圣经说 我们原知道 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 必得神所造 不是人手所造 在天上永存的房屋 人生在地上或许有很多选择 但永恒却只有两个选择 天堂或地狱 你与神永恒的关系 将由你与他在地上的关系决定 你若学会如何爱慕 信靠神的儿子 耶稣 你会被邀请与他分享永生 但若拒绝他的爱 宽恕与救赎 你将永世永远与神分离 鲁医师说 世上有两种人 一种人对神说 愿你的旨意成就 另一种人 神则对他说 好吧 随你所欲 可悲的是 太多人选择了 今生不与主同行 以致要在永恒中 与他永别 当你明白 今生不是只有目前 而是为未来的永生做准备时 你的生活方式 自然会有所改变 你会开始按照永恒的准则来生活 这将会影响你处理人情事故的态度与方式 很多以往认为十足重要的活动 目标与问题 刹那间变得不知一顾了 因为你欲接近神 万物就欲 变得微不足道 当你活在永恒之光下 你的价值观便会有所改变 你会更懂得 善用金钱和时间 你会重视人际关系和品格 超过财富 成就 甚至欢乐 你会重整优先次序 追上时代脉动 时装潮流 或流行的新价值 都显得无关紧要了 保罗说 我先前以为对我非常重要的 现在 因着基督所行了的 再不看重了 如果你在这世上的生命 便是你的一生 我会促请你 马上好好享受生活 别管什么道德 美善 更无需忧虑后果 只管放纵私欲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死亡不是终点站 而是你进入永恒的中转站 因此 你要承担在世上 所做的一切后果 今生所做所为的一切 都会在永恒中发出回响 现实生活最可怕的 就是只顾目前 若要能善用你的今生 必须时刻有永恒的意念 与价值观 今生绝不止现于目前 今天只是冰山一角 永恒才是你没看见的全貌 在永恒中 与神同在 会是如何呢 坦白说 以我们有限的头脑 实在无法完全领略 蜀天的奇妙与伟大 这好像你像一只蚂蚁解释 什么是电子网络一样 徒劳无功 用来形容解释 永恒之乐的字句 确实还未被创造出来 如圣经所说 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人见所在地未见 闻所未闻 甚至是想也想不到的 那么的美好 然而 神早已在他的话语之中 让我们隐约一瞥 永恒的点滴 我们知道 此刻神正在为我们准备 永久的住处 在天堂 我们会与以信主的 挚爱亲朋相会 不再有痛苦愁烦 我们亦会领受 我们在地上尽忠的奖赏 并且会货派去做 我们喜欢的工作 我们不会躺在云端 头顶着光圈弹竖琴 我们将会与神共聚 永不分离 有一天 主耶稣会说 你们这蒙我付赐福的 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 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鲁医师在他的七侧 儿童预言名著 《纳里亚故事集》的 最后一页 捕捉了这个永恒的概念 对我们来说 这便是所有故事的终结 但对他们 却是真正故事的序幕 这世上的岁月 有如对面和目录 现在才是那位 大故事第一章的开始 虽然从没有人阅读过 但故事的发展 却从未停止过 并且总是一章 比一章精彩 神对你这一生有一个目的 但这目的却不限于此生 他的计划 远超越你在这地上 所度过的几十年 你所拥有的 不是一生难得一次的机会 而是跨越今生的机会 圣经说 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 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 人们通常 只会在追思礼拜上 才想到永恒的问题 而且往往流于肤浅 伤感的想法 对永恒抱着无知的看法 你或许觉得 整天想着死亡是病态 但其实逃避死亡的事实 才真正是不健康的想法 只有傻瓜 才会完全不为人人都知道 中药发生的事来打算 浑浑噩噩地过他的一生 我们其实应该多思想一点永恒 而不是不加理会 你在母腹中所度过的九个月 并非是行程的结束 而是为生命的开始做准备 同样的 死生是未来生做准备 你若借着耶稣与神结合 便无需惧怕死亡 这正是通往永生之门 当面临死亡时 将是你人生在世最后的一刻 却不是你的心头 乃是进入永生的生日 正如圣经上记载 我们在这世上 原来就没有永久的家 乃是寻求那将来 在天上永恒的家 以永恒做准绳 我们在世 不过是一瞬之间 但其结果却存至永远 今生的行为 要成为来生的终局 我们应该晓得 我们住在肉体内的日子欲久 便和主耶稣 在天界重聚的分离欲久 数年前 有句流行的口号 鼓励人 每天活得 像是生命的最后一天 亨利马泰说 我们每天都该为 自己最后的那日做准备 第五天 从神的观点看人生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 我们所理解的事物 不在于他们本身是怎样 而在于我们本身是怎样 林肯 你的人生观塑造你的人生 你对生命的看法 决定你一生的命运 你的看法会影响你 怎样投资你的时间 运用金钱和才干 以及处理人际关系的态度 想了解别人最好的办法之一 是问他们 你对人生的看法如何 你会发现 人人都有不同的答案 有人告诉我 人生是一个马戏团 一片地雷阵 一列云霄飞车 一块拼图板 一首交响曲 一趟旅程 一直舞蹈 有人曾说 人生是一步旋转木马 有起有落 有时只是不住地转 又有人比喻 生命有如一辆 配备时段变速的脚踏车 有些档却从未用到 更有人说 生命有如一场排局 无论手中握的排如何 你都得玩 倘若请你描绘你的人生图像 你脑海中会出现什么 那图像就是你的人生比喻 这就是你自觉或不自觉的人生观 也反映你对人生的看法和期望 人们往往透过衣着 事物 汽车 发型 保险感的标语 甚至纹身 把他们的人生比喻表现出来 这个隐藏的人生比喻 对你的影响远超过你所知晓 它决定你的期望 你的价值观 你的人际关系 你的目标 以及你处世的先后次序 举例来说 如果你认为人生是一场太队 你最重视的是如何寻开心 如果你看人生是一场赛跑 你所重视的是速度 因而你经常匆匆忙忙 如果你看人生是马拉松比赛 你所看重的是耐力 如果你看人生是一场战争或游戏 你会看重输赢 你的人生观是怎样的呢 你或许是建基于一个错误的比喻上 要达到神造你的目的 你要挑战传统智慧 以圣经的人生比喻来代替 圣经说 不要向这世界看齐 要让上帝完全改变你们的心思意念 你们就会明白上帝的旨意 知道什么是良善 完全 是他所喜欢的 圣经提供了三种比喻 来教导于神 对人生的看法 人生是一场考验 一个信托 即一项暂时的任务 这些看法 就是目的导向人生的基础 现在我们先看透两项 第三项将于稍后讨论 人生是一场考验 这种比喻在圣经中多次出现 神不断在试验人的品格 信心 顺服 爱心 正直 以及忠诚 试验 引诱 熬练 考验等字眼 在圣经中出现超过二百次之多 神考验亚伯拉罕 要他献以撒为继 也考验雅各 要他多汇出几年的劳力 才可取拉结为期 亚当 夏娃在伊甸园的考验中失败了 大卫也曾多次在考验中失败 但圣经中亦有许多胜过考验的例子 如约瑟 路德 以撕帖 戴以礼等等 经过考验 品格就能够被塑造及显明出来 而整个人生就是一场考验 神总是考验你 他经常注意你如何面对他人 困难 成功 冲突 疾病 失望 甚至天气 就连替人开门或从地上拾起废物 以及你对服务员和适应生的态度 等等简单的行动 神也在流行观察 我们不知道 神要你面对的所有考验 但基于圣经 我们可以预估其中一部分 你要面临的考验包括 重大的改变 延迟兑现的承诺 不可能解决的难题 魏蒙英语的祈求 无理的批评 甚或无辜的悲剧 在我的人生中 我发现神用难题来考验我的信心 以处理财务的态度 来考验我的盼望 也透过人来考验我的爱心 人生很重要的一个考验就是 当你感觉不到神的同在时 你会如何反应 有时神会故意退隐 让我们感受不到他的同在 由大王西西家 就曾经经历过这个考验 圣经说 上帝就离开了他 为要试验他 好知道他心中的一切 西西家曾经享受与神亲密相交的喜乐 但在他生命中的重要时刻 神却叫他孤立无助 以此考验他的品格 显露他的弱点 为的是要预备 他能担当更多的责任 当你明白人生是一场考验时 你就会知道 人生没有一件事 是无关痛痒的 即使最微不足道的事件 对你品格的培养都至为重要 每一天都重要 每一刻都是你成长的机会 会让你的品格继续成长 更能表达爱心 更倚靠神 有些考验似乎势不可挡 另有一些你可能全然不绝 但这一切都有永恒的意义 可喜的是 神要你胜过这些人生的考验 因此 他绝不容许你面临的考验 大过他所给你 去应付的恩典 圣经说 你们所受的试探 无非是忍受得起的 上帝是信实的 他心不容许你们受试探 过于你们抵受得住的 而且在受试探的时候 必定给你们一条出路 使你们能忍受得住 每一次你胜过一个试验 神都知道 并且为你预备了永恒的奖赏 因为圣经说 能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经过考验之后 必得着生命的冠冕 这冠冕是主应许给爱他的人的 人生是一个信托 这是圣经提供的第二个人生比喻 我们在世上的时间 经历 才智 机会 关系 资源等等 都是神的恩赐 托付我们为他照顾并管理 无论神所赐的是什么 我们都只是他的管家 要明白这个管家的观念 先要承认神是世上 所有一切的主宰 圣经说 地和地上所充满的 世界和住在世上的 都是属于耶和华的 我们在世上短暂的年日中 其实并没有真正拥有什么 都不过是神借给我们 在世时使用而已 在我们出生之前 一切原是神所有 而当我们离世之后 神会把这一切 借给其他人使用 你只不过暂时享用罢了 当神创造亚当夏娜之后 他委派他们管理万物 只派他们做他的财产信托人 圣经说 上帝赐福给他们 说你们要生养许多儿女 使你们的后代 变满全世界 控制大地 神给人的第一份工作 就是管理并照顾 神在世上的东西 他从来没有废除这个角色 这也是我们今天人生的目的之一 我们应是所享用的每一样东西 为神所托付的 圣经说 你们有哪一样 不是上帝所赐的呢 若你们一切都是从上帝而来的 那又有什么 值得你自尊自大 悟空一切 好像什么都是自己的功劳呢 多年前 一对夫妇让我们使用他们坐落于夏威夷海滨的华美别墅度假 那是我们绝对负担不起的旅游经历 令我们非常享受 他们再三叮咛 就当是自己的家吧 我们也就恭敬不如从命 用池 美食 毛巾 碗碟 甚至睡床都随心所欲 尽情享用 但是 我们自始自终清楚明白 这地方不是我们的 所以也特别小心处理每一样东西 我们因而享受了可以使用 却无需拥有的好处 我们的文化告诉我们 不属自己的东西 你必不会珍惜 但基督徒的人生有更高的准则 因为这全是属于神的 我一定要尽力爱惜保管 圣经说 管家最重要的条件是 忠于职守 诚实可靠 主耶稣常指出 人生是一个信托 并且用许多故事来阐明 我们对神应父的责任 在按财干受托付的故事中 一个事业家在出国前 把家业交托给仆人看管 回来后论功行赏说 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当你行完人生路时 神会查看基于你的托付 对你做出评价和奖赏 因此 你所做的每一件事 就算是日常简单的琐事 都有永恒的意义 倘若你看一切都是神的信托 神应许会在永恒中 有三个奖赏 首先是神会肯定你的价值 他会说 好 做得好 其次是 他会提升你 在永恒中 接受更重大的责任 我要让你管理更多 然后是一个荣耀的欢度 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大多数人都未能明白 金钱是从神而来的 考验与托付 神以钱财来教导我们 信靠他 对许多人来说 金钱的确是最大的考验 神查看我们如何使用金钱 以此考验 我们是否值得信赖 圣经说 如果我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 谁还把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们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神说 我处理钱财的态度 与我的属灵生命 有着直接的关系 我怎样管理使用我的金钱 决定神可以托付我 多少属灵的福气 让我问你一句 你处理金钱的态度有否 阻碍了神在你人生中 更多的作为呢 你配得更丰富的属灵财宝吗 耶稣说 多给谁 就想谁多取 多托谁 就想谁多要 人生是考验和信托 神给你欲多 他也期望 你负更大的责任 第六天 人生是一项暂时性的任务 主啊 求你叫我晓得 我的生命多么短促 我的寿数有多少 我的生命如非逝去 我不过是人间的过客 人生在世 是一项暂时性的任务 圣经里充满许多比喻 都教导我们 关于人暂时生命的短暂 与虚幻无常 生命被形容为 一滴朝露 一鸣快跑者 以此呼吸 一缕青烟 圣经说 我们不过从昨日才有 我们在世的日子 好像赢 要善用你的人生 必须不忘两个事实 第一 和永恒相比 人生极其短暂 第二 尘世只是暂时的居所 你不会在这里停留很久 所以不必太过依恋 求神帮助你学习 从他的眼光去看人生 大魏祷告说 主啊 求你使我明白 我在世的年日何其短暂 让我了解 我在这里只能再留片刻 圣经一再地用他乡客旅 来形容人生在世的短暂 这不是你永久的家乡 也不是你最终的归宿 你只是个过客 暂时往访罢了 圣经用外地人 客旅 外国人 陌生人 访客 旅客等字眼 来形容人生在世的短暂 大魏说 你们继承上帝为你们的父 就应该在世上像寄居者那样生活 在我所居住的加州 有许多人从世界各处移民来此地工作 却仍然保留自己祖国的公民身份 他们被要求携带居留证 准许他们虽然不是本地公民 也可以在此工作 基督徒也应该携带属灵绿卡来提醒自己 我们的公民身份是在天堂 神说他的儿女对人生的想法应该有别于非信徒 他们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 并且等候救主 真正的信徒明白 在地上的几十年生命之外 还有更长远的生命 你的身份细于永恒 你的家乡是天堂 当你掌握到这个真理时 你就不会再急急盈盈的要赚得全世界了 神对于那些 只为现金而活 认同属世价值观 与生活方式的人律职地 警告其危险 当我们与世俗的试探 眉来眼去的调情时 神称之为属灵的奸淫 圣经说 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 岂不知与世俗为友 就是与神为敌吗 假设你被指派代表你的国家 到敌国去担任大使 你可能需要学习纳国的语言 适应一些当地的文化与风俗 友好的礼节 并完成任务 作为使节 你不可能在敌阵中孤立自己 你必须和他们保持联系 才能达成使命 但倘若你在那里过得非常自在 以致爱上那个国家 把它当作自己的家乡 你的忠贞与使命将会改变 作为使节的角色将有所妥协 本来是代表你祖国的使者 却成了叛徒 圣经就 我们是基督的使者 可悲的是 许多基督徒 出卖了他们的王和他的国度 他们愚昧地以为既然生活在世上 这世界就是他们的家乡 他们错了 圣经清楚地说 朋友 这世界并非你家 不要太自得其乐 千万别因纵容私欲 而赔上了灵魂 神经告我们不要过于依恋周遭的一切 因为他们都是暂时的 圣经告诉我们说 在世上有享受的 要学习对世界毫无留恋 因为我们眼所见的世界 很快就要过去了 与以往世代相较 现今多数西方世界的生活 是前所未有的舒适 我们不断被娱乐 取悦与迎合 面对五光十色魅惑人的媒介 确实容易让人忘记 追寻幸福快乐 并不是人生的目的 唯有当我们谨记人生 是试验 是信托 是暂时性的任务时 这些东西的吸引力 才不再支配我们的生命 我们是为更美之事而预备的 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 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世界不是我们最终的家乡 这个事实也解释了 何以基督徒在世上 要经历许多困难 忧伤与拒绝 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一些神的应许 似乎未曾兑现 一些祈求似乎未得应允 一些情况似乎很不公平 因为还不到故事的结局 为了让我们 不至于太过依恋这个世界 神容许在我们的人生 感受到深深的不满足 是一种在今世 永远无法被满足的渴望 我们在这里 不可能完全快乐 因为本来就不当如此 这里不是我们终极的家园 我们是为更好的事物而被造的 鱼绝不会喜欢住在陆地上 因为它是为水中生活而被造的 你若不许鹰展翅飞翔 它必然无法满足 你在世上永远不会完全满足 因为你是为更大的目的而被造的 你在此生会有一些欢乐的时光 但与神为你所安排的相比 这些欢乐都显得微不足道 了解人生在世 只是暂时性的任务 必会完全改变你的价值观 你会以永恒的价值为决策的关键 而不着眼于短暂的价值 正如鲁医师所说 不是永恒的就毫无用处 圣经说 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 乃是顾念所不见的 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 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你若以为 神对你的人生期望 一如世人的想法 就是物质丰厚 功成名就 这便是致命的错误 丰盛的生命和丰富的物质 扯不上关系 对神的忠心 也并不保证事业成功 甚或侍奉成功 因此 绝对不要注目于 暂时的荣誉 保罗是极其忠心的人 最后却要坐牢 施洗约翰也尽忠 下场却是被斩首 千千万万忠心的人 有的做了殉道者 有的丧失所有 也有的到了生命终点 仍是岌岌无名 不过这个生命的终点 却绝非真正的终点 在神的眼中 最伟大的信息英雄 并不是那些 暂时飞黄腾达 有才有势的人 而是那些认定 人生是暂时性任务 忠心服事 向往永恒奖赏的人 圣经提到这些 神国英雄榜时 是这样说的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 并没有得这所应许的 却从远处望见 且欢喜迎接 又承认自己 在世上是客旅 是寄居的 他们却羡慕一个 更美的家乡 就是在天上的 所以 神被称为他们的神 并不以为耻 因为他已经给他们 预备了一座城 你在世的时间 并不是你生命经历的全部 必须等待到达天堂时 后半部的经历 才会揭晓 故此 我们要靠信心 才能在世上 过客旅的生活 有一个为人所乐道的故事 是关乎一位 退休回国的宣教士 他和美国总统 同船回国 抵达时 岸上挤满了欢呼的群众 又有军乐队 红地毯 鲜明的旗帜 及传媒界 列队幻影总统 而这位宣教士 却静悄悄递下了船 根本没有人注意到他 他觉得既自连又自愿 不禁开始向神抱怨 神却温和地提醒他 我的孩子 你还未回到家呀 你到达天堂 不用两秒钟 便会大声自问 为什么我把那些 暂时性的东西 看得那么重要 我到底在想什么 为什么我浪费这么多时间 精力和才智 在那些不能持久的事物上 当人生遇到困难 当你被疑惑击倒 或当你质问为主而活 是否值得时 请记住 你还未回到家中 当你过世时 你不是离家 而是回家 第七天 所有一切的缘由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 依靠他 归于他 愿荣耀归给他 万有都是耶和画照 他旨意造的 一切都有是为了他 宇宙存在的最终目的 是显明神的荣耀 没有神的荣耀 一切都归于无有 神的荣耀是什么 那是他自己 也是他的本质 尊贵 光辉 能力的彰显 以及他临在的氛围 神的荣耀是他美善 以及一切真实 永恒的本质的表达 神的荣耀在哪里 只要我们举目光看 所有神创造的 都反映出他的荣耀 从微小的生物 到广大的银河 从日落和星星 到风暴和四季 全都把造物者的荣耀 显明了 从大自然 我们看到 神是大有能力的 他欣赏变化 他喜爱美丽 他井井有条 满有创意和智慧 圣经说 诸天宣布神的荣耀 自古以来 神用不同的境况 向人彰显他的荣耀 首先在伊甸园 再向摩西 再会墓 再圣殿 然后借着耶稣 直到现今 借着教会 将他的荣耀显现 神也用火 云 雷 烟 和灿烂的光彩 把他的荣耀表达出来 神的荣光 在天上照亮一切 圣经说 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 因有神的荣耀光照 我们从耶稣身上 最能看见神的荣耀 耶稣是世上的光 显明了神的本质 使人看得清清楚楚 因耶稣来到世间 我们不需要再摸索 揣测神是谁 圣经说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耶稣来了 使我们真正明白 什么是神的荣耀 圣经说 倒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我们看到他的荣光 充充满满的 有恩典和真理 神的荣耀是固有的 因为他是神 这是他的本质 我们不能增加他的荣耀 就如我们不能让太阳更光亮 但神命令 我们认识他的荣耀 尊崇他的荣耀 宣扬他的荣耀 赞美他的荣耀 反映他的荣耀 并为他的荣耀而活 为什么 因为神配的 我们应该将 所有一切的荣耀归给他 因为神创造万有 因此他配的一切的荣耀 圣经说 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你是配的荣耀 尊贵 权柄的 因为你创造了万物 整个宇宙 只有两种 被造物不归荣耀给神 就是堕落的天使和我们 一切的罪 其根源就是 不归荣耀给神 也就是爱其他的东西 圣果爱神 拒绝将荣耀归给 神是骄傲悖逆 也就是这个罪制使撒旦 以及我们跌倒 陨落在罪中 我们都曾为自己的荣耀而活 却不为神的荣耀而活 圣经说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从来没有人 把神当得的所有的荣耀归给他 这是我们最大的过犯与罪恶 另一方面 为神的荣耀而活 是我们一生 所能达到的最大成就 神说 他们是我的子民 我为了自己的荣耀 造了他们 因此 为神的荣耀而活 是我们人生 所能达到的最大成就 怎样把荣耀归给神 耶稣对天父说 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 你所托付我的事 我已成全了 耶稣以成就神的旨意 来归荣耀给神 我们也应当如此 任何受造之物 若达成其受造的目的 便是归荣耀给神 鸟蚁飞行 鸣唱 筑巢归荣耀给神 就连细小的蚂蚁 当他达成其受造目的时 也归荣耀给神 爱人有曾说 一个充满生机的人 就是神的荣耀 荣耀神的方法有很多 这些可以归纳成神 对于我们人生的五个目的 本书以下的篇幅 将要仔细来研讨 以下是盖棺 以敬拜归荣耀给神 敬拜是我们对神的第一个责任 我们以享受来敬拜神 如医师说 当神命令我们荣耀他时 其实是要我们去享受他 神要我们的敬拜 是出于爱 感恩与欢喜 而不是当成责任 正如白约翰说 当我们最因他而满足时 也就是我们最荣耀他时 敬拜远超过向神赞美 歌颂 祷告 敬拜是享受神 爱神 并为他的目的 献上我人 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当你为神的荣耀 使用你的生命时 你所做的每一件事 都能成为敬拜的行动 圣经说 用你全身作义的工具 来荣耀神 以爱信徒归荣耀给神 你一经历重生 便成为神家里的人 跟随基督 不只是相信而已 也包括归属于神的家 并且要学习爱神大家庭 约翰曾这么写 我们彼此相爱便证明 我们已经出死如生了 保罗也说 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 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 是荣耀归于神 学习以神爱人的方式 去爱别人 是你的责任 因为神是爱 这样做就是荣耀他 耶稣说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你们如果彼此相爱 世人就会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戏了 以效法基督归荣耀给神 我们既重生归入神家 神就要我人的灵命成熟 什么是灵命成熟的表现呢 就是我们的思想 感情和行为 愈来愈想耶稣 你愈效法基督 就愈能荣耀神 圣经说 当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做工时 我们就愈来愈想祂 把祂的荣耀 更丰富地反映出来 你接受基督后 神已给了你新的生命和特质 在你的一生里 神会继续改变你的品格 圣经说 愿你兼满了耶稣基督 所赐人亦救恩的果子 叫荣耀称赞归于神 以服务他人归荣耀给神 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特别设计的 祂给我们不同的才干 恩赐和技能 这一切都不是偶然凑合而成的 神给你这些能力 不是为了你自私的目的 乃是为了使人得意 正如别人也是为你能获益的缘故 而拥有神所赏赐的才干 圣经说 按着自己所得的才干彼此服务 好好运用上帝赐给你们 各样不同的恩赐 能服侍人的 要本着上帝所赐的力量去服侍 好叫上帝得着荣耀 以传扬主爱来归荣耀给神 神不要我们把他的爱 和他的旨意收藏起来 成为秘方 我们一旦认识了真理 他就期望我们与人分享 领人认识耶稣 帮助人找到他们人生的目的 预备他们走向永生的道路 这个职份是我们极大的荣幸 圣经说 神的恩惠带领多人归向基督时 神就更多地得着荣耀 你为何而活 你的余生若要为荣耀神而活 就必须在你的优先次去 人际关系 行程表 及其他一切事情上有所改变 有时候 这意味着选择一条难走的道路 即使耶稣也曾经历过这挣扎 当他知道快上十字架时 他喊叫就 我现在真是心乱如麻 不知说些什么才好 父上帝呀 就我离开这个时候吧 然而我原是为这时刻来的 父上帝呀 荣耀你的名吧 当耶稣面临插路时 他究竟选荣耀神 成就神旨意的路 还是选自思过舒适生活的路呢 你也面对同样的抉择 到底要为自己的目标 舒适 快乐而活 还是为那已经应许我们 要赏赐永远报偿的 神的荣耀而活呢 圣经说 仅仅抓住自己生命的 就要失丧性命 但你若放开自己的生命 就要拥有真实的生命到永生 这是好好把事情弄清楚的时刻了 你到底要为谁而活 是为你自己 还是为神而活 你可能犹豫不决 不知道自己有没有 为神而活的力量 请不必担心 如果你决定为他而活 神会供应你一切所需要的 圣经说 上帝已经用他神圣的能力 把我们过境前生活 所需的一切给了我们 这恩赐是借着那位呼召我们 来分享他自己的荣耀 和善得的上帝而得的 神正邀请你 以成就他造你的目的生活 来荣耀他 这实在是生活的唯一道路 除此以外 都只能算是生存罢了 真正的生命 使于完全把自己交托 给耶稣基督好一刻 假如你不清楚是否已做到 你要做的 只是相信并接受就行了 圣经应许说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你要接受神的邀请吗 首先你要相信 相信神爱你 并为他的目的造你 相信你不是偶然诞生在这世上 相信你被造 视为要活到永远 相信神拣选你 必要你与为你定死在 十架上的耶稣 有一份美好的关系 相信不管你曾做过什么事 神都要饶恕你 其次你要接受 接受耶稣进入你的生命 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接受他赦免你的罪 接受他的灵 这圣灵能赐你力量 来成就你人生的目的 圣经说 凡是信和倚靠子的 就能得到一切 并有永永远远的生命 不论你此刻在哪里 我邀请你低头安静 做这个会使你永远改变的 祷告耶稣 我相信你 我接受你 请照着做吧 假如你刚才诚意祷告 恭喜你 欢迎你加入神的大家庭 现在你已经可以开始经历 并成就神在你生命中的目的 我极力劝你把经历与人分享 因为你会需要别人的支持 如果你写信给我 我会记上一本小册子 叫做灵命成长的第一步 人生目标 神以计划 要你为讨他喜悦而活 他们必称为公义的项数 是耶和华栽种的 好使自己得着荣耀 第八天 被造是为讨神喜悦 你创造了万物 你享受创造和万物的存在 上主喜爱他的子民 神定下计划 要你讨他喜悦 从你出生的那天开始 神医隐藏在一旁 微笑地看着你出生 他要你存活 你的诞生令他非常快乐 其实神并不需要造你 但他选择造你 是因为他享受你的存在 你的存在是为了他的好处 荣耀 目的与欢悦 你人生的第一个目的 便是带给神满足欢心 当你完全明白这个真理时 你就绝对不会再觉得 自己微不足道 因为你是有价值的 你在神眼中是这样重要 以致他要你与他同享永生 你的价值可有比这更大的吗 你是神的孩子 你带给他的喜悦 没有其他被造之物可以比你 圣经说 上帝爱我们 预先决定 借着耶稣基督 使我们归属于他 作为他的儿女 这是他所喜悦的 是他的旨意 神赐给你最好的礼物之一 是你可以享受欢愉 他给了你五种观能感觉和感情 去经验生命 他希望你享受生命 而不是忍受生命 你能够享受欢愉 是因为你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 我们常常忘了 神也有情感 他对事物有极深切的感受 圣经告诉我们 神会忧伤 嫉妒和生气 又有怜悯 悲痛和同情 他更会快乐 高兴 满足 也会爱 开心 享受 欢乐 甚至发笑 讨神喜悦 是向神敬拜 圣经说 耶和华喜爱敬畏他 和盼望他慈爱的人 你做的任何一件 讨神喜悦的事情 都是敬拜的行动 敬拜好像一颗钻石 是多面向的 要用很长的篇幅 才能详尽讲述 因此在这部分 我们要集中讲作敬拜 最主要的几方面 人类学家指出 敬拜是全人类与生俱来的渴求 神将之安置在我们的本质里面 使我们需要与神联系 敬拜就如吃喝呼吸一般的自然 就算我们不敬拜神 也会找寻替代品来敬拜 即使最终敬拜的是自己 神造我们拥有这种渴望 因为神喜爱敬拜他的人 耶稣说 父在寻找敬拜他的人 基于你的教会背景 你也许需要扩大对敬拜的了解 你可能以为敬拜是指教 汇聚会里唱诗 祷告和听道 或者你会联想到仪式 点蜡烛和领圣餐 又或许以为是医病 神迹和各样兴奋的经历 敬拜可以包括这些成分 但却绝不是这些表现而已 敬拜是一种生活方式 敬拜不仅是音乐 对许多人来说 敬拜等同于音乐 他们会说 我们的教会以敬拜开始 然后讲道 这是极大的误解 其实教会崇拜节目中 每一个部分都是敬拜的行动 祷告 读经 歌颂 认罪 敬默 听道 笔记 奉献 洗礼 圣餐 签尾身卡 甚至向其他人问安 都包括在内 事实上 未有音乐之前 已有敬拜 亚当在伊甸园时 已开始敬拜 但音乐 则到创世纪四章二十一节 尤巴出生后 才开始被提及 如果敬拜只限于音乐 那些不懂音乐的人 就不能敬拜了 敬拜不仅止于音乐 更糟糕的是 敬拜常被毋用来形容 某一种格调的音乐 我们先唱一首圣诗 跟着唱一首敬白白的歌 或说 我喜欢节奏快的赞美诗歌 但最欣赏慢版的敬拜诗歌 这样将节奏快的 音量大的 或用铜管乐器 奏出的称为赞美 而慢的 安静的 或由吉他伴奏的 则是敬拜 都是勿用了敬拜这个名词 敬拜与一首歌的格调 音量或速度无关 神喜爱所有不同形式的音乐 因为不论快慢 心就各一量大小 都是他创造的 可能你不全都喜欢 但神却是 只要是心灵和诚实的敬拜 便是敬拜的行动 基督徒对于在敬拜时 应用哪种形态的音乐 常有不同的意见 他们往往会热切地 维护自己选择的音乐 认为他们最符合圣经 或最能荣耀神 事实上 并没有符合圣经的格调这回事 圣经里没有乐谱 我们甚至已找不到 他们以前所用的乐器 宝石说 你所喜爱的音乐 只是反映出你的性格和背景 与对神的认识无关 一个民族的音乐 在另一个民族的耳中 听起来可能是噪音 但对神来说 他喜爱并欣赏各种不同的音乐 后来没有所谓的基督教音乐 只有基督教歌词 其实是歌词而非其音符 使一首歌成为圣诗 也没有所谓属灵旋律 因为如果我弹奏一首 没有歌词的曲子 你根本无从知道 它是否为圣诗 敬拜不是为自己得意 身为牧师 我常收到这样的变迁 我很喜欢今天的敬拜 我从中得意不少 这是另一个对敬拜的误解 我们敬拜的不是为自己得意 我们敬拜乃是为神 我们敬拜时 目标是为要讨神欢心 而不是让自己开心 又或许你曾说 在今天的敬拜中 我毫无的着 那你敬拜的动机就错了 敬拜不是为你自己 是为了神 当然很多敬拜 包括香蕉 造就 交通和传福音 这些都是有益的 但我们不是为自己快乐而敬拜 我们的动机应该是为了 要荣耀我们的创造者 并且讨他的喜悦 在以赛亚书29章 神则为人在敬拜时 虚伪心不在焉 他们献上的是传统 不能触动神的心 只有热忱和伪身才能够 圣经说 这百姓亲近我 用嘴唇尊敬我 心去远离我 他们敬畏我 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 敬拜不只是你生命的一部分 而是你整个生命 敬拜不只限于教会崇拜 圣经告诉我们 要时常敬拜他 从日出到日落 都要赞美他 圣经记载人们 无论在做工时 在家里 在战场 在监牢 甚至在床上 都可以赞美神 大卫僧说 我要时常感谢主 我要不断地赞美他 如果你的人生目的 是为了赞美 荣耀并讨神的喜悦 你日常生活中的 每一项活动 都可成为敬拜 圣经说 你们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 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马丁路德曾说 农场女工 也可以透过挤牛奶 来荣耀神 我们怎么才能做 第一件事 都荣耀神呢 只要把每件事 都看成是为主而做的 并且在做的时候 不断地与他交谈 圣经说 无论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实行敬拜生活的秘诀 就是将所做的每一件事 当作是为耶稣做的 要将你平时 每天生活上的事 如睡觉 吃饭 上班 和其他琐碎事 都当作献祭放在神面前 当你将所做的献给神 并且在做的时候 意识他的同在 工作便成为敬拜 当我与妻子 开始谈恋爱时 我每时每刻都想念他 早餐时 开车上学时 上课时 排队付钱时 加油时 都不住地想到他 我常自言自语地提到他 又常思念他的可爱之处 虽然我俩相隔数百里 在不同的大学念书 但因为我时刻想着他 就感觉与他很接近 全然陶醉在他的爱中 真正的敬拜正是如此 爱上了主耶稣 第九天 什么是令神欢喜 愿耶和华因你欢喜 求你因屠人欢喜 叫我生活正直 讨神欢喜是人生的目标 既然讨神欢喜 是你人生的第一个目的 你首要的工作 就是去发掘 如何达成这个目的 圣经说 总要查验和为主所喜悦的事 然后去做 圣经清楚给我们一个令神欢喜的例子 那人名叫挪亚 在挪亚的时代 整个世界已经是道德破产了 每个人不为神 只为自己的享受而活 神无法在地上 找到一个想要讨他欢喜的人 他心中忧伤 后悔造人 他因此非常厌恶人类 开始考虑要除灭一切的人类 但是却有一个人让神心中欢畅 圣经说 可是上主喜欢挪亚 神说 这个人带给我欢笑 我要以他的一家重头开始 因为挪亚令神欢喜 你我今天才会再次存活 从他的人生 我们可以学习五个令神欢喜的敬拜行动 当我们全心爱他 神就欢喜 即使世上已经没有人爱神 挪亚仍然爱神 多过爱世上任何事物 圣经说挪亚中其一生都如此 挪亚一直跟随神的心意 又享受与神的亲密关系 这就是神最想从你那里得到的 这就是宇宙最令人惊讶的真理 我们的创造者 盼望你能回应他的爱 他说 我不要你们的献祭 我要的是坚定的爱 我要我的子民认识我 从神所说的这句话 你能否感受他对你的感情 神深深爱你 并渴望你的回应 又期待你认识他 花时间与他在一起 这就道出 为何学习爱神和被他所爱 是你生命首要的目的 耶稣称 这为最大的诫命 你要尽心尽性 尽意爱主你的神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当我们全心心靠他 神就欢喜 神喜悦挪亚的第二个原因是 挪亚即使在看来 不合逻辑的情况下 仍然坚信神 圣经说 由于信心 挪亚在还没有见到的事情上面 听从神的警告 造了一条方舟 使他和全家得到安全 这样 他定了那世代的罪 自己也从神领受了 因信而有的义 是想象这个情景 有一天 神来到挪亚面前说 我对人类很失望 除了你之外 世上所有的人都不思念我 只有你挪亚 看到你 我便欢喜 你的人生令我欣喜 我准备用洪水毁灭整个世界 只留下你的一家来重新开始 你需坐一艘很大的船 它要救你和所有的动物 这会给挪亚带来三个难题 第一 挪亚从来没有看过下雨 因为在洪水之先 神界地上的雾气滋润大地 第二 罗亚居住的地方 与海洋相距十万八千里 就算他晓得怎样造大船 他又该怎么把大船拉到水中 尾三 罗亚如何把所有动物凑在一起 并照料他们 但是 罗亚毫无怨言 也没找借口推辞 他完全信靠神 因此得神喜悦 完全信靠神的意思是 信任他知道什么 对你的人生最好 你期待他持守他的应许 帮助你解决困难 并且在需要实时 不可能的变为可能 圣经上说 他喜爱荣耀他 并信靠他很久地慈爱的人 罗亚用了120年的时间 才做好方舟 我相信 他曾面对许多 令人沮丧受挫的日子 年复一年 没有下雨的迹象 他被残酷地批评为 这个自以为神对他说话的狂人 我能想象 罗亚的孩子们 对于在自家前院兴建大方舟 一定常常尴尬万分 即便如此 罗亚仍然信靠神 你生命中 有哪些需要完全信靠神 信靠是敬拜的行动 就好像孩子 信靠父母的爱与智慧 父母就快乐 同样的 你的信心也能讨神的欢心 圣经说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当我们全心全意 遵从他 神就欢喜 保存各种动物 免受洪水侵袭 需要在补给活动的细节上 花费许多的心力 每件事情 都必须完全按着神的指示去完成 神没有说 罗亚 随你的心意 做一艘船吧 神清楚 只是船身的大小 形状 材料 以及要带上方舟不同数量的动物 圣经描述 罗亚的回应 罗亚就这样做了 上帝吩咐他的 他都照样做了 请注意 罗亚是完全遵行 他完全依照神的时间与方法 这是全心投入的表现 难怪神喜欢罗亚 假如神叫你造一艘大船 你是否会感到疑惑 抗拒 或有所保留 罗亚却没有 他全心全意地顺服神 这意味着毫无保留 或迟疑地去做神 要你做的任何事 也没有任何单个来对主说 我来祷告看看 你没有任何延迟地去做 每一位做父母都知道 延迟地顺服 就是不顺服 神对于要你去做的事 没有义务要向你解释 或提供理由 我们可以慢慢了解真相 却不能拖延抗命 立即地顺服 比毕生钻研圣经 更能令你认识神 事实上 某些命令除非先遵行 否则你永远不会明白 它的意义 我们往往尝试 选择性地遵从神 我们会向神列出 喜欢遵行的清单 却漠视那些 我们认为不全情理 困难 昂贵 或不讨好的事 我会去教诲 但不会失忆奉献 我读圣经 但不原谅那个 曾伤害我的人 部分的遵从 其实等于不遵从 全新的遵从 是热切又埋游喜乐地去做 圣经说 欢欢喜喜地顺服他 这正是大魏的态度 耶和华啊 求你把你的律力指教我 我必遵守到底 雅各对基督徒说 我们讨神欢喜 是因着我们所做的 不是单因着我们所信的 这是说明 救恩不是赚得的 只是处于神的恩典 不过作为神的儿女 借着遵从神的命令 你可以讨他喜悦 为何遵从神能讨神喜悦 因为这表示你真正的爱他 耶稣说 你们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当我们不断赞美他 神就欢喜 没有比接受别人 忠心赞美和欣赏 更能令我们开心 神也是这样 当我们崇拜仰慕他 他就欢喜 罗亚的一生令神喜悦 因为他活在赞美和感恩中 洪水结束后 罗亚所做的每一件事 便是祝坛献祭 表达他对神的谢意 圣经说 罗亚为耶和华 祝了一座坛 在坛上献祭 因为耶稣的牺牲 我们不需要 向罗亚般献上祭物 取而代之的 却要以颂赞为祭 以感谢为祭 我们赞美他是神 感谢他的作为 大卫说 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 以感谢称他为大 这便叫耶和华喜悦 当我们向神仙上赞美与感恩时 一件奇妙的事情会发生 那就是 当我们令神欢喜满足时 自己的心灵也同时充满喜乐 我母亲很喜欢为我下厨 甚至在我与凯婚后回老家 他都会预备丰富的家常美食 他生命中最快乐的事之一 就是看见这些孩子们高兴地吃喝 享受他所预备的食物 我们吃得越开心 他内心就愈快乐 当然 我们也因着表达对他厨艺的赞赏 而享受取悦他的快乐 这是双方面的享受 因此 每当我吃这顿大餐时 也要取悦母亲 于是解答欢喜 当我们使用我们的才干时 神就欢喜 洪水之后 神给挪亚这些简单的指引 你们要生养众多 变满了地 凡活着的动物 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 这一切 我都赐给你们 如同菜书一样 神说 现在是生命向前进的时刻了 做我计划人类去做的事 成家立士 耕种养生 真正做人 这正是我造你的模样 你也许认为做属灵的事 如读圣经 聚会 祈祷 分享见证 才会讨神喜悦 你可能以为神 对于你生活的其他部分不关心 事实上 神愿于查看你生命里的每个细节 无论你在工作 息息 休息或进食 他不会遗漏你任何一个动作 圣经说 敬前人的脚步 由主来指引 他喜悦他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 除了犯罪 我们只要存着赞美神的态度 去做每件事 每一件事都能讨神喜悦 包括洗碗 修理机器 推销产品 编写电脑程式 耕种 养家等都能荣耀神 神如同自豪的父母 他特别享受 观看你使用他赏赐你的才干与能力 神刻意自食人不同的恩赐 他造某些人运动神经特别好 又造某些人分析能力特别好 你或许有机械方面的数学上 音乐上 或上千种其他不同的恩赐 这一切的才干能力都能令神欢喜 圣经说 他按需塑造每一个人 现在查看我们所做的一切 埋藏你的才能 或试图模仿他人 都不能荣耀神 或令他快乐 唯有做你自己 才能令他欢喜 当你抗拒自己任何一部分时 就是否认神 创造你的智慧和主权 神说 你没有权利与你的创造主争论 你不过是被陶将所创造的陶瓷 泥土不会问 你为何将我造成这个样子 电影火战车中 奥林匹克短跑选手艾瑞克里德说 我相信神造我是有一个目的 但他也使我跑得快 每当我跑步时 我都感到神的欢喜 后来他又说 放弃跑步就是蔑视神 从来没有不属灵的恩赐 只有被误用的恩赐 现在就开始御用你的恩赐 讨神喜悦吧 神也欢喜你享受他的创造 他给你眼睛享受美丽的事物 耳朵享受声音 鼻子与味觉享受味道与美味 皮肤下的神经享受触觉 当你心存感恩 每个享受的行动就成为敬拜的行动 圣经说 舍后似百物给我们享受 神甚至享受观看你睡觉 当我的孩子还小时 我记得观看他们酣睡的样子 是我极大的享受 许多时候 他们日间惹麻烦 不听话 但是他们安睡时 却显得很满足 放心 平和 我便想起 我多么爱他们 我的孩子们 不需要为我做什么 我便能享受他们 单单看着他们呼吸的样子 我已经很快乐 因为我爱他们 往往凝望着他们的胸膛上下起伏 我便开心地热泪盈眶 同样的 当你睡眠时 神也是这样的含着爱明示你 因为你是他的创作 他爱你好像你是世上唯一的一个人一般 父母从来不会要求子女完美成熟 才能享受他们 父母享受子女每一个成长阶段 同样的 神不会等我们变得成熟才喜欢我们 他爱你 享受你属灵成长的每个阶段 或许在你成长的当中 有无法取悦父母的 请你不要认为 神对你感觉也是这样 他知道你无法成为完美或不犯罪 圣经说 他当然知道我们是什么做成的 他记得我们不过是尘土 神察看的是人内心的态度 渴望要讨他的喜悦 是你内心最深的渴望吗 保罗的人生目标是 我们立定心志 无论是生存住在肉身躯体之内 或是因死亡而离开了躯体 都以取悦主为目标 在永恒的意义里 你生命的焦点 应该从我能从生命中 获得多少快乐 成为神在我身上 可以获取多少快乐 21世纪 神正寻找向挪亚的人 就是那些愿意讨神喜悦的人 圣经说 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 要看看有智慧的没有 有讨他喜悦的没有 过讨神喜悦的人生 是否成为你的目的 神会为完全投入这个目的的人 成就一切 第十天 敬拜的中心 你们要把自己奉献给神 把整个自己奉献给他 作为公义的器皿 敬拜的中心是降福 降福不是一个受欢迎的词 几乎与顺服一样的不受欢迎 它似乎欲含失败的意思 令人联想到打败仗 输了游戏 或向强者屈服 无人想做失败者 这字眼往往带有负面的意思 例如被追捕的犯人 向官方投降 现今充满竞争的文化 教导我们千万不可放弃或让步 因此我们也就很少听到 降福这两个字 如果征圣代表一切 降福简直是不可思议 我们宁可谈论得胜 成功 克服 以及征服 却不愿提及让步 遵从 及降福 然而 降福于神 却是敬拜的中心 这是对神奇妙的爱与怜悯的自然反应 我们将自己交给神 不是出于害怕或责任 而是因着爱 因为神先爱我们 罗马书中 足足用了十一章的篇幅 解释神对我们难以置信的恩典之后 保罗激励我们 在敬拜中 以整个生命来降服于神 所以弟兄们 既然神这样连续我们 把自己当作活的祭物献给神 专心是奉他 蒙他喜悦 这就是你们应该献上的真实敬拜 真正令神欢喜的敬拜 是将自己完全交给神 这节经文的前后部分 都有奉献的字眼 奉献自己给神 就是敬拜的真谛 这种全人降福的行动 有不同的名称 例如献身 让耶稣居首位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向自己死 顺服圣灵 但名称虽重要 更重要的是你真正去行出来 神要你百分之百地陷于他 百分之九十五也不行 有三个障碍拦阻我们 完全降服于神 恐惧 骄傲 及困惑 我们不明白神 多么爱我们 我们想控制自己的生活 误解了降服的真意 我能信靠神吗 信靠是降服的基本要素之一 除非你信靠神 否则你不会降服于他 除非你熟视他 否则你不会信靠他 恐惧阻碍我们降服 但爱能除去一切恐惧 你愈知道神多么爱你 就愈容易降服于他 你怎么知道 神爱你 他给了你许多证据 神说他爱你 他的眼目从不离开你 他关心你生命的每个细节 他让你享受各样美事 他对你的人生 有美好的计划 他宽恕你 他满有爱心忍耐你 神的爱远 超过你所能想象的 神对我们的爱 最伟大的表达 莫过于神的儿子 为我们牺牲 唯有基督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 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如果你想知道 谁有多在意你 看看基督 在石架上张开的两臂 正是向你说明 我爱你这么多 情愿死 也不愿 没有你而活着 神不是一名残暴的奴隶 兼功或恶霸 用武力 迫使我们去降服 他不曾想要破碎 我们的意志 只是恳请我们 自愿跟随他 神满有慈爱 又认我们自由自在 当人降服于神 就有真自由 而不是束缚 当我们完全向主 耶稣降服 便会发现 他不是暴君 而是救主 不是老板 而是兄弟 不是独裁者 而是朋友 承认自己的有限 骄傲是阻碍 我们完全降服的 第二个因素 我们不愿承认 自己只是受造之物 不能控制每一件事 你们便如神 这就是最原始的试探 想要完全掌控的欲望 是我们生活中 种种压力的根源 生活是一生争斗 但人们不明白的是 我们正如雅各一样 在与神争斗 我们想要成为神 这是一场 我们永远赢不了的争斗 陶书曾说 很多人仍充满愁苦 仍然寻求 仍然毫无进步 原因是 他们还没有走到尽头 我们仍然尝试 发号施令 妨碍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我们不是神 永远也不会是 我们只是人 当我们试图成为神的时候 最终就成了撒旦 困为撒 但欲望 便是成为神 理性上 我们接受自己的人性 但情绪上 在面对自己的有限时 我们的反应是激动 生气 怨恨 我们想要高一点 聪明一点 强壮一点 更有才干一点 更漂亮一点 更富有一点 我们想要拥有一切 想要做紧一切 当事情不照我们想要的发生时 我们便烦乱失望 与此同时 一旦发现神赏自别人 我们所没有的特质时 我们便妒忌 羡慕 自怜 降服的真意 降服于神不是等同于被动的屈服 听天由命 找借口偷懒 也不是接受现状 降服的意思 可以是完全相反的 它可以是牺牲自己的生命 忍受痛楚 从而改变一些需要改变的事物 神常常呼召 向他委身的人为他打仗 降服不是胆怯懦弱之辈 做得到的事 也不表示放弃理性的思维 神不会浪费他赏赐你的心智 他不要机械人来世奉他 降服不是压抑自己的个性 神要你独特的个性 降服不但不会令这些物质消失 反而可能将它们提升 卢举国师有这样的观察 当我们欲让神做主 就欲能成为真正的自己 因为他造我们 他按照自己的心意 刻意地创造了不同的你和我 当我转向基督 将主权交给他的时候 我开始成为真正的我 遵从最能表现出降服的道理 对神所有的要求 我们要说是的 主 但当你说主呀不要 时便出现矛盾了 你若不顺服 他就不能称耶稣为主 当彼得整夜打鱼都没有 耶稣叫他在试一次时 彼得做了降服的榜样 说我们整夜劳力 并没有打着什么 但依从你的话 我就下网 纵使看来不合情理 降服于神的人 也会遵从神的话去做 降服的另外一个表现 是信靠 亚伯拉罕虽然不知道 要往哪里去 却仍然跟随神的带领 哈纳虽不知道是何时 却依然等候神 最完美的安排 玛利亚不知道事情 如何发生 却等待奇迹出现 约瑟虽然不知 事情为什么那样发生 却仍然信靠神的计划 这些人物每一位都完全降服于神 当你仰赖神使事情成就 而不去尝试支配人 勉强人照自己的计划 而行或控制情况时 你便知道你降服于神 你放手让神工作 不要常常自己做主 圣经说将自己降服主前 要耐心等候他 多一点信靠 少一点自己的勉强 当你不急着 对别人的批评做出辩护 你便知道自己降服于神了 降服的心 最能在人际关系中表现出来 当你全心降服 你不会把人挤进去 不会只顾自己 事事维护自己的权利 对许多人来说 最难降服之处 是在金钱上 很多人会想 我想为神而活 但我也想多赚钱 舒舒服服地过日子 有一天能退休 降服的生命 不应有退休这个目标 因为它与神争夺 我们生命的焦点 耶稣说 你们不可能同时做神的仆人 又做金钱的奴隶 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降服至极的示范是耶稣 耶稣在被定死的前天夜 将自己降服于神的计划 他祷告说 阿爸 父啊 在你凡事都能 求你将这杯撤去 然而 不要从我的意思 只要从你的意思 耶稣并没有向神祷告说 神呀 你若是能将这痛苦拿去 就请这样做 他肯定 神凡事都能 去向神祷告说 神啊 如果你认为 拿走是最好的 请将这苦杯挪去 但若是 这能成就你的美意 那么 这也是我所想要的 真正的降服者说 父啊 假如这个难题 痛苦 疾病 处境 是为了 在我或其他人生命中 成就你的目的和荣耀 请不要挪开他 这种程度的成熟 得之不易 在耶稣的例子里 他为神的计划忧伤 以至流血如汗 降服是一件艰巨的事 对我们来说 这是一场与我们的自我中心的剧烈征战 降服带来的祝福 圣经清楚说明 当你完全降服于神会 有什么好处 首先 你会经历平安 别再与神争论了 你只要顺从他 便可以得着平安 事情也会顺利 其次 你会得到自由 全心全意跟随神 自由便常在 以为他的命令释放你 以致你可以活在他的自由中 第三 你能在生命中 经验神的大能 当你将一切交给他时 基督能胜过顽强的试探 与过不去的难处 在约书亚 面临生命最大的征战之际 他与神相遇 向神辅福敬拜 降服于神的计划 这个降服 带来耶利哥一场 极漂亮的胜仗 这看似矛盾 胜利经由降服而来 降服不会削弱你 反而使你刚强 降能于神面前 你便无需突破害怕 或需要服于其他事物之下 旧世君的创始人 布威廉曾说 一个人的能力 伟大于否 从他降服的程度 可见一斑 神使用愿意降服的人 神选择玛利亚 成为耶稣的母亲 不是因为 他有才干 有钱或漂亮 而是他甘心 完全降服于神 当天使告诉他 这个难以置信的计划时 他平静地回答说 我是主的使女 情愿照你的话 成就在我身上 没有任何事物 比降服于神手中的生活 更有能力 因此 完全将你自己 交给神吧 最好的生活方式 每个人最终 都要降服于某人或某事 对象若不是神 你可能降服于 别人的意见或期望 甚或是金钱 愤恨 惧怕 或自己的骄傲 欲望 或自我 神造你是要你敬拜他 若不敬拜他 你会自己找 别的事物来敬拜 你有自由去选择 你所要降服的对象 却无法免于其后果 钟斯丹说 你若不降服于神 就是降服于混乱之中 降服不是最好的 生活方式 乃是唯一的生活方式 其他没有一个形的同 所有其他的方法 都只会带来挫折 失望 以及自我毁灭 钦定版英文圣经称 降服是理所当然的侍奉 另一个版本 则已成 服侍神是聪明 明理的方式 降服并不是情感上的冲动 而是理性 聪明的行为 是生命最明智 最负责的行动 所以保罗说 我们立了志向 要得主的喜悦 当你向神说 事实就是最有智慧的时刻 你或许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但至终你会发现 最阻碍神赐福给你的 不是别的 而是你自己 你的自我 顽固的骄傲 和个人的野心 当你只愿自己的计划 你就无法完成 神在你身上的计划 如果神要在你身上 有更深刻的作为 会从降服开始 困此将一切交给神 无论是你过去的悔恨 现在的难题 将来的雄心大志 惧怕 梦想 软弱 习惯 伤害 烦恼 让耶稣基督 坐在你人生的驾驶座上 把你的手 从方向盘上移开 不要惧怕 在他的掌管之下 没有一件会出柴所 让基督做主 你能处理任何事 就像保罗所说 借着基督所自的力量 我已准备好 能够胜任任何事 我在基督的供应里 一切充足 保罗降服的那一刻 发生在大马色的路上 一道 强光令他睁不开眼 浮倒在地 对有些人 神不用这么传奇的方法 无论如何 降服不只是一次 集成的事情 保罗说 他每天都死 降服发生在人生的一刻 降服发生在 不断的练习当中 降服是每时每刻 一生之久的事 活性的麻烦 在于他会自己 从祭坛上爬走 因此 你可能要一天降服五十次 你必须将它养成为 每天的习惯 耶稣说 如果有人要跟从我 就要放弃他们的欲望 必须每天放下自己的生命 来跟从我 让我提醒你 当你决意活出 完全降服的生命 这个决定 会受到试验 有时 可能是叫你去做一些 不方便 不受欢迎 要付代价 或似乎是 无法达成的任务 往往这些 都是你觉得 不喜欢做的事 二十世纪 最伟大的一位 基督徒领袖白利德 他是学院 传道会的创始人 透过世界各地 同工的推动 属灵四律 和电影耶稣传 带领了超过 一亿五千万人归主 有一次我问他 为什么神如此使用你 赐福给你 他回答 当我年轻时 与神立了一个约 写着说 由今天开始 我是耶稣基督的奴仆 在契约的最下角 我签上自己的名字 你曾否与神立下 这样的约 或者你还在与神争论 祂在你身上的计划 现在就是降服的时刻 降服在神的根点 爱和智慧中 第十一天 成为神的挚友 我们原是上帝的仇敌 但是急着祂儿子的死 祂使我们成为祂的朋友 既然成为祂的朋友 我们不更急着 基督的生而得拯救吗 神想成为你的挚友 你与神有多重关系 神是你的创造者 主人 审判官 赎罪者 父亲 救主等许多 但最令人震撼的是 是一全能的神 渴望成为你的好朋友 在伊甸园里 我们看见 神与我们的理想关系 亚当与夏娃 享受与神亲密的友谊 没有仪式 宗教或教条 只是神与一所创造的人之间 简单的爱的关系 没有内疚与恐惧 因此 亚当夏娃 以神为乐 神也喜悦他们 本来我们受造 是要一直与神同在的 但当人犯罪 这种完美关系就消失了 旧约时代 只有少数人 有这样的荣重 与神有深厚的友谊 摩西和亚伯拉罕 被称为神的朋友 代为被称为 和神心意的人 而乔布 以诺与挪亚与神 都有亲密的情谊 但在旧约圣经中 大部分的人 是惧怕神多过 把神当成朋友 然而 耶稣改变了这个情况 当他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的罪付上 赎架的时候 象征神人隔绝的 圣殿曼子 从上到下裂开 表示人 再一次 可以直接亲记神了 旧约时代的祭司 要用很多的时间 预备见神 现在我们则可以 随时随地 与神亲近 圣经说 全都因为主耶稣基督 为我们所做的 我们得以 与神成为朋友 现在我们可以 欢心雀悦地享受 与神奇妙 美好的新关系了 我们可以成为神的朋友 是因为神的恩典 和耶稣的牺牲 一切都是出于神 他借着基督 使我们与他 由仇敌变为朋友 圣师说 耶稣是我恩友 事实上 神还邀请我们 与三位一体的圣父 圣子 圣灵 成为朋友 耶稣说 以后我不再称 你们为仆人 因仆人 不知道主人 所做的事 我乃称你们为朋友 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 已经都告诉你们了 经文中 朋友一词 不是指普通朋友 乃是指亲密 可靠的情谊 原文里 朋友这这个字 与婚礼中的伴郎 以及国王身边的 亲密可靠的朋友 是同两个字 在皇宫内 仆人必须 与国王保持距离 但若是 在国王亲密 可靠圈内的朋友 则可以直接 与国王见面 聆听机密事件 我们可能难以理解 神竟然要和我们 做亲密的朋友 但圣经说 祂是那位 热衷与你 建立关系的神 神深切地 想要我们 亲密地认识祂 事实上 神规划宇宙 主导历史 以及我们生命里 所有的细节 为要我们 成为祂的朋友 圣经说 祂从一人造出万足 使他们散居在 整个地面上 而且为他们 预先定下了 年限和疆界 祂这样做 是要他们寻求神 或者能够在 摸索中找到祂 认识神并爱神 是我们最高的荣幸 被我们认识 与爱慕 是神最大的喜悦 神说 夸口的 却要因了解我 认识我而夸口 因为我 喜悦这些事 我们很难想象 有限 有罪的人 怎能与这位 无所不能 人眼不能见 完美无瑕的神 成为朋友 主人与仆人 创造与被造 甚至父子的关系 都叫一明白接受 但神要与我们 成为朋友 是什么意思 观察多位 圣经中神的 朋友的生活 我们可以学习到 与神为友的 六个秘诀 在这一章中 我们先研究 两个秘诀 下一章 再讨论 其余的四个秘诀 成为神的挚友 借着时常交谈 你若想 只靠着每星期 去教会一次 或甚至每天 一段的灵修时间 便永远无法 与神建立出 亲密的关系 与神的情谊 必须建立在 与神分享你 所有的人生经历 当然 每天灵修 是很重要的 但神期望的远 超过每天一次的 例行约会 他更盼望 参与你生活中 每个活动 每次谈话 每个难题 甚至每个想法 你可以一整天 与他天南地北 无所不谈的 告诉他 你做什么 想什么 不住的祷告的意思是 当你购物 驾车 工作 做每天的 例行工作时 都与神谈话 人们常误解 与神在一起 就是单独与他一起 当然 我们必须如同 耶稣向我们示范的那样 与神有独处的时刻 但那只 占你醒着时的 小部分时间 假如你邀请他 参与在你所做的 每一件事情上 你也认知 他的临在其中 那么 无论你做什么 都是花时间 与神相处 学习不断与神交谈的 一本经典之作是 《十见神的同在》 这本书的作者 劳伦斯弟兄 是17世纪 法国修道院 一名不起眼的厨师 他可以把煮饭和洗碗碟 等普通琐碎的事情 转化为赞美神 与神相交的行动 他认为 与神建立友谊的关键 不是改变你所做的事 乃是改变你做事的态度 从现在开始 把本来为自己做的事 如进食 洗澡 工作 休息 倒垃圾等 转变成为神而做 今天我们常觉得 需要放下日常的工作 去敬拜神 这是因为 我们没有学会经历 他时刻同在的缘故 卯伦斯弟兄发觉 通过日常生活中的 琐事敬拜神 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 他无需放下工作 去做特别的属灵退休 这正是神认为 最理想的情况 在伊甸园里 敬拜不是一场聚会 让你去参加 乃是一种 不断持续的态度 亚当 夏娃与神 乃是处在一种 不断的相交当中 既然神任何时候 都与你同在 就没有任何地方 比你目前这一刻 所在之处 更靠近神的了 圣经说 他在万有之中 统一万有 贯彻万有 劳伦斯弟兄 另一个很有帮助的方法是 整天不断 以简短交谈的方式祷告 而不做冗长复杂的祷告 要能专注 又不致分心 他说 我不建议你使用许多重复的字句来祷告对于今天这个注意力涣散的时代 这个450年前的建议特别适用 圣经叫我们一直祷告 可能吗 有一个办法是 整天使用呼吸祷告 历史历代以来 许多基督徒都这样做 选择一个简短的句子 不断地以一口气重复地向耶稣说 例如 你与你与我同在 我接受你的恩典 我要依靠你 我属于你 我要认识你 帮助我信靠你等 也可以使用简短的圣经节 比如 活着就是基督 你永不离弃我 你是我的神 为基督而活等 以此不断地祷告 直到这些话语 伸直在你心里 只要切记你的动机 是要荣耀神 而不是想控制他 实践与神童 再是需要学习的 是一项你可以建立的习惯 就好像音乐家 要每天练习音阶 才能轻松地演奏出 美妙的音乐 你也要勉强自己在 每天不同的时刻思想神 你必须训练你的心思 常常思想神 开始时 你可以在四周 用许多视觉辅助 来提醒你自己 比如 你也许可以贴一张小纸条 上面写着说 这一刻 神正与我同在 随时帮助我 本赌会的修饰 是用每小时响一次的钟 来提醒他们 停下来做每小时的祷告 你也可以用闹表 或可定式的行动电话 来提醒自己这样做 有时我们会感到神的同在 有时却不会 如果你想用这些方法 来寻求神同在的经验 那你就错了 我们赞美神 不是为要得到好的感觉 而是为了要行他喜悦的事 你的目标不是求感觉 而是不断意识到神随时随地与我们同在的事实 这才是敬拜的生活方式 成为神的挚友 借着不断地默想 与神建立情义的第二个方法 是整天思想神的话 即是默想 圣经不断地提醒 我们要默想神是谁 他成就了什么事 说了什么话 不认识神所说的话 就不可能成为他的朋友 除非你认识神 否则你就不可能爱神 你不认识他的话语 就不能认识他 圣经说 神借着他的话语 向赛缪尔显示他自己 神今天还继续用同样的方法 你虽然不能整天读圣经 却可以整天默想 反复思想所读的经节 并且被记在心里 默想常常被误解成 一件困难又具神秘仪式的事 是顿时的僧侣们修行的方式 事实上 默想只是聚焦的思想 是一件任何人都能学 随处可做的技巧 当你心中不停地 想着某个难题 那叫做忧虑 当你心中不停地 想着神的话 那就叫做默想 你若知道怎么忧虑 你就已经知道 怎样默想了 你只需要把注意力 从你的难题 转到圣经上就行了 你欲默想神的话 你的忧愁挂虑就欲少 神把乔布和戴维 当成他亲密的好朋友 因为他们珍惜他的话 过于一切 并且昼夜思想 乔布承认说 我看中他口中的言语 过于我虚用的饮食 戴维说 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 终日不住地思想 他们时刻在我的思想当中 我无法停止不去思想他们 朋友会分享彼此的秘密 你若养成中日思想神话语的习惯 他也会和你分享秘密 神把秘密告诉亚伯拉罕 但以礼 保罗 使徒及其他的朋友 当你读圣经 听到或听录音代 不要再离开后便忘记 阴阳成在新国 不断反复思想神的真理的习惯 你花欲多的时间 反复回味神的话 就欲明白 大部分人错过的生命的奥秘 圣经说 上主跟敬畏他的人做朋友 把自己的约指示他们 在下一章中 我们会探讨其他四个 与神建立友情的秘诀 但请不要拖到明天 从今天便开始 时刻与神交谈 并不断默想神的话语 祷告让我们能与神说话 默想则让神对我们说话 这两点是成为 神的朋友的基本要点 第十二天 与神建立深厚的友谊 他与敬前人做朋友 你们亲近神 神就必亲近你们 你可以选择 要与神有多亲近 正如任何友谊一样 你和神的友谊 要不断地建立 友情不会自动发生 需要有渴慕的心 也必须花时间和精力 你若想要 与神有更深入 更亲密的关系 一定要学会 坦诚地与他分享 你的感受 信靠他叫你做的一切 学习去关心 他所关心的事 并且可慕他的友情 超过任何其他的一切 我必须选择 对神诚实 与神建立深厚 有益的基石 是完全的诚实 这包括 你的过错和感受 神没有要求 你完美无瑕 但他坚持要求 完全诚实 圣经终神的朋友 就没有一个 是十全十美的 如果完美的人才 配与神交朋友 我们就永远 没有机会了 所幸 因着神的恩典 耶稣仍然是 罪人的朋友 在圣经中 神的朋友 都能诚实地 向他表达他们的感受 往往是抱怨 猜疑 指责 甚至还与 创造他们的主争辩 然而 神对这样的坦白 却似乎从来不介意 反而大家鼓励 神容许亚伯拉罕 在毁灭 所都马城的事上 质疑他 与他讨价还价 把可以使成 免于被灭的一人数目 有五十人 减至十人 神也耐心聆听 带为许多 对于不公 背信 背弃的指控 神也没有因为 杰里迈亚声称 神欺骗他 而把他处死 神意容让乔布 在经历严酷考验时 发泄他的埋怨苦毒 而且至终神 还为乔布的坦诚来辩护 并指责乔布的朋友 太虚伪 神告诉他们说 你们对于我不坦诚 不如我的朋友 乔布对我现在 我的朋友乔布 将为你们祷告 我也会接受他的祷告 另一个令人惊异的 真诚有意的例子 是神坦诚表达 他增厌以色列的不顺服 他告诉摩西 自己会遵守诺言 把应许之地赐给以色列人 但却不愿在沙漠中 与他们同行了 神受够了 而且他让摩西 知道他的感受 摩西也以神的朋友的口吻 同样率直地回答说 瞧 你要我领导这百姓 但你不让我知道 你要差谁与我同行 如果我在你眼前真的很特别 让我参与你的计划 不要忘了 这是你的百姓 你的责任 如果你不愿与我们同往 那就干脆就此打住吧 我怎么知道 你与我 以及你的百姓同在呢 你到底要不要与我们同去呢 神对摩西说 好吧 我就照你说的做吧 因为我清楚认识你 而且你对我是很特别的朋友 神容许我们 以这样率直的态度对他吗 绝对容许 真实的友谊 事件基于开诚不公的态度 看来好像很鲁莽 但在神眼中 却是真诚 神喜欢聆听他的朋友热情的话 对那些沉枪烂调 却感到索然无味 要成为神的朋友 你一定要对神忠诚 和他分享真实的感受 而不是你认为 应该要感觉什么 或说什么 神没有要求你完美无暇 但他坚持要求完全诚实 你或许需要承认 你的生命中 曾经感到被骗或失望 因此对神深藏愤怒与怨恨 除非我们足够成熟 才能了解 神为了我们的好处 使用任何发生在 我们生命当中的事 否则 我们往往对于自己的外表 背景 未蒙英语的祷告 过去的伤害 以及一些 我们想要改变的事 来怨恨神 人往往为了别人引起的伤害 来责怪神 这便造成白卫廉 所谓的你与神之间 隐藏的嫌隙 怨恨是我们与神 为有最大的障碍 我们心想 如果神容许这事发生 我为什么要与神为友呢 要解决这一点 当然就是 我们必须明白 神总是以你的利益 为考虑来行动的 即使这是痛苦的 而且你也不了解 释放你的怨恨 表达自己的感受 是痊愈的第一步 就如同圣经里 许多人所做的 将你真实的感受告诉神 谁用诗篇教导我们 率直成实 那是一本敬拜的指南 充满激昂 疯狂 怀疑 害怕 怨恨 以及深切的热情 也混合着感恩 赞美和信心的宣告 一切所有可能的情绪 都记录在其中 当你看到 戴维和其他人的情感表白 你就知道 神想要你毫不掩饰 感受地敬拜他 你可以像戴维那样的祷告 我在他面前吐露苦情 臣说我一切的患难 因为我已被击倒了 怨恨是我们与神 唯有的最大障碍 令人鼓舞的是 神所喜爱的智友 如摩西 戴维 亚伯拉罕和乔布等 都曾经有过疑惑 但是 与其使用一些敬虔的 陈枪烂调 来掩饰幽据 他们却率直地将这些感受 坦白公开地说出来 有时候 表达对神的怀疑 是与神进到 更亲密关系的第一步 我必须选择 以信心来顺服 每一次 你信靠神的智慧 并照着他所说的一切去做时 即使你不明白 你便加深了 你与神之间的友情 我们往往不会想到 顺服是有意的一个特质 我们觉得 那是父母子女 或上司下属之间 而非朋友之间的事 但耶稣清楚地告诉我们 顺服是与神亲密的条件 他说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就是我的朋友 上一章 我曾说明 耶稣称 我们为朋友这字眼 可以批语为 宫廷中君王的朋友 即使这些亲近的同伴 享有特权 他们仍受制于 君王和他的命令 我们与神为友 却不与他同等 他是我们亲爱的领袖 我们跟随他 我们顺服神 不是出于责任 恐惧或被迫 乃是因为我们爱他 并且相信他知道什么 对我们是最好的 我们想要跟随耶稣基督 因为我们感谢 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们预警跟随他 与他的友谊 就预深厚 不信主的人 往往以为 基督徒顺服神 是出于义务 内疚 或害怕被惩罚 其实正好相反 因着我们是被赦免 蒙释放 我们顺服是出于爱 而且我们的顺服 更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喜乐 耶稣说 正如父亲爱我 我爱你们 你们要常生活在我的爱中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你们会常生活在我的爱中 正向我遵守我父亲的命令 而常在他的爱中一样 我告诉你们这些事 为要使你们得到我的喜乐 让你们的喜乐满意 请注意 耶稣只是期待我们 学向他对父神做的 耶稣与天父的关系 是我们与他的有益的榜样 耶稣做父 叫他做的一切 全部处于爱 真正的有益 是主动 而不是被动的 耶稣叫我们去爱 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分享自己所有的 过圣洁的生活 宽恕他人 并领人归主 爱促使我们立刻顺服 我们时常被挑战 去为神做大事 事实上 当我们出于爱的顺服 而为他做卑微的事时 神更喜悦我们 这些事 也许是一般人 不会去注意的事 但神却会注意 并且视之为 对他的敬拜 人的一生 或许会有一次 大好的机遇 但是各种小机会 却环绕在 我们每天的生活中 即使只是 借着一些简单的行为 例如说实话 仁慈待人 鼓励别人 这些都会讨神欢喜 神珍惜这些 简单顺服他的行动 过于我们的祷告 赞美和奉献 圣经说 你以为主会喜欢 你的烦记和贡品 比你的顺服更多吗 要知道 顺服比献进来的 更珍贵 他愿意 你听从他的命令 比你向他 献上公养的脂肪 更令他高兴 耶稣在三十岁时 由施洗约翰 为他施洗 开始他公开的事工 神从天上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到底耶稣 先前那三十年 做了什么 竟能令神喜悦他 圣经对于 那隐藏的三十年 没有任何说明 只有路加福音 二章五十一节 有点头绪 他就同他们下去 回到拿撒勒 并且顺从他们 三十年时间 可用二字做总结 顺服 我需选择看中 神所珍贵的 朋友会关心 对方所看中的 当你遇是神的 好朋友 你会遇关心 他所关心的事 与他同乐 保罗是最佳的例子 神的计划 是他的计划 神的热爱 便是他的热爱 他说 我心果凡乱 因我极为关顾你们 神的热爱 在我心里燃点 戴维也是这样 因我为你的电信力 交集 如同火烧 神最看中的是什么呢 是他百姓的救赎 他要他每个失落的儿女 都被找回来 这就是耶稣 来到世上所有的原因 神心里看为 最宝贝的 就是他爱子的死 其次就是 当他的儿女 向别人传扬 这个好信息时 要做神的朋友 先决条件 就是去关心你身边 神所关心的每一个人 神的朋友 会引领别人认识神 我必须可想 与神为有胜于 其他任何事 当你遇是神的好朋友 你会越开心 他所开心的事 诗篇就充满这类例子 但为热切盼望 认识神圣于 任何其他事 他使用可慕 可想 恋慕 窃求等字眼 他恳求神说 有一件事 我曾求耶和华 我仍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瞻仰他的荣美 在他的殿果求问 他在另一首诗篇中说 你永恒的爱 比生命宝贵 雅各不切望神 赐福他的生命 到一个地步 他一整夜与神摔跤 说你不给我祝福 我就不容你去 这个故事最传奇的地方是 这位全能的神 竟让雅各不赢了 这场摔跤 神不会因为我们 与他摔跤而发怒 因为摔跤 使我们与神产生 个人的接触 为我们与神 带来更亲密的关系 同时 摔跤也是一个 有热情的活动 当我们对神 怀着热情时 他便欢喜 使徒保罗 是另一个 热切祈求神有益的人 没有任何 是剩余这事 这是人生首要之事 是他人生的焦点 生命里 最终极的目标 这就是为什么 神能够这样大大使用 保罗的原因 英文扩中版圣经 充分表达出 保罗的这份热情 我终结的目的是 我能够认识他 好使我越来越深刻地 越亲密地认识他 更清晰 强烈的经验 认识 了解他本质的大能 事实是 与神有无亲近 在于你的抉择 与神有亲密的关系 是你的选择 而不是意外而得 你必须用心寻求 你真的想要这份关系 胜于其他一切吗 这对你有多宝贵 值得你为之放弃 其他的东西吗 值得你去努力培养 所需要的习惯与技巧吗 过去你可能曾经对神热情 但是已经失去那样的渴望了 这就是老底家基督徒的问题 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 他们做了所有一切对的事 却是出于义务 而不是出于爱 如果你只是机械性地 做一些属灵的行动 就不要亚裔神会 允许你的生命经历一些痛苦 痛苦是热情的燃料 它能增强 我们去改变的力量 而这通常是我们所欠缺的 鲁医师说 痛苦是神的扩音器 是神将我们 从属灵混沌中唤醒的方法 你的难处不是责罚 只是慈爱神的警钟 祂不是对你生气 祂乃是为你疯狂 祂会用尽一切方法 将你带回来与祂相交 其实有一个比较容易的方法 可以重新点燃你对神的热情 那就是从现在就开始 求神给你这种爱的关系 并且继续不断地求 直到你得到为止 你可以整天这样祷告 亲爱的耶稣 远胜于一切的 我想要能亲密地认识你 神对于被掳到巴比伦的百姓这样说 你们找我 一定找得到 你们若一心追寻我 我保证让你们找到 你最重要的关系 世上没有其他事物 没有任何事物 比与神建立朋友的关系更重要 那是一份持续到永恒的关系 保罗告诉提摩泰说 有些人已去生命中最重要的是 他们不认识神 你错过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吗 你现在可以开始行动 请谨记 这是你的抉择 要与神有多亲近 由你决定 第十三天 讨神喜悦的敬拜 你要尽心 尽性 尽意 尽力爱主 你的神 神要的是你的权人 他不是只要你生命的某一部分 他要你的全心 全性 全意 全力 神对三心二意的尾身 部分的顺服 以及你用圣了的时间和金钱 都不感兴趣 他要你完全的奉献 而不是你生命的一小片 一个撒玛利亚妇人 曾经和耶稣辩论 什么是敬拜的最好时间 地点和形式 耶稣告诉他 那些都是无关紧要的问题 你敬拜的动机和敬拜时 向神听献上的 远比在哪裹敬拜重要得多 敬拜的方式有对有错 圣经说 我们要用虔诚的心 以讨神喜悦的方式敬拜上帝 讨神喜悦的敬拜有四个特点 神喜悦我们正确地敬拜 人们常说 我喜欢把神想成 接着就讲出 理想中敬拜的神是什么样子 但是 我们不应为神创造一个 自己觉得舒适 又讨众人 欢喜的形象来敬拜 因为那只是一个偶像而已 敬拜必须基于圣经的真理 而不是基于我们对神的见解 耶稣对那撒玛利亚夫人说 那真正拜父的 要以灵和真理拜他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以真理敬拜意思是 照着圣经国所启示的那位 神来敬拜他 神喜悦我们真诚地叫拜 当耶稣说 以灵敬拜 他不是指圣灵 而是指你的心灵 你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你乃是一个灵住在身体里 而神的本意 是要你的灵和他相交 敬拜就是我们的灵 对神的灵的回应 当耶稣说 要尽心 尽兴爱你的神 他的意思是 敬拜必须是真实中心的 他在乎的 不是加言美句 而是你的真心话 无心的送赞 等于没有送赞 毫无价值 是对神的一种侮辱 当我们敬拜时 神看重我们的心 胜过我们的话 圣经说 人是看外貌 耶和华是看内心 既然敬拜时 我们在神里面得到欢喜 当然会有情感的表现 神赋予我们情感 使我们可以深情地敬拜他 但是这种情感 必须是真诚无为的 神最讨厌伪善 他不要以人注目地表演 或装模作样的敬拜 他要的是你的诚实与真爱 我们的敬拜或许不完美 但不可以不真挚 神喜悦的敬拜 是既有深知的情感 又合乎教义原则的 我们必须心脑并用 当然 只有真诚还不够 因为我们可以很真诚 却有十足的错误 因此 敬拜必须心灵和真理兼备 必须既正确又真实 神所喜悦的敬拜 是既有深知的情感 又合乎教义原则的 我们必须心脑并用 现今 有些人把音乐带来的情绪激动 与圣灵的感动混为一谈 其实 它们是完全不一样的 真正的敬拜 产生于你的灵对神 有所响应时 而不是被音乐旋律所引发 事实上 一些情绪化 自省式的歌曲 反而妨碍敬拜 因为它们把注意的焦点 从神转移到 自己的感受上 敬拜中最令你分心的 往往是你自己 你的兴趣 以及你忧虑 别人对你的看法 基督徒之间 对于向神表达 赞美最正确 最正宗的方式 往往有不同的意见 而这些争论 常常只是反映出 个人的喜好与背景的差异 圣经中提到许多送赞的形式 其中包括认罪 歌唱 欢呼 肃立 屈膝 跳舞 发出欢喜的呼声 见证 弹奏乐器 举手等等 以神给你的性格与背景 最真实 表达出你对神的爱 那就是最好的敬拜风格 我的朋友汤格利发现 许多基督徒在敬拜上 往往流于墨守成规 只有力行的形式 而没有活泼的与神交往 原因是 他们勉强自己使用的灵修方法 或敬拜方式 并不符合神给他们的特质 汤格利认为 如果神特意把我们造成各有不同 我们又为什么要用同样的方式去爱他呢 当他参考一些基督教的经典书籍 又访问一些成熟的基督徒时 他发现在基督教2000年的历史中 基督徒曾从许多不同的途径 享受与神亲密的相交 其中包括户外活动 学习 歌唱 阅读 舞蹈 艺术创作 服务他人 独处 与人交往 以及参与其他各种不同的活动 最真实表达出你对神的爱 那就是最好的敬拜风格 在他的著作《神圣的通道》 《艺术》中 汤格利提到 与神亲近的九个途径 自然主义者喜欢在大自然中 表达对神的爱 感觉主义者在敬拜中 使用他们的感官 不只用耳朵 也用视觉 味觉 嗅觉 触觉 来表达对神的爱 传统主义者 通过仪式 礼拜 表征 以及固定的形式中 敬拜亲近神 禁欲主义者 喜欢以独处和简单的生活方式 亲近神 行动主义者 透过与罪恶对抗 与不公义征战 和建立更好的世界去爱神 服务主义者 以爱他人 和满足他人的需要 来表达对神的爱 热心主义者 以欢庆来爱神 审思默想者 以切勿敬爱的心爱神 知识分子则用心研读 来表达对神的爱 没有一种敬拜 以及与神唯有的方式 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 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 如果你不是以神创造的 无尾的你去敬拜他 你一定不能叫神的这荣耀 神要你做你自己 父所要寻找的 是那些在神面前 以单纯诚实的心 献上敬拜的人 神喜悦我们用意念敬拜 耶稣命令我们要记忆的爱神 在喜悦中重复出现过四次 神不喜欢无意识的赞美 敷衍草率 沉腔烂掉的祷告 或无地放食的喊叫赞美主 无意识的敬拜是没有意义的 你必须用意念敬拜 耶稣称那些无意识的敬拜 是无畏的重复 就算是圣经名词 有时也会因滥用以及未经思索 而成了沉腔烂掉 人很容易在敬拜当中 使用沉腔烂掉 而不愿花心思 以新的词汇与方式去荣耀神 这就是为什么我鼓励你们 多读不同的圣经一本的原因 这样可扩展 你们在敬拜时的表达 试试 不要用赞美 感谢 哈利路亚 阿门等字眼来赞美神 尝试列出一些意义相同的字眼 和吸引的用词 如 仰慕 尊敬 珍惜 尊崇 敬重 欣赏 等 此外 用词要明确 如果有人 对你重复十次 我赞美你 你可能会想 这是为什么 你宁可接受 两次明确的赞许 胜过二十次 含糊笼统的好评 神也不例外 还有一个建议 就是把神不同的名字 罗列出来 并专注于这些名字 神的名字 不是随意定立的 这些名字 向我们表明 神不同的特性 在旧约中 神见次地 将自己的新名字 叫导以色列人 以此来显示他自己 他也吩咐我们 要称颂他的名 神也要我们聚集敬拜时 用意念来敬拜 保罗在 哥林多前书十四章 使用整章来讨论这一点 他结论到 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 按着秩序行 关于这一点 神坚持我们的聚会 要能让在场的非信徒 也能明白 保罗观察到 你们在聚会中 若只用灵的语言 来说感谢的话 在所不懂方言的人 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 心中怎么会起共鸣 和你同声说 诚心所愿 来感谢神呢 即使你谢导的内容非常好 无奈别人因为 不知你说些什么 也不能获益 对于参与敬拜聚会的 默信者 感受敏锐 是圣经的命令 忽视这个命令 便是不顺服 又是没有爱心 关于这一点 完整的解释 请看直奔标杆的 第十三章 敬拜能成为见证 神喜悦 我们有实际行动的敬拜 圣经说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是奉乃 是理所当然的 为何神要我们 把身体献上 为何他不说 献上你的灵 因为你在世上 若没有身体 就什么都做不了 将来在永恒中 你会有一个全新的 更美 更好的身体 但当你 仍然在世上活着 神的要求是 将你有的献给我 他只是要求 有实际行动的敬拜 你一定听过有人说 我不能参加今晚的聚会 但我的灵会 与你们一起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毫无意义 你一天在世上生存 你的灵 就与你的身体 形影向随 你的身体若不出现 你也绝不可能出现 我们敬拜 是把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我们的观念 往往把献祭 与死物连在一起 真正的敬拜 来根治于神的话语 但神要的是活祭 祂要你为祂而活 问题是 既然这是活祭 就有可能从祭坛爬下来 而我们往往就是这样 我们往往在星期天 高唱基督精兵前进 星期一却变成开小差的逃兵 旧约时代 神约纳许多不同形式的献祭 因为他们都预表 耶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所做的牺牲 如今神约纳 不同形式的献祭 如谢恩 颂扬 谦卑 悔改 奉献 祷告 服侍他人 与有需要的人 分享等等 真正的敬拜 是要付代价的 但为明白这道理 他说 我不肯用白德之物 做反计 献给耶和华 以我的神 我们要付的代价之一就是 放弃 以自我为中心 你不可能同时高举神 又高举你自己 你敬拜不是为了做给人看 或是为自己高兴 你必须把注意的焦点 刻意地从自己身上转开 当耶稣说 要尽力爱神时 他指出 敬拜是需要下功夫费神的 不总是方便舒服 有时甚至是意志的行动 是甘愿的牺牲 消极被动的敬拜 只是一种矛盾逢字 当你不想赞美 但仍然赞美 当你疲惫不堪 而仍然起床敬拜 当你筋疲力竭 而仍然去帮助别人的时候 你是像神线上的 牺牲的敬拜 神悦纳这样的敬拜 瑞玛特是英国一位 敬拜带领者 他谈到 他的牧师教导他们 教会敬拜的真意 为了使惠众明白 敬拜并不止陷于音乐 有一段时期 他禁止聚会唱歌 以此来学习 以其他的方法敬拜 当这段时期结束 马特写了一首经典歌曲 歌名叫敬拜的心 我带给你的 仅是一首歌 一位歌不是你所要的 你寻找的远深于此 不是表面所呈现的 你乃在查看我的内心 敬拜的中心 全在于一颗心 第十四天 当神似乎远离 上主在他子民面前 把自己隐藏起来 但是我仍然信靠他 把我的希望寄托于他 无论你感觉如何 神是真实的 当人生事事如意 神赐你风衣足食 知己良朋 美满家庭 身体健康 惬意祭遇 你会很容易敬拜神 但是人生境遇 并非恒常如此 你要怎样敬拜神呢 当神似乎遥不可及时 你又会怎么做呢 最深刻的敬拜 是能在痛苦中赞美 试炼中感恩 试探时信靠 受苦时降服 在神看似遥不可及时 仍然爱他 友情往往受到 分离与沉默的讨厌 双方可能阴住 地狱的阻隔 无法沟通 你与神的友谊 也不会时常 都感到那么亲近 杨菲利睿智地说 任何关系 都会有时比较亲密 有时则叫疏离 而在与神的关系中 不管是多亲密 也会像钟摆般 有时从一边摇到另一边 这时 敬拜就变得困难 为了要使你的友情 更趋成熟 神会以一段 看似分离 一段感觉 他似乎已经离弃你 或遗忘你的时期 来考验你 你觉得 神仿佛在千万里之外 实价的圣约翰描述那些 灵性黑暗 存疑 与神疏离的日子 为灵魂的黑夜 卢云称 他们做缺席的牧羊 桃树叫 他们做夜间的牧场 其他人则称之为 心灵的寒冬 除了耶稣 大卫可以算是 神最亲密的朋友 神欢喜 叫他做和他心意的人 然而 大卫却时常抱怨 神不在身边主啊 你为什么远远站住 为什么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 隐藏起来呢 我的神 我的神 你为什么离弃我 我哀嚎求助 你为什么不来帮助我 你为什么遗弃我呢 当然 神没有真正离开大卫 他也没有离开你 他一次又一次的应许 我必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但他没有应许 你会实时感觉到我的同在 事实上 神承认 有时候 他会向我们隐藏他的面 有时候 他显得好像在我们人生 战场上失踪了似的 马弗勒如此描述 某天清晨你醒来 发觉没有任何属灵的感觉 你祷告 但毫无动静 你斥责撒旦 却没有任何转机 你尝试各种属灵操练你的朋友 也为你击倒你 承认自己所犯的每一项罪 四处请求每个你知道的人 赦免原谅 你尽时仍然无效 你开始怀疑 这个属灵的低潮究竟要持续多久 几天 几星期 几个月 或是永无止境 你感觉你的祷告只到达天花板 便弹回来 在绝望中 你大声喊叫 我到底怎么了 真相是 你没有问题 这是神考验你与祂的友谊 并促使你成熟的正常步骤 每一位基督徒 至少都会有一次 甚或多次这样的经历 虽然痛苦又令人困惑 对于你信心的成长 却是绝对重要的 明白这一点 使约伯在无法感受神的同在时 仍然满有希望 他说 只是我向东找寻 神不在那国 我向西找寻 也找不到他 我不见他在北 因他正躲藏 又转向南 也寻不着他 然而 他知道我所行的路 他失恋我之后 会称许我纯如金金 当神似乎遥远 你或许会觉得 他在对你发怒 或是为你的某些罪惩罚你 事实上 罪恶却能断绝 我们与神的亲密关系 因诸不顺从 与别人有冲突 生活忙碌 与世界为友 甚至其他的罪 都会使神的灵忧伤 疏离了我们与他的关系 然而 尽管这种被神抛弃 和疏离的感觉 往往与罪扯上关系 但它其实是 我们都必须面对的信心考验 即使当你无法感觉 他的同在 生命中没看见 他作为的时候 你仍会继续爱神 信靠他 顺服他 并且敬拜他吗 今天这个时代 基督徒在敬拜中最常犯的毛病 就是去寻找一种经验 而不是寻找神 他们渴求某种感受 当感受到时 他们就说是敬拜了 这是错的 神常会挪去我们的感觉 叫我们不要倚靠这些 找学一种感觉 甚至是与基督亲近的感觉 都不是敬拜 当你刚信主 神会给你许多确定的感觉 并常应允你那些毫不成熟 自我忠心的祷告 好使你清楚它的存在 但是当你在信心中成长 它要你戒断这些依赖 神的无所不在 与它同在的表现 是截然不同的事 一个是事实 另一个通常只是感觉 神一直都同在 即使在你不知不觉时 而它的同在是这么的深奥 绝无法单靠感觉来良度 神的确要你感受它的同在 但它关心你是否信靠它 故于你是否感觉得到它 讨神喜悦的是信心 不是感觉 最能扩展信心的情况 是在人生濒临瓦解 而神又无处可寻使 约伯就是这样 在一天之内 他失去了所有的一切 他的家人 事业 健康 所有他拥有的 而最令人沮丧的是 在整整37章经文中 神一声不吭 当你不明白 你的人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而神又静默不言时 你要怎么赞美神 处在危机当中 又没有任何沟通 你如何维系关系 当双目充满泪水时 你如何能定情仰望耶稣 你可以参照约伯的做法 他伏在地上下拜说 我赤身出于母胎 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告诉神你真正的感受 向神敞开你的心 卸下每一个感受 约伯这样做 并说我不能再沉默 我又愤怒又怨恨 我要倾诉 当神似乎遥不可及时 他大声呼求 我愿如壮年的时候 那时我在帐篷中 神代我有密友之情 神能够处理你的疑虑 愤怒 恐惧 哀伤 困惑 和所有的难题 你是否知道 向神承认你的绝望 也是信心的表达 当大卫寄信靠神 却又感到绝望的同时 他说 我相信你 因此我说 我完了 听来有点矛盾 我依靠神 但我彻底被摧毁了 大卫的坦诚 反映出他坚定的信心 首先 他相信神 其次 他相信 神会聆听他的祷告 第三 他相信神容许 他将自己的感受说出来 并且仍然爱他 专注神 永不改变的属性 不管环境如何 或你的感受如何 紧抓 助神不变的属性 提醒自己 有关神的永恒真理 他的美善 他爱我 他与我同在 他知道我所经历的一切 他关心我 并且对我的人生 有美好的计划 埃瑞蒙说 在黑暗中时 绝对不要怀疑 神在光明中 告诉你的真理 当约伯面对人生骤变 而神又默然不语时 他仍然找到 可以赞美神的理由 他既美善又慈爱 他是全能主宰 他清楚知道 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 他掌管万有 他对我的人生 有一个计划 他必救我 信靠神会信守诺言 在灵命干旱的时期 你要耐心倚靠神的应许 不要专注于自己的情绪 要了解 他正带你进入更成熟的境界 友谊若建立在情绪感受上 便只流于肤浅 因此 不要为困境而心烦 环境因素 不会改变神的特质 他仍有充足的恩典 即使你感觉不到 他仍是你的神 在朦胧不明的处境当中 约伯紧抓住神的话 他嘴唇的命令 我未曾背弃 我看中他口中的言语 过于我虚用的饮食 因为信靠神的话 约伯在看似不合情理的情况下 仍然保持信心 他的信心在痛苦中仍然坚吻 他或会杀我 但我仍要信靠他 在你认为神离弃你时 不凭你的感觉 仍继续信靠他 便是敬拜他最深刻的方式了 谨记神在你身上的作为 即使神从来不曾为你做什么 但是因为主耶稣 为你在十字架上所做的 他仍然配受你一生不断的赞美 神的儿子为你而死 这就是敬拜最大的理由 很可惜 我们总忘记 神为我们牺牲的每个残酷细节 太熟悉了 我们便产生倦怠 在受死前 他被人包去衣服 拳打脚踢致血肉模糊 又被鞭打辱骂 带上荆棘的冠冕 人不断向他吐唾沫 他受到这些毫不合理 毫无人性的虐待 简直连牲畜也不如 当他濒离失血过多 几乎失去知觉时 还被迫拖住那笨重的石架上山 被钉 忍受死亡的煎熬 然后慢慢被凝虑而死 在他仍有油丝气息时 群众大声奚落 无辱取笑他 更对他声称 为神加以挑战 当耶稣将全人类的罪孽 背负在自己身上时 神专脸不看这个丑陋的景象 耶稣绝望地大声喊叫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其实 耶稣可以救自己 但若是这样 他就不能救你了 言语不能描述 那个黑暗的时刻 为何神容许并忍受 如此恐怖邪恶的事情发生 为什么 因为如此 才能使你永远脱离地狱 如此才能使你永远分享他的荣耀 圣经说 基督是无罪的 可是为了我们 神让他担负我们的罪 使我们能与他一同分享神的义 主耶稣放弃一切 使你能拥有一切 他受死 使你能活到永远 只凭这点 也值得你不断地感恩赞美 我们永远不该再问要 为什么要感谢 人生目的 神塑造你 要你为神家而活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只子基督 使我们成为一体 互相连结 第十五天 我是为神的家而造 那位创造和维持万有的上帝 为要使许多儿子 一起享受他的荣耀 你们看 福斯给我们的是怎样的慈爱 就是让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 你是为神的家而造 神想要一个家 于是他创造你 成为其中一份子 这是神赋予你人生的第二个目的 在你出生以先 神已安排妥当 整本圣经 都是关于神建立一个家庭的故事 他要这个家爱他 荣耀他 与他永远掌权 圣经说 神不变的计划 是要借着耶稣基督 把我们纳入他的家中 这是他所喜悦的 因为神是爱 所以他珍惜关系 他的本质就是建基于关系 他以家庭的关系 来认定他自己 父子和圣灵 三位一体 是神和他自己的关系 是最和谐完美的关系 我们应该研究一下 其中的含义 三位一体的神 神与他自己 一直存在于爱的关系中 因此 神从来不会寂寞 他并不需要有一个家 但他却希望有一个家庭 因此 他造我们 把我们带进他的家中 和我们分享他的一切 这给神带来极大的快乐 圣经说 他喜悦 以真理的话语造了我们 我们也就成为 他家中的首生儿女 当我们信靠基督 神便成为我们的天父 我们也就成了他的儿女 其他的信徒 就成为我们的弟兄姊妹 教会就成为我们属灵的家 神的家 包括所有过去的 现在的和将来的信徒 每一个人都是神所造的 但并不是每一个人 都是神的儿女 进入神的家 唯一的办法就是 重新生入这个家 你借助第一次的出生 成为人的家庭的一员 却借助第二次的出生 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 神将重生的权利赐给我们 以致我们能成为神家的一份子 成为神家庭的一员的邀请 是普世性的 但是有一个条件 相信耶稣 圣经说 你们大家都借着信根基督耶稣 合而为一 成为上帝的儿女 你属灵的家 比你肉身的家更重要 因为那是永远的家 地上的家虽是神美好的礼物 但却是短暂脆弱的 会以为离异 疏离 年老 及无可避免的死亡而破碎 但是我们属灵的家 和其他信徒的关系 却可存留到永恒 是比血缘关系 更为坚固的契合 每当保罗停下来 想到神这个永恒的计划 就不禁发出赞美 当我想到神的智慧和计划 我就在天上地下各家各族的本源 我们的神面前屈膝 神家的好处 从你重生进入神的家的那一刻起 神就给你一些 令你惊异的生日礼物 姓氏 长相 特权 亲密的关系 和继承的产业 圣经说 既然是儿子 就靠着上帝承受产业了 西约圣经非常强调 我们丰富的产业 圣经说 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 在基督耶稣里 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可以分享这个家的财富 在地上 我们有丰富的恩典 恩慈 忍耐 荣耀 智慧 力量和怜悯 但我们在永恒 会继承更多的产业 保罗说 我愿意你们知道 他所赐给他子民的 是何等丰富荣耀的产业 这产业包含什么呢 首先 我们可以永远与神同在 第二 我们会变得完全像基督 第三 我们不会再有痛苦 死亡和折磨 第四 我们会得到奖赏 重新被委派侍奉岗位 最后 我们更可以分享基督的荣耀 那是何等的基业 比你能够想象的更富有 圣经说 上帝为他的子民 保留在天上的福泽 这福泽是不败坏 不污损 不衰残的 这表示你永恒的产业 是无价 完美 恒久 受保护的 没有人能从你身上夺去 也不会受战争 经济衰退 或自然灾害的毁坏 这永恒的产业不是退休 是你应该向往 并努力争取的 保罗说 无论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因你们知道 从主那里 必得着基业为赏赐 退休是短世的目标 你应该为永恒而活 受洗归入神家的标记 健康的家庭 都有值得自豪的地方 家人不会羞于 承认自己是家中的成员 令人伤感的是 我曾遇过不少信徒 他们从来没有遵照 耶稣的命令 借着受洗 公开承认 自己属于神的家 洗礼不是可有可无的仪式 随你任意拖延 它代表你归入神的家 是你向世界公开宣告 我不已成为 身家中的一员为耻 你受洗了没有 耶稣吩咐他家里所有的人 都要遵守这项美好的命令 他告诉我们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 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有很长一段时间 我对耶稣在大使命里 将受洗 传福音与教导 列为同等重要 而感到困惑 为何受洗这样重要 后来 我才知道 因为他向征神 给予我们的第二个人生目的 参与在神永恒的家中 享受团契教义 受洗约含著重要意义 受洗是 向人宣告你的信心 代表你与基督同埋葬 同复活 象征你救的生命已经死去 并公开宣告 你在基督里有了新生命 亦是庆贺你加入神的家 受洗也是一幅描绘 属灵真理的现实图画 代表了神如何把你带进他的家 我们不拘 是犹大人 是希腊人 是为奴的 是自主的 都从一位圣灵受洗 成了一个身体 隐于一位圣灵 不过 受洗不会使你成为神家的一份子 唯有信耶稣才可以 但洗礼显出 你是神家的成员 就如结婚戒指一样 是个有形的提醒 叫我们不要忘记 出自内心的尾身 受洗时开始 而非当你灵命成熟时 才做的一件事 圣经指出 唯一的条件 就是你相信 在新约圣经中 人信主后 便立刻接受洗礼 在五旬节 有三干人 在信主当日接受洗礼 其他如 埃提阿伯的太监 在信主后 当场受洗 而保罗和希腊 则替菲利比玉族 和他驾驭深夜受洗 新约中 没有出现过 稍后洗礼的事 若你还没有 遵照基督的命令 接受洗礼 以表达 你相信基督的话 现在就赶快去受洗吧 人生最大的特权 圣经说 因那使人成圣的 和那些得以成圣的 都是出于一 所以 他称他们为弟兄 也不以为耻 让我们铭记 这奇妙的真理 你是神家中的一员 因着耶稣 使你成为神家里的 一个成员 神以你为傲 耶稣的话绝对不错 耶稣伸手指住门徒说 这是我的母亲 和我的弟兄 凡遵行 我天父旨意的人 就是我的弟兄 姊妹和母亲了 成为神家里的一份子 是至高无上的荣耀与特权 非任何事物能够相比 每当你感到自己 不被重视 不被爱 或缺乏安全感时 记得你属于神 成为神家里的一份子 是你所能得到 最至高无上的荣耀和特权 第十六天 最重要的是 无论我说什么 信什么 或做什么 若没有爱 我便一无所有 爱就是遵照 神命令我们的方式去生活 正如你们从起初 所听见的命令 在爱中生活 生命全关乎爱 因为神是爱 所以神最盼望 我们在世上学习的功课 就是如何去爱 当我们去爱的时候 便最像它 因此 爱是神给我们 所有命令的根基 因为全律法 都总结在一条命令 爱人如己 学习不自私地去爱 不是意识 因为这违反我们 自我中心的本性 所以要穷一生之工 去学习 神要我们爱每一个人 但他特别要我们 爱神家里的人 这是我们人生的 第二个目的 彼得说 特别要爱信主的 弟兄姊妹 保罗回应这个意见说 我们一有机会 帮助别人就该做 但是对于 在神家中的信徒 更应加以特别的照顾 为什么神坚持 我们要特别怪 其他信徒呢 为什么我们要 心爱他们呢 因为神盼望他的家 以爱建称 耶稣说 我们向世界最好的建政 不是我们信仰的教条 而是我们彼此相爱 他说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在天堂 我们永远享有神的家 但首先 我们在世上 却需要努力为那 永恒的爱 准备自己 神给我们一些家庭责任 来训练我们 其中最重要的是 学习彼此相爱 神要我们与其他信徒 经常紧密地交往 来学习爱的技巧 与人疏离 无法学习爱 你必须处在人际当中 与一些令人厌烦 不完美 令人沮丧的人相处 才能学会 透过团契生活 我们学习到 三个重要的真理 爱是人生最好的应用 爱应该是 你最优先的次序 最基本的目标 最伟大的志向 爱不是你生命中 很好的一部分 而是最重要的部分 圣经说 让爱成为 你最大的目标 只说 我人生目标之一 是爱是不够的 这听起来 好像爱 只不过是 你十大目标之一 关系应该是 你生命中的首要 为什么 生命没有爱 就无价值 保罗指出 无论我说什么 信什么 或做什么 若没有爱 我便一无所有 我们往往把关系 当作可有可无 我们会有 找时间陪孩子 或挪时间 见朋友 这样的说法 这听起来 令人觉得 关系只是生活中 诸多行事力的一部分 但是神却说 关系是生命最重要的 十界中 有四界论起 我们与神的关系 其余六界 则是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 但全部十界 都是关于关系 耶稣把神最看重的事 总结为 爱神与爱人 他说 你要尽心 尽性 尽意爱主 以你的神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仿 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两条诫命 是律法和先知 一切道理的总纲 学习爱神 然后学习爱其他人 这是你人生第二个目的 生命里最重要的 不是成就或财富 而是关系 那么 为什么我们 往往允许 我们的关系被牺牲呢 当我们忙碌时 便省略关系 减少花时间 精神 精力 在爱的关系上 神认为 最重要的是 已被其他紧急的事代替了 忙碌是关系最大的敌人 我们的生活 常被生计 工作 账单 目标挤得满满 好似这些事情 是人生的重点 其实人生的重点是 学习去爱 爱神和爱人 人生减去爱等于零 爱永远长存 神要我们将爱 放在首位的另一个原因 是爱永远长存 如今常有的有信 有望 有爱 这三样 其中最大的是爱 爱能存留后代 你如何待人 而不是你的成就或财富 是你能存留在地上 最持久的影响 德雷莎修女说 重要的 不是你做了什么事 而是你为这事 付出多少爱 爱是永远长存的秘诀 我陪伴过许多人 度过他们生命 最后的一刻 当他们面临永恒的边缘时 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人说 拿我的证书来 我想多看他一眼 取我从前所得的奖状 金牌 金手表来给我 当生命即将终结时 人们要的不是被东西包围 而是被人包围 以我们所爱的人 与我们有关系的人 在人生的最后一刻 我们都了解 关系才是人生命的全部 懂得尽快学会这真理的人 便是智者 莫等到临终时 才明白 关系才是最重要的 神根据我们 如何去爱评估我们 将学习去爱 当作人生目标的第三个理由是 神会根据我们 如何去爱 而做出评估 神评估我们 属灵城熟度的方法之一 就是根据我们 关系的品质 在天堂 神不会说 告诉我你的职业 你银行的存款 以及你的嗜好 他会解释你如何对人 特别是那些有需要的人 耶稣说 爱他就是爱他的家人 并照顾他们实际的需要 这些事 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 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当你进入永恒 你必须留下一切 所能带走的 就是你的品格特质 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 唯一重要的 便是经由爱 表达出来的信心 既然如此 我建议你 每天清早起来 在床边跪下 或做出祷告说 神啊 不管我今天成就了什么 我要确定 我花时间 爱你并爱人 因为这是生命最重要的 我不想浪费了今天 若你会将其浪费掉 神和必要 多给你一天了 最能表达爱的方式 是付出时间 事情的重要与否 可由我们愿意花多少时间 在上面来衡量 你花时间越多 就显示那件事情 对你的重要性和价值越多 你若想知道 一个人看中什么事情 只要看看他们 怎么使用时间就知道了 时间是你最珍贵的礼物 因为你只有一生 那么多的时间 你可以多赚金钱 但不能多赚时间 因此当你付出时间给某人 乃是将你生命的一部分送给他 而那是绝对要不回来的 因为时间就是生命 所以时间是你所能给人最大的礼物 单单口头上说 关系很重要并不足够 还必须花时间在关系上来证明 只有言语是没有用的 我们相爱 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 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关系需要花时间与努力 而表达爱最好的方式是付出时间 爱的真谛不是我们想 或做或供应别人 而是将自己给出去多少 男人大多不明白这一点 很多人对我说 我真不懂我太太 小孩 我供应他们一切所需 他们到底还要什么 他们要的是你呀 你的眼睛 你的耳朵 你的时间 你的关心 你的同在 你的专注 这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的 最令人渴慕的爱的礼物 不是钻石 玫瑰 或巧克力 而是专注 爱是如此的凝聚 专注在另一个人身上 令你在那一刻 忘了自己的存在 专注等于说 你是如此珍贵 以至于我不惜 将我最宝贵的资产 我的时间 给你 每当你付出时间 你就是做出牺牲 而牺牲就是爱的真谛 耶稣为我们做了榜样 要凭爱心行事 正如基督爱我们 为我们舍了自己 当作新乡的共物 除去我们的罪 你可以付出 而没有爱 但你不能爱 而不付出 谁爱是人 甚至赐下 爱意味放弃 为别人的好处 放弃自己的喜好 舒适 目标 安全感 钱财 精力 或时间 去爱的最佳时刻 就是现在 拖延有时是应付 所遂事的最好方法 但因为爱是最重要的 所以要立刻去做 圣经一再强调说 有了机会 就当向众人行善 利用每一个机会行善 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 不可推辞 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是行 你那里若有现成的 不可对黎舍说去吧 明天再来 我必给你 为什么现在是你表达爱的 最佳时刻呢 因为你不知道 还有多少机会 环境会变 人会死去 孩子会长大 你不能保证有明天 你若要表达爱 最好现在就行动 既然知道 有一天要站在神的面前 你便要认真考虑 以下的问题 你要如何解释那些 你看中工作企划案 或某些事情 胜过人的时候 谁是你需要与之多花时间的人 你要从你的日程表上 删去哪些事 使之可能 你需要做什么牺牲 爱是人生最好的应用 最能表达爱的方法 是付出时间 去爱最好的时刻 就是现在 第十七天 有所归属 你是神家的成员 神国度的子民 与其他信徒同属神家 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 真理的注释和根基 神不但要你相信他 他召你来归属于他 即使在完美无罪的伊甸园里 神说那人独居不好 我们被造是要活在群体中 与人交往 建立家庭 我们没有人能单靠自己 成就神的目的 圣经没有记载过 任何离群所聚的圣徒 或与其他信徒隔绝的隐士 圣经说我们被放在一起 连结在一起 一起被建立 互相为肢体 一起作为神的后四 彼此配合 结合在一起 并且将来要一起被提 你不再是独自一人 虽然你与基督的关系 是个人的 神却从来没有 想要让这关系是隐秘的 在神家里 你和其他信徒是连成一体 永远彼此相助 圣经说 我们这许多人 在基督里成为一身 互相联络作肢体 也是如此 跟随基督 不单是相信 也是归属 我们是他身体 一级是教会一的成员 卢医师认为 成员这次愿于基督教 但现在已失去他原先的意义 商店给会员折扣 广告商将会员级成名单工 宣传使用 在教会里 教会会员往往沦为 把名字加在会员册上罢了 没有任何要求与期望 对于保罗来说 作为教会会员 一级成为一个活的身体的重要器官 是基督的身体不可或缺 无法割舍的一部分 我们必须恢复并实践圣经中会员的真意 教会是一个身体 不是一栋建筑物 是一个活的生命体 不是一个组织 身体器官要发挥功用 就需要与身体连接 对于作为基督身体一部分的你 也是如此 你被造 这是为了你特别的任务 但是你若没有与一个有生命的地方教会相连 你就会措施人生第二个目的 当你与人交往时 就会发现自己生命的角色 圣经告诉我们 身体的每部分都有它的作用 这身体是基督的身体 是拣选的子民 每个人在他的身体发现自己的意义和作用 若是做一个如同被砍断了的手指或剁掉的脚趾 我们还有什么价值呢 假如一个器官与身体分离 就会萎缩死去 绝无法单独存在 你也是这样 与当地教会的生命血脉断绝联系 你的属灵生命也会枯萎消失 这就是为什么宁命倒退的第一个征兆 就是不常参加聚会 不与其他信徒联系 当我们不再关心团企生活 其他的一切也就同样走下坡 我们不能轻看和忽视 作为神家成员的重要性 因为教会是神在世上的计划 耶稣说 我要建立我的教会 地域一切的权势都不能胜过它 教会永不会被毁灭 它要存到永远 比宇宙更长久 你的角色也是这样 说我不需要教会的人 若不是自大就是无知 教会是如此重要 以至主耶稣为教会定在十字架上 正如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圣经称教会为基督的心腹 或基督的身体 我无法想象对耶稣说 我爱你 但不喜欢你的妻子 或者我接受你 但不要你的身体 但是 每当我们轻视教会 贬义教会 抱怨教会时 我们便是如此做 神命令我们爱教会 正如耶稣爱教会一样 圣经说 爱你属灵的家 很可惜 太多基督徒只利用教会 却不爱教会 你的团契生活 当圣经提到教会时 除了有几次 是只利施利贷以来的信徒外 都是指一个肉眼能看见的当地群体 西约圣经中 地方群体是有会员制的 唯一部署任何地方教会群体的会员的基督徒 是那些因为犯了严重公开的罪而受教会处分的信徒 他们因而被教会从团契当中除名 以为成戒 圣经说 没有参与教会的基督徒 就好像没有身体的器官 没有羊群的羊 没有家的小孩 都是不正常的情形 圣经说 你与其他信徒 同属于神家的人 今日的文化 强调独立的个人主义 造成了许多属灵的孤儿 就是所谓的兔子信徒 像兔子一样 从一间教会跳到另一间 没有身份 没有责任感 缺乏伪身 许多人相信 一个人不加入教会 也能成为好基督徒 但神却绝不同意 圣经提出许多有利的理由 说明 你为何要伪身于教会 并积极参与当地的团契相交生活 为何你需要教会家庭 教会家庭表明 你是真信徒 不委身任何信徒团体的人 就不能声称 自己是跟随基督的 耶稣说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当不同背景 种族 社会地位的人 因助埃聚在一起 成为神的大家庭 对世界是一个强有力的见证 独自一个人 不是基督的身体 你需要和其他信徒在一起 才是基督的身体 教会家庭 令人不在目我中心 教会是我们学习 在神的家中 与人相处的客室 这是一所实验室 学习不自私 对人有同情心 作为一个参与其中的会员 你在此学习关心别人 以及与人分享经验 若一个肢体受苦 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 若一个肢体的荣耀 所有的肢体就分享他的荣耀 唯有当我们经常与一些平凡 不完美的信徒交往 我们才能学习真正的团聚相交 并经验彼此连结 互相扶持的新约真理 神教导的团聚相交 是我们彼此尾身 正如我们对耶稣基督的尾身一般 神期待我们为彼此付出生命 许多基督徒知道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却没有留意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 主为我们舍命 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 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 神期待的就是 你以这种牺牲的爱来爱信徒 愿意以耶稣爱你的方式 去爱其他的人 教会家庭帮助你灵命增长 单单参加崇拜众会 或做个被动的旁观者 你绝对无法长大成熟 只有积极参加当地教会生活 灵命才会增长 圣经说 教会中每一个人都各按其职 各尽所能 彼此相助 教会便在爱中建立起来 并且渐渐长大 西约圣经有五十多次 用彼此和互相这两个词汇 神命令我们彼此相爱 彼此代求 互相勉励 彼此劝勉 彼此问候 彼此服侍 互相教导 彼此接纳 彼此尊重 背负彼此的重担 彼此饶恕 彼此顺服 彼此忠心等等 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会员 这就是神希望 你在当地的信徒团契当中 履行的家庭责任 你要和谁完成这个目标呢 在没有人干扰你的选择时 生活比较容易过的圣洁 但这是虚假 又经不起考验的圣洁 树立独处 衍生出虚假蒙骗 在没有别人挑战的情况下 我们很容易 以为自己很成熟 真正的成熟 只能在人际关系中 表现出来 若要成长 除了读圣经外 我们还需要其他信徒 从别人身上的学习 和彼此独责 会令我们成长得更快 更强健 当别人分享神 如何教导他们 我们也会从中 有所学习并成长 基督的身体需要你 在神的家中 祂给你一个独特的角色 这叫做你的事工 是神给了你恩赐去做的 圣灵使个人 有不同的才干 为要使整个教会 都得益处 是神把你摆在 你当地的信徒团契当中 让你去发现 发展并使用你的恩赐 或许你有其他更多 更广的事工 但那是你在地方教会 侍奉以外的事工 耶稣并没有应许建立你的事工 祂应许建立祂的教会 你要分担基督的普世使命 耶稣在地上时 神借着祂的肉身工作 现在神用祂属灵的身体工作 教会是神在世上的器皿 我们彼此相爱 不单只是表现神的爱 更是一起把这爱 带到世界每个角落 这实在是神给我们的 一个了不起的特权 作为基督身体的成员 我们是祂的手 祂的脚 祂的眼 祂的心 祂透过我们在世上做工 我们个人 都有所要做出的贡献 保罗告诉我们 他借着耶稣基督 创造了我们来 加入祂的工作 就是祂已经准备好 要我们去做的善工 教会家庭 帮助你避免灵命退步 没有人能免于受试探 在某种环境下 你我都会犯罪 所以神给每个人责任 去帮助其他人走正路 圣经说 天天彼此相劝 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最迷惑 心里就刚硬了 自扫门前学 不是基督徒应有的态度 我们被照 被命令参与在彼此的生命中 假如你知道 有人的灵命岌岌可危 你有责任去带领他们 回到团契生活来 雅各告诉我们 你若知道有人迷失离开真道 不要不管他 要追上去 把他找回来 当地教会的另一个好处 是属灵领袖 能提供灵命的保护 神给牧羊人责任去领导 保护 防御 并关心他羊群的属灵福祉 圣经告诉我们 他们常常看顾你们的灵魂 因为他们将来要向上帝交账 撒旦喜欢游离的信徒 怂恿他们离开神的家和属灵领袖 因为他知道 这样的信徒是失防的 没有能力抵抗他的计谋 一切都在教会 在我直奔标杆一书里 我曾解释 为什么做一个健康教会的成员 是过健全生活的要领 我希望你也能读那本书 因为能帮助你了解神 如何借着他对教会的计划 帮助你完成人生的五个目的 他建立教会 以满足你五个最大的需要 一个为之而活的目的 与之同度人生的伙伴 赖以为生的原则 一份活得出来的信仰 以及建议生活的能力 世上没有其他地方 可同时找到上述五个好处 神基于教会的五个目的 与给你的五个目的相同 敬拜让你注目仰望神 团契相交助你 面对人生难题 门徒训练兼顾你的信心 服饰让你发掘才能 传福音使你完成使命 世上实在没有其他地方 可与教会相比拟 你的选择 婴孩一出生 自然就成为宇宙人类的一份子 但婴孩仍需要属于某个家庭 被喂养照顾而健康地成长 属灵的事也是这样 当你重生后 你就自然成为神家的一份子 但是你也要投身当地教会 成为教会的成员 参加教会和成为会员的 分别在于有没有尾身 参加者是场外的旁观者 会员则参与侍奉 参加者是消费者 会员则是贡献者 参加者想从教会中得到好处 而不愿分担责任 他们就好像一对男女 只要住在一起 却不愿意尾身结婚 为什么加入当地教会很重要呢 因为这证明 你真正投入了属灵的弟兄姊妹中 而不只是理论罢了 神要你爱真实的人 而不是爱完美的人 你可以穷一生之久 去找寻完美的教会 但你永远没法找到 你乃是被召去爱不完美的罪人 如同神所做的一般 在《使徒行传》里 耶路撒冷的基督徒 非常注重彼此的尾身 对于团契生活非常地忠心 圣经说 他们专心向使徒们领教 参加团契生活 分享爱言 一起祷告 神期望我们今天也一样 基督徒的生命不只是尾身基督 也包括尾身于其他的信徒 马其顿的基督徒明白这一点 保罗说 他们首先将自己交给神 然后按神的旨意 将他们自己给了我们 当你成为神的儿女后 加入当地教会 是顺理成章的下一步 你借着尾身基督 成为基督徒 借着尾身一个特定的信徒群体 成为教会的会员 第一个决定带来救恩 第二个决定则带来团契生活 第十八天 一起经历生命 你们每一个都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 蒙间选一起和睦共处 弟兄姐妹和睦相处 是多么幸福 多么快乐 生命本来就是要分享的 神的本意 是要我们一起去经历生命 圣经称 这种经验分享为团契 今天团契已失去圣经的原因 现在团契往往指的是 闲谈 社交 玩乐 如今你在哪里团契 意思是你参加哪里的教会 请留步参加团契通常是指 请留步享用茶点 真正的团契不只是参加聚会 亦是一起经历生命 这包括无私互爱 真诚分享 实践服事 牺牲的付出 同情安慰 以及所有新约圣经中 有关彼此的命令 团契的人数很重要 小一点比较好 当然 你可以与一大群人一同敬拜 一个人不算是团契 当一个小组超过十个人 就会有人停止参与 那人往往是最安静的那一位 而小组则开始由一小撮人来支配 主耶稣所训练的是一小群门徒 他可以呼召更多人 但他知道 若要人人都参与 小组人数不能超过十二人 基督的身子就如我们的身体一样 有许多的细胞组成 基督身体的生命也好比我们的身体一样 是活在细胞里面 因此 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加入教会的小组 如家庭团契 主日学 或查经班 真正的团契生活发生在此 而不是在大型聚会当中 假如你把教会比你成一艘大船 小组就是上面的许多救生艇 神对于信徒的小组 有许多令人惊异的应许 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 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可惜的是 即使参加小组 也不保证你会经验真正的团契生活 许多主日学和小组 只是留于表面功夫 而不懂如何去经历真正的团契生活 究竟真正的和虚假的团契生活 有何不同呢 真正的团契生活 让我们经历真诚 真诚的团契生活 不是肤浅 表面的闲谈 而是坦诚交心 有时更是掏心分享 这样的情形 发生在人们诚实地 袒露自己的本相 以及自己的生活经历时 他们能分担伤痛 倾诉感受 承认自己的失败 公开他们的疑虑 承认他们的畏惧 认识他们自己的弱点 并且要求别人的帮助与带导 这样的真诚 可能与你在某些教会 所看到的正好相反 代替一种诚实谦卑气氛的 是虚假 伪装 玩政治花样 以及表面的礼貌 与肤浅的对话 人们戴着面具 处处防人 表现出一副 幸福美好的样子 这样的态度 致使团气死亡 只有当我们将自己的生命敞胎 才能经历真正的团气生活 圣经说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 如同神在光明中 就彼此相交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 便是自欺 世人以为亲密的关系 发生在暗处 但神却说要在光明中 黑暗隐藏我们的伤痕 过错 恐惧 失败和瑕疵 但在光明中 我们把这些全都公开 并坦白承认我们的本相 当然 让人知道 自己真实的一面 需要勇气与谦卑 这样做意味着 我们要去正式对袒露 遭受拒绝 再次被伤害的恐惧 为什么有人愿意冒 这个险呢 因为这是唯一能使灵命成长 情绪健康的办法 圣经说 你们要彼此认罪 互相代求 使你们可以得医治 只有借着冒险 我们才能成长 而这其中最艰困的冒险 是诚实地面对自己 与其他的人 真正的团契生活里 人们经历相互的关系 相互的关系 是给予 也是付出 是双方面的努力 圣经说 神所设计的身体 让我们明白 如何在教会中 一同生活 各部分是互相依赖 相互关系 是团契生活的核心 建立互惠的关系 分担责任 彼此帮助 保罗说 我愿意我们 凭信心彼此帮助 你的信心帮助我 我的信心也帮助你 当有人与我们同行 鼓励我们 我们的信心就更稳固 圣经要求我们 彼此督责 彼此鼓励 彼此服侍 和彼此尊重 西约圣经超过五十次 在不同的事情上 命令我们 要彼此和互相 圣经说 勿要追求和睦的事 与彼此建立德性的事 你不需要 负每个信徒的责任 但你却要对他们负责 神期望你尽力帮助他们 真正的团契生活里 人们经历同情 同情不是提供建议 或给予方便的表面帮忙 同情是进入别人的受苦中 与人一起分担 同情是 我明白你现在的处境 你的感受既不奇怪 也不疯狂 现代人称之为同理心 圣经却用同情 圣经说 既是神的选民 就要存同情 恩慈 谦卑 温柔 忍耐的心 同情可以满足人类的 两种基本需要 被了解的需要 与被接纳的感受 每次你了解 并肯定对方的感受 你就建立了团契关系 问题是 我们总是匆匆忙忙的处理事情 以至于往往没有时间同情别人 又或者是被自己的伤痛所占据 自怜使我们对别人的同情心枯竭 团契生活有不同的层次 各有其不同适用的时机 最简单的团契层次是分享与一起学习神的话 较深的层次是服事的团契生活 如一起参加宣交或关怀工作 最深 最强烈的层次是受苦的团契生活 在这样的团契关系里 我们进入彼此的受苦当中 一起哀伤 一起承担彼此的重担 世上最了解这个层次的基督徒 是那些遭受逼迫 鄙视 为信仰而殉道的基督徒 圣经命令我们 你们要分担彼此的难处与重担 这样做就是遵守基督的律法 在最危急 最痛苦 最悲哀 最疑虑的时刻 正是我们最需要彼此的时候 那就是我们最需要主内肢体的时候 我们需要一小群的朋友 用信心扶持我们渡过难关 在小祖当中 即使当神显得很遥远的时候 基督的身体却是真实可见的 这正是约伯在受苦时急切需要的 他呼求说 那将要灰心 离弃全能者 不敬贵神的人 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 真正的团契生活里 人们经历怜悯 团契是一个有恩典的地方 在那里错误 不是遭责备 乃是被抹消 团契相交 发生在怜悯剩余公义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怜悯 因为我们都会失足 跌倒 需要别人帮忙 我们重新站起来 我们需要彼此怜悯 并且愿意接受别人的怜悯 神说当人犯罪 你应该赦免他 并且安慰他 免得他灰心而放弃 没有饶恕 就没有团契生活 神警告 不要对人怀恨 因为苦毒和怨恨 会破坏团契生活 我们都是不完美的罪人 长期相处之下 不免会伤害到彼此 有时是无意的 有时是有意的 但不论如何 都需要大量的怜悯与恩典 来开创并维系团契生活 圣经说 你必须包容彼此的过失 饶恕冒犯你的人 要记得主已经饶恕了你们 所以你们也要饶恕别人 神对我们的怜悯 是我们怜悯人的动机 请谨记 神宽恕你的 永远比你宽恕 其他人的更多 当你被人伤害时 你可以做一个选择 我要以我的经历 与情绪去报复 或去化解 你只能二选一 无论对方有没有要求 被赦免 赦免都需及时 信任则需靠时间去重建 信任需要可资财信的记录 如果某人屡次伤害你 神命令你立刻原谅他 但神不会期望你立刻信任他 你也不用容让他继续伤害你 他们必须靠时间来印证 他们已经有所改变 重建关系最好的地方 是提供支持的小组环境 他能提供鼓励与督责 一个委身于真实的 团契相交的小组 还有其他许多好处 是基督徒生命中 必要的一部分 绝不能小看 2000多年来 基督徒一向都是 聚集成小组 过团契生活 若你从来没有 参加过任何小组 你就错过太多了 下一章 我们将探讨 如何与其他信徒 共创这种团契生活 希望本章能令你渴望 经历这种真诚 互惠 同情 怜悯的真正团契生活 你被造是为了彼此契合相交 第十九天 耕耘群体生活 只要你竭尽所能 彼此和睦共处 互相尊重 你就可以培育一个健康 稳固 又和神心意的群体 他们为神遵守使徒的教训 一起生活 领受圣餐和祈祷 群体生活需要为神 只有圣灵能创造出信徒间 真正的团契相交 但圣灵根据我们的选择和为神 来培育这样的团契 保罗指出 这是双方面的责任 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 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充满爱的基督徒群体 需要神的大能 加上我们的努力 才会产生 很可惜 许多人来自 关系不健全的家庭 以致他们 缺乏建立真正的团契生活 所需的关系技巧 他们需要学习 在神的家里 如何与人相处 如何建立关系 幸好新约圣经 充满许多 关于如何一起生活的教导 保罗说 我写这些给你们好 让你们知道 在神的家 应该怎样生活 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 如果你已经厌倦 虚假的团契生活 而想在小组 主日学 或教会的群体中 耕耘真正的团契生活 那你必须做一些 艰困的选择 并且冒点险 耕耘群体生活 需要诚实 你必须足够关怀人道 可以爱心说实话 即使在你宁可掩饰问题 或忽视事情时 当身边的人 以罪恶的方式 伤害自己或别人 较容易的处理方法 是保持坚默 但这样做 却不是有爱心的做法 大部分的人 在他们的一生中 都没有人爱他们 到足以对他们说实话 因此 他们继续活在 自我毁灭的方式下 我们明知该对某人说什么 但往往我们却一害怕 而说不出口 很多团契生活 都被恐惧所破坏 当其中有成员的生活 出问题时 小组里没有人 有勇气说出来 圣经告诉我们 用爱心说诚实话 因为不坦诚 便不可能有群体 所罗门说 诚实的回答 是真有意的记号 有时候 这一集足够关怀到 慈爱的指证某个 正现在罪中 或正面临试探 即将犯罪的人 保罗说 弟兄姊妹 若有人在你的群体里 犯了某个过错 你们属灵的人 要去找那个人 温柔地帮助他 走回正路来 很多教会团契或小组 由于表面功夫 因为大家都害怕冲突 每次有某件 会引起紧张 不安的问题发生时 便立刻被掩饰起来 以便保持一种 伪装的和平 那位何氏老先生 便跳出来 试著抚平 每个人的数法 但是事情却没有解决 每个人都活在 挫败的暗流下 每个人都知道这个问题 但没有人公开说出来 这种情形 制造出一种 隐秘的病态环境 成为是非流眼的滋生地 保罗的解决方法很直接 不要再说谎 不要再假装 与邻居说实话 因为在基督的身体里 我们互为肢体 当你向别人说谎 你结果是向自己说谎话 真正的契合 无论是婚烟 友谊或教会 都惦记于坦诚 其实 冲突的坑道 是任何亲密关系的 必经知道 直到你关怀到一个地步 愿意去面对并解决内心的障碍 否则你永远无法与人亲近 冲突若妥善处理 我们往往可以借助面对 并解决彼此的差异 而使彼此更亲近 圣经说 说到底 人欣赏坦诚 多于奉承的话 坦诚并不代表 你可以在任何地方 任何时间任意说话 这是貌似无理 圣经教导我们 在适当的时间 做合宜的事 不经思索的话 留下永久的伤痕 神要我们在教会里彼此 说话要如同相爱的家庭成员之间 一般不可言则老年人 只要劝他如同父亲 劝少年人如同弟兄 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 劝少年妇女如同姊妹 总要清清洁洁的 可悲的是 许多团妻生活 都毁于欠缺成实 保罗则被哥林多教会保持沉默 容忍不道德的是 发生在他们的团妻当中 由于没有人有勇气指正 因此他说 你们绝不能把眼睛瞥 一边去装作没看见 希望事情就这样过去 把事情公开来处理 宁可遭费难困窘胜于下地狱 你们将之当作一件小事情 但这绝不是一件小事 当你们当中 有人淫乱作恶 离开神 或对朋友鲁莽 醉酒贪财强暴时 你们不应该装作没事 你们不能就随他去 好像这是可接受的行为一般 外报人的行为 没有我的责任 但对于在我们当中的信徒 我们难道没有责任吗 耕耘群体生活需要谦卑 自大 交金 固执比任何事物 更快速地摧毁团契 骄傲是在人与人之间建筑为强 谦卑则是在价脚梁 谦卑是建立关系的润滑剂 正如经上所说 穿上谦卑来带人 对团契而言 最合适的穿着是谦卑的态度 经文继续说 因为神抵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这是我们要谦虚的第二个理由 骄傲阻挡神在我们生命里的恩典 恩典正是我们成长 改变 得医治 帮助人 绝对需要的 我们必须借着谦卑地承认自己的需要 来接受神的恩典 圣经说 任何时候我们骄傲 我们就是活在与神对抗当中 那是既愚蠢又危险的生活方式 有几个具体的方法 可以让你谦虚 承认自己的弱点 忍耐别人的短处 接受别人的指正 以及将功劳让给别人 保罗建议说 同心合意地与人和谐相处 不要自高自大 反要心理谦逊 迁就卑微的人 切不可自觉优越 悟空一切 对腓立比的基督徒 保罗写道 把荣耀多归在别人身上 少归在自己身上 不要只顾自己的好处 来要为别人的好处着想 谦卑不是小看自己 而是少想到自己 多想到别人 谦卑的人专心服侍他人 不为自己着想 耕耘群体生活 需要保持礼貌 礼貌是尊重彼此的差异 体贴别人的感受 容忍激怒我们的人 圣经说 我们必须担当责任 去体贴别人的疑虑与惧怕 保罗告诉提多 属神的人应该宽大礼让 每个教会 每个小组中 都至少会有一个 往往多于一个难缠的人 这些人或许有特别的情绪需要 严重缺乏安全感 没有礼貌 又缺乏社交技巧 你可以称他们为 Egre需要额外恩典的人 神为了他们与我们的好处 将这些人放在我们中间 他们是团契成长 和接受考验的机会 我们是否爱这些人 如自己的兄弟姊妹 并尊重他们 在一个家庭中 我们不是根据容貌或才干 去接纳其他的家人 而是根据我们彼此相主的事实 我们防卫 保护自己的家庭 家人之一或许有点笨 但他还是我们的一员 同样的 圣经说 要以手足之爱彼此相亲 用恭敬的心 互相礼仗 事实上 每个人都有怪癖 和令人厌烦的地方 但群体生活 不需抢求大家一模一样 团契生活 是基于我们与神的关系 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 礼貌的关键在于 了解别人 为何会有这样的表现 找出他们的背景 当你知道 他所曾经历过的 你就比较能谅解 与其总想到 他们还差得远 应该想到 尽管经历过这些伤害 他们实在已经很不错了 另一方面 礼貌是不仅是 别人的依据 只因为你对于某件事物不害怕 并不表示别人也不应该害怕 真正的群体 是人们知道 能安全地在此 与人分享他们的疑虑与恐惧 不用担心被论断 耕耘群体生活需要保密 只有在被接纳和保密的安全环境下 人们才会打开心门 分享自己内心深处的需要 伤害及措施 保密并不是知道别人犯罪仍保持坚默 保密的意思是在你的小组分享的 必须留在小组里 小组必须处理 而不是到处传讲 闲言闲语 神恨恶拨弄是非 尤其是那些假借为人代导 而散布闲言闲语的行为 神说 危言耸听 制造纷争 搬弄是非 破坏友谊 闲言闲语 总是带来伤害及纷争 破坏团契生活 神清楚吩咐我们 要对付那些 在基督徒当中 制造分裂的人 你若面对他们分裂的行为 加以指正 他们可能会愤怒 而离开小组或教会 即使如此 还是必须处理 因为教会的团契生活 比任何个人都重要 耕耘群体生活需要经常联系 建立真实的团契关系 必须频繁定期的 与你的小组联系 圣经说 让我们不放弃 一起聚会的习惯 好像有些人的习惯一样 却要互相劝勉 我们需要养成 定期聚会的习惯 所谓习惯 就是要常常做 不是偶尔为之 与人建立深入的关系 必须花许多时间 与人相处 这就是为什么 很多教会的团契生活这么肤浅 因为我们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在一起 而我们往往只是花时间 再听一个人讲话 群体生活不是因方便 有空才建立 而是出于确信相信 为了灵命的健康 我需要团契 如果想培育真正的团契关系 就算不想聚会时 也要相聚 因为你相信 这是重要的 早期的信徒 每天见面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 横切地在店里 且在家中拨饼 存着欢喜 诚实的心用饭 团契生活 需要付出时间 如果你是小组组员 我鼓励你们 定小组计约 内容包括 圣经中 有关团契生活的九个要素 我们分享真正的感受 彼此鼓励 彼此扶持 宽恕对方 用爱心说诚实话 承认弱点 尊重差异 不说是非 小组至少 当你看上述的特点 就能了解 为什么真正的团契生活 这么稀少了 这意味着 我们必须放弃自我中心 与个人独立 才能够互相扶持 你会发现 分享生命所带来的好处 远超过你所付出的 并且预备我们将来 过天堂的生活 第二十天 重建破裂的团契生活 他借着基督 使我们与他和好 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份 赐给我们 关系永远值得我们去重建 生命就是学习如何去爱 神要我们珍惜关系 即使有裂痕 伤害或冲突 仍然努力去维系 圣经说 神赋予我们重建关系的使命 因此 西约圣经很强调 与人相处的教导 为此原因 西约圣经花了相当多的篇幅 教导我们 如何彼此相处 保罗写道 究竟你们在基督里的生命 有没有使你们坚强起来 他的爱有没有鼓励了你们 你们和圣灵有没有团契 你们彼此间 有没有亲爱同情的心 如果有 我要求你们 要有共同的目标 同样的爱心 相同的情感 和一致的想法 保罗强调说 懂得与人和睦相处 是灵命成熟的标记 耶稣基督要他的家庭 以彼此相爱而著称 对于未信主的朋友 破裂的团契关系 是可耻的见证 这也就是 为什么当哥林多教会 分门结党相争而分裂 甚至彼此告上法庭时 保罗觉得 如此难为情的原因 他说 你们真丢人现眼 难道你们中间 没有一个智慧人 能处置基督徒之间的争吵吗 他对于教会里 没有人够成熟 足以和平地解决争闹 感到非常震惊 在同一封信里 他说 我迫切地劝你们 你们要彼此和睦相处 假如你要神赐福你 并想成为神的儿女 你就要成为 使人和睦的人 耶稣说 使人和睦的人 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成为 神的儿子 请注意 耶稣没有说 爱和平的人有福了 因为人人都爱和平 耶稣也没有说 和平的人有福了 他们从来不会被 任何事情搅扰 耶稣乃是说 那使人和睦的人 有福了 因为这些人 努力想办法解决纷争 使人和睦的人 是少有的 因为使人和睦 是艰巨的工作 既然你被造为 要成为神家里的一份子 神给你的第二个人生目的 是学习如何去爱人 及与人相交 因此 使人和睦 便是我们要培养的 重要技巧 不幸的是 我们大部分的人 都没受过解决冲突的教导 使人和睦 并不是逃避冲突 回避难题 假装问题不存在 或害怕把事情讲出来 其实都是懦夫 耶稣是和平之子 他从来不怕冲突 有些场合 他甚至为了 每个人的好处 而激怒人 有时候 我们需要避免冲突 也有时候 我们需要制造冲突 有时 则需要解决冲突 因此 我们必须祷告 祈求圣灵不断地带领 使人和睦 也不是姑息 总是让步 或做人家的踏脚垫 随便任人践踏 不是耶稣的心意 其实 耶稣在很多事情上 都拒绝妥协 坚持立场 去对抗罪恶 如何重建关系 作为信徒 神已照我们彼此和睦 以下是根据 圣经重建团契生活的七个步骤 与人谈话前 先与神谈话 把问题拿来与神讨论 若你能在与朋友闲言闲语之前 先与神商量 往往会发现 用不着你的帮忙 神便已经改变了你的想法 或改变了另一个人的想法了 只要你能多为你的关系祷告 一切的关系便会变得顺畅多了 正如大卫在诗篇所做的 以祷告来做垂直的交通讨论 告诉神你的挫折 哭求他 他绝不会为你的愤怒 伤痕 不安 或其他情绪 而感到惊讶或生气 所以你尽可以告诉他 你真实的感受 大部分的冲突 都是根植于 没有被满足的需要 这些需要 有些只有神能够满足你 当你期待你的朋友 配偶 上司 和家人 去满足 那只有神才能满足的需要时 你必定会失望 愿毒 除了神 没有人可以满足你所有需要 使徒雅各提醒我们 我们的许多冲突 都是因为没有祷告 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 是从哪里来的呢 你们得不着 是因为你们不求 与其仰望神 我们常常仰望人 来使我们快乐 当他们做不到时 我们就生气 神说 为什么你不先来到我跟前 采取主动 无论你得罪别人 或被人得罪 神期待你采取主动 不要等待对方行动 先去找对方 重建破裂的关系 是如此重要 以至于耶稣命令 我们在参与群体敬拜之前 先把关系重建起来 他说 所以你在祭坛上 献礼物的时候 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愿 就把礼物留在坛前 先去同弟兄和好 然后来献礼物 当团契关系很紧张 或破裂时 立刻安排和谈 不要找借口 逃避或托死改天再处理 尽快安排一个 面对面的聚会 拖延时间只会加深怨恨 令事情恶化 时间不能解决冲突 反而会加剧伤痛 快速的行动 可以减少灵性上的伤害 圣经说罪 包括未解决的纷争 除了使你自己很悲惨以外 还会阻隔你和神的团契相交 使祷告不蒙英云 约伯的朋友提醒他 让怨恨使你郁闷致死的是愚昧人 最没有意义的事 以及愤怒只是在伤害你自己 何谈成功与否 往往在于时间和地点 疲倦 有干扰 或匆匆忙忙的时候都不适合 最好就是 在尼亚状况最佳的时候见面 同情对方的感受 多听少说 尝试解决事情前 先聆听对方的感受 保罗建议 留意别人的事 不单是自己的事 留意的希腊原文是 Scopus 及后来英文的Telescope 和Microscope 一起细心观察 专注于对方的感受 而不是事实 先同情 再谋求解决之道 不要先企图说服对方 否定他们的感觉 先聆听 让对方毫无防卫地 将感受释放出来 即使你不同意他的说法 也要点头表示了解 感觉并不总是事实或和逻辑的 事实上怨恨使我们行为举止愚昧 大卫承认 当我的思想怨毒 我的感觉被伤害 我便如野兽一样愚昧 受伤时 我们的行动便都像野兽一般 圣经却相对地说 一个人的智慧 使他能忍耐 看清侮辱的乃是他的荣耀 忍耐来自智慧 智慧来自聆听别人的观点 聆听意味着我尊重你的意见 我在乎我们之间的关系 你对我很重要 一句老调说得好 在别人知道我们在乎他们之前 他们不在乎我们知道多少 要重建关系 我们必须背负 体贴别人疑虑与惧怕的重担 让我们讨别人的喜欢 而不是为自己的喜欢 并为对方的好处来行动 耐心容忍其他人无理的怒气 是一种牺牲 但请记得 这正是耶稣为你所做的 他为了拯救你而忍受无理恶意的怒气 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 向经上所记的 辱骂你的人的辱骂 都落在我的身上 承认自己在冲突中也有份 如果你认真想重建关系 就要先承认你自己的错获罪 耶稣说 这样做才能把事情看得比较清楚 先除掉自己眼中的大粮 让视野清晰后 才替弟兄清除眼中的目屑吧 每个人都有盲点 与冲突的另一方见面之前 可请第三者协助检讨你的行为 也求神指出你的错 要反问自己 我是否就是问题的所在 我是否不合情理 不敏感 还是太敏感 圣经说 如果我们说自己没有罪 便是欺骗自己 认罪是和好的有利途径 我们处理冲突的方式 往往制造了比原本的问题更大的伤害 当你从谦卑承认自己的错来开始时 便削减对方的怒气 并化解对方的攻击 因为他们可能以为你会为自己辩护 不要找借口或找待最羔羊 只要诚实地承认冲突中你所犯的错 承担责任 并请对方原谅 对是不对人 如果只顾处理过失 你就没法解决问题本身 你必须二者取其一 圣经说 温和地回答平息怒气 粗暴的言语激起愤怒 使用怒骂的言语无法使对方明白你的要点 为此你要有智慧地慎学你的言语 温柔地回答永远胜于讥讽的言语 解决冲突时 你怎么说与你说什么同样重要 如果你以攻击性的方式来说 对方便以防卫式的方式来听 神告诉我们明治人已通达建成 说话越温质 说服力越强 老道没用 伤害性的言语永远缺乏说服力 冷战期间大家都同意 有些武器太具毁灭性 不应该使用 今日国际监禁用生化武器 各国也逐渐销毁合资武器 为了团契关系 你必须销毁那些关系上的合资武器 包括控诉 轻视 比较 贴标签 侮辱和嘲讽 保罗总结说 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 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 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尽量合作 保罗说 要尽你的权利 跟大家和睦相处 和平需付出代价 有时要赔上我们的骄傲 往往要付上我们的自我忠心 为了团契生活 尽量与人协调 适应别人 以别人的需要为前提 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 当你能向别人示范 如何与人合作 而不是彼此争进格斗 你是被称为有福的 借此你发现真正的自我 并找到你在神家的位置 重视和好 而非解决问题 要所有人一致同意 每一件事是不合理的 和好乃是专注在关系上 解决问题 则专注在问题本身 当我们专注于和好 问题本身就失去它的重要性 往往变得无关痛痒了 即使不能解决彼此的差异 我们还是可以重建关系 基督徒之间 往往有正当 坦诚的不同论点与意见 虽然我们可以彼此不同 却不可以彼此不容 一颗钻石从不同的角度 看成不同的形貌 神奇妄合一 不是话一 我们可以彼此相交 而不需斤斤计较 去解决每一件事情 这并不表示 你放弃寻求问题的解答 你可能需要继续讨论 甚至辩论 但却是在一种 和谐的气氛当中进行 和好的意思 是把榔头埋起来 而不是把问题埋起来 不完这张 你应该与谁联络 你需要与谁重修关系 不要迟眼 现在就停下来 告诉神 与这人有关的事 然后拿起电话 开始这些步骤 这七个步骤 看似简单 行出来 却一点也不容易 重建关系 需要很多的努力 因此 彼得劝勉我们说 竭力与其他人 寻求和平 当你智力和好的工作时 正是做神要做的功 因此 神称使人和睦的 人为他的儿女 第21天 维护你的教会 你们乃是借着圣灵 以和平相结合 因此 务要尽力保持合一 最重要的 让爱来 引导你的生活 因为如此教会 才能在 宏美的和谐当中 保持合一 维护教会合一 是你的责任 教会里的合一 是如此重要 以至于 新约圣经 对于这一件事的注意 超过天堂或地狱 神切的期望 我们经历彼此的 和谐和一 和一是团契之魂 摧毁它 便如从基督身体中 把心脏挖走 这是神要我们 在教会中 共同经历 和一生活的核心 三位一体 就是和一最佳的典范 圣父 圣子 圣灵 是完全合而为一的 神牺牲的爱 谦卑虚己 以及完美和谐 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正如所有的父母 我们在天上的父 喜欢看到自己的儿女 融洽相处 主耶稣 在被诸拿前的最后一刻 仍恳切地 为我们的核祈求 在那最痛煽的时刻 他最关心的 也是我们的核一 可见 这是何等重要 神看重他的教会 过于世上一切 他为教会付上 最高的代价 他要教会得到保护 尤其要保护他 不因分裂 冲突和纷争 而遭柔烈毁坏 你若是神家的一员 保守团祭相交的合一 便是你的责任 主耶稣 基督委派你竭尽全力 维持合一 保护团祭相交 促进教会家庭 以及所有信徒之间的和谐 圣经说 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 所赐和而为一的心 我们要怎么做呢 圣经给了我们实际的建议 专注在我们的共同 而非我们相依处 保罗告诉我们 勿要追求和睦的事 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 同为信徒 我们同有一位主 一个身体 一个使命 一位父 一位圣灵 一个指望 一信 一喜 和同一的爱心 我们同受一样的救恩 一样的生命 一样的将来 这一切比任何差异 更为重要 我们应当专注于 这些共同点 而非个人的分歧 我们要牢记 是神选择给我们 每个人不同的个性 背景 种族和爱好 因此 我们应当珍惜 并享受彼此的不同 而不只是容忍不同 神要我们合一而非划一 为了合一 我们绝对不能让差异 使我们分裂 我们必须专注于 最重要的事 那就是学习 像基督爱我们般的 彼此相爱 并完成 主给教会 和我们的五个目的 冲突通常是个事情 告诉我们 焦点已转移到 在次要的事情上 就是圣经所谓的 引起争议的事情 当我们专注在 个性 偏好 诠释 风格或方法时 便产生分裂 但我们若专注于 彼此相爱 以及完成神的目的 便有和谐的结果 保罗劝勉众人 让我们有真实的和谐 好使教会 不致分裂 我劝你们 必须同心 在心意与目的上合一 你的期望要合理 当你明白 神对真正团契 生活的心意时 很容易对理想 与你自己教会的 现实之间的差距 感到灰心失望 即便教会不完美 我们仍必须 热切地爱教会 可求理想 批评现实 正是不成熟的表证 而另外一种情况是 去求现实 却不奋力追求理想 乃是安逸自满的表现 成熟是懂得 如何活在 这两种张力之间 有些信徒 会令你失望 这不应该成为 你不与之 团契相交的理由 即使他们的行为 不像一家人 他们仍然是你的家人 因此 你不能置之不理 神告诉我们 要彼此忍耐 以爱心互相宽容 人们对教会失望 有许多可理解的原因 这些原因 可以列成一张 很长的清单 冲突 伤害 伪善 疏聪 心胸狭窄 自毅 和其他许多的罪 与其觉得惊讶 我们必须紧记一教会本 就是由一群 包括我们在内的罪人 所组成的 正因为我们是罪人 便有意或无意地 伤害彼此 故此 我们必须留下来 尽一切可能 来努力寻求解决之道 而非离开教会 逃避没有用 彼此和好 才是迈向更坚强的品格 更深刻的团契相交之道 稍遇失望或困惑 便离开教会 是不成熟的表现 谁要教导你 以及其他的人 很多事情 再说 世上根本就没有完美的教会 每间教会 都有它的弱点和问题 因此 很快的 你会再一次失望 马格罗以一句话著称 他说 他不会想要 加入一个 愿意收他这种 人为会员的俱乐部 如果有一间教会 必须要完美 才能使你满意的话 它的完美 会凭除你于会籍之外 因为你不完美 潘霍华 一位为反抗纳粹党 而殉道的德国牧师 曾写了一本 有关团契生活的书 书中他提到 对教会幻想破灭 是一件好事 因为这正好打破了 我们对完美的错误期待 我们欲早放弃认为 教会必须完美 我们才能爱它的遐想 我们便愉快放弃伪装 并开始承认 我们都不完美 都需要恩典 这就是真正团契的开始 每间教会 都可以挂上一个牌子 写上 完美人士 无需申请入会 此处只为承认 自己是罪人 需要恩典 需要长进的人 而设 汤霍华说 爱个人理想中的团体 过于基督团契的人 会把后者摧毁 如果我们每天 没有为自己所在的 基督的团契 而献上感谢 即使是在 没有特别的经历 或立可兑现的复族 有的只是软弱 小心与艰困时 或相反的 我们继续不断地抱怨 觉得每一件事 都微不足道 那么 我们便阻碍了 神使我们团契成长 选择鼓励 而非批评 旁观挑剔 总是比参与贡献来的容易 神再三警告我们 不可彼此批评 比较和论断 在你批评其他信徒 凭着信心 与诚心所做之功的时候 你就干预了神的工作 你有什么权利 去批评别人的仆人呢 只有他们的主人 才可决定 他们所做的是对或错 保罗提醒我们 切勿批评或轻视 与我们看法不同的信徒 你为何要论断 你弟兄的行为 轻看他呢 我们个人终有一日 都要站在主的台前 接受他的审判 而非彼此审判 每当我们批评 其他的信徒时 四件事情便立即发生 我们失去与神的团契相交 暴露出自己的骄傲 和缺乏安全感 自招神的审判 以及伤害教会的团契相交 批评的灵 是代价极高的恶行 圣经称仨 但是弟兄的指控者 那恶者的工作 就是怪罪别人 抱怨和批评 神家中的人 任何时候 我们做这样的事 我们便是受到 愚弄为撒旦做工 请记得 别的基督徒 无论你多么 不同意他们的看法 他们并非真正的敌人 任何时候 我们花时间比较 批评其他信徒时 便是该花时间 建立我们团契的合一的时候 圣经说 让我们智力寻求和睦 用言语彼此造就 不要专找错处 叫弟兄跌倒 拒绝听取 闲言闲语 搬弄是非 是指当你 既非问题的当事人 并非问题的解答时 仍将话传来传去 你若爱护你的教会 就应该明白 散播流言是错误的 也不应该听取 闲言闲语 听戏闲话 与接受赃物一样 同样有罪 当有人向你搬弄是非时 你要勇敢对他说 请停止 我无需知道这事 你已经与当事人 直接对话了吗 今天向你搬弄是非的人 他日亦会向别人 说你的不是 这等人是不可信任的 如你听取闲言 神说你是惹是生非的人 行恶的人爱听兼诈人的话 这些便是单顾自己 分裂教会的人了 可悲的是 在神的羊群中 造成最大损害的 不是豺狼 而是自己的羊 保罗要我们提防 同类相侍的基督徒 他们彼此吞噬 破坏团气 圣经说 我们要避免 这等惹是生非的人 爱传是非 泄露密室 所以不要结交牢道的人 要终止教会或小组的纷争 最快的方法 是用爱心面对说闲话的人 并坚持要他们马上停止 所罗门王说 火缺了柴就必熄灭 无人传舌 争敬便止息 以神的方法来平息冲突 除了上一章提出的原则外 耶稣教导教会一套简易三部曲 如果有弟兄伤害了你 去与他面谈 二人找出解决方法 若他肯聆听 你便多了一位朋友 如果他拒绝 你便邀请一至两位弟兄 同往以做公正 他仍不听 就通知教会 在冲突当中 人往往有向第三者投诉的试探 而不勇敢地 以爱心与当事人说真心话 这样做另事情变得更糟 我们应该直接与当事人说清楚 讲明白 私下当面解决总是第一步 并且要越快越好 如果两人之间不能解决问题 下一步便是邀请一位或两位见证人 去确认问题并调解 若那人仍旧顽固坚持 你该怎么办 耶稣说 把事情带到教会去 若这人仍不肯听 就把他当作非信徒看待了 支持你的牧者与领袖 世上没有完美的领袖 但神赋予他们责任和权柄 来维持教会的合一 排险人与人之间的纠纷 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牧师往往必须为一些受伤 冲突或不成熟的信徒 担任中间人的角色 人们往往要求他们要面面俱到 皆大欢喜 这是一个是耶稣都办不到的 不可能的任务 圣经清楚地教导我们 如何与服侍我们的人相处 你们要依从你的牧者 听他们的劝告 他们是在神的监管下 为你们的生命时刻警醒 你们应使他们在领导工作当中 感到喜乐而非乏味 你们何必要为难他们呢 牧者有一天要向神交出 看顾我们的账 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 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 但你也有你的责任 你要向神交代 你如何听从你的领袖 对于如何处置分裂团契相交的人 圣经给牧者非常明确的指示 首先要避免争论 再以温柔教导反对者 且不断祈求他们能改变 警戒好争议地寻求和谐合一 谴责对领导者不敬的人 并且开除那些 已被教会警告两次 但仍企图制造分裂的人 当我们尊敬照顾我们的领导者时 便是保护团契了 牧师与长职需要我们的祷告 鼓励 珍惜与爱心 圣经命令我们 应敬重那劳苦的领导者 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 劝诫你们 要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 我在此向你挑战 负其保护及推动教会合一的责任 全力以赴 神必喜悦 这并非意识 有时候为了基督身体的好处 你要稍作忍让 这是神把我们摆在教会家庭中的理由之一 学习不自私 在群体当中 我们学习说 我们而非我 我们的而不是我的 神说 不要只求自己的益处 乃是寻求别的信徒的益处 神赐福合一的教会 在马鞍峰教会 每位会友都要与教会立约 其中包括保护团弃合一的承诺 结果教会从未发生 导致分裂的纷争 正因这是个相爱合一的团契 人人都乐于参与 过去七年中 受洗的信徒 超过9100人之多 当神要生出一群出生信徒时 他会寻找 他所能找到最温暖的保育器 你做什么使你的教会更温暖 更有爱心呢 在你的社区中 有许多人正在寻找爱 和一个可归属的地方 事实上 每个人都需要爱和被爱 因此 当人们发现了一所 真诚相爱的教会时 恐怕你要锁上门 才能阻止他们走进来呢 第二十二天 被造是为了像基督 人生目的 你被造是为了像基督 要在基督里扎根 建造 使你能在主里继续成长 并且在真理上 更加稳固有活力 在他里面扎根生长 依照所学的道 信心更加坚固 第二十二天 被造是为了像基督 神从最起初 就计划了他所要做的一切 神定义要塑造那些爱他的人 使他们的生命 与他的儿子有相同的特质 我们从他看到 我们的生命的本质与原念 从神儿子的身上 我们可以看到 神创造万物的本意 神创造你 要你像基督 从最起初 神的计划 就是使你像他的儿子耶稣 这是你的天命 也是你人生的第三个目的 神在创造之初 便宣告了这个计划 上帝说 我们要照着自己的形象 自己的样式造人 在所有受造之物中 只有人类是照神的形象而造的 这是极大的特权与尊严 我们不完全理解神此话的意思 但我们却知其中几点 如同神 我们是灵里 依我们地上的身体会死 但我们的灵 却是不朽的 如同神 我们是智性地 依我们能思想 理论 解决问题 如同神 我们彼此相关 依我们能付出爱 也能接受爱 如同神 我们有道德意识 依我们能分辨善恶 因此 我们必须向神负责 圣经说 所有的人 不只是信徒 都有部分神的形象 这就是为什么 谋杀与堕胎是不对的原因 但是这个形象 已经因为罪的缘故 而被损害扭曲了 因此 神差遣耶稣到世上来 使我们已经失落的形象 能恢复完整 究竟神完整的形象和样式 是什么样子 正像耶稣基督 圣经说 耶稣是神本体的真相 是不可见的神的可见的形象 是神本质的表征 有其夫必有其子 这句话经常用来形容家人容貌相似 当别人说我的儿女像我 这就令我高兴 同样 神也要他的儿女 能像他的形象与样式 圣经说 你们被造为了像神 有真实的公义与圣洁 但我要直接明白地讲 你绝对不能成为神 或甚至是一个神 这种狂妄自大的谎言 是撒旦最古老的试探伎俩 撒旦向亚当和夏娃保证 若顺从他的指示去做 你们便如神 今天许多宗教以及新纪元哲学 依然推销这老掉牙的谎言 要我们相信自己是神圣的 可以成为神 每当我们想要控制环境 未来 周遭的人时 这种想要做神的预念就会出现 然而 我们身为受造之物 绝对不可能成为创造者 神不要我们成为神 神要我们敬前向神 有他的价值观 态度与品格 圣经说 过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 一个属神样式的生活 一个从里 一直到外在行为 都更新的生命 正如神 已经确切 将他的品格 重新塑造在你里面一般 神为你所定的人生终极目标 不是安逸享乐 而是品格的塑造 他要你的灵命不断成长 成为像基督 像基督不表示失去自己的个性 成为毫无个性的复制人 神造你是如此特别 他必不愿破坏他的创造 像基督乃是品格不断蜕变更新 而不是个性改变 神要你培育出的品格 就记载在耶稣的山上宝训 圣灵所结的果子 保罗那伟大的爱的篇章 以及彼得所列 有果孝节果子的生命的特点 每当你忘记品格是神给你的人生目的时 你就会不满你的境遇 甚至质疑神说 为什么这事会发生在我身上 为什么我遭遇这么大的难关 有一个答案是 人生本来就是艰苦的 因为苦难能帮助我们成长 记得 此乃人间 而非天堂 很多基督徒误解耶稣应许的丰盛的生命 为健康无恙 生活舒适 常常快乐 梦想成真 借助信心与祷告 困难立刻解决 换句话说 他们期待基督徒的生活轻盛容易 他们期待地上如天堂 这种自以为是的见解 把神当作随时随地满足个人私欲 听后使唤的阿拉丁神灯 但神不是你的奴仆 假如你掉入这种思想的泥沼 以为人生是轻松容易的 就会因幻想破灭而大受打击 甚至活在拒绝现实当中 绝不要忘了生命的中心不是你自己 你乃是为神的目的而存在 不要本末倒置了 既然神已经为你在永恒里 预备了真实的一切 他怎么会将天堂供应在地上呢 神给我们在世上的时间 是用来建造增强我们的品格 准备过天堂的生活 圣灵在你里面动工 在你里面 制造像基督的品格是圣灵的工作 圣经说 主的灵在我们里面动工 使我们愈来愈向它 并反映它的荣光 这个改变 我们更像基督的过程叫做成圣 也是人生的第三个目的 你不可能凭个人的力量 复制基督的品格 新年新愿望 坚决的意志或百般的好意都没用 唯有圣灵才有 能按照神的心意去改变我们的生命 圣经说 神在你里面工作 赏赐你顺服祂的意愿 以及行出祂所喜悦的事的能力 提到圣灵的能力 许多人就联想到神迹奇事或激情场面 其实大部分的时候 圣灵的能力往往是安静 默默地释放在你生命里 你甚至没有察觉或感觉到 它常常以微小的声音来提醒我们 像基督的品格 不是由模仿而来 而是由内助而来 我们允许基督借助我们而活出来 这就是秘诀基督住在你们里面 此事怎么发生 在于我们的选择 我们选择在各种情境作对的事 并信靠神的灵能 给我们能力 爱心 信心和智慧去完成使命 由于圣灵住在我们心里 只要我们求问他 他就会把这一切赐给我们 我们必须与圣灵同工 整本圣经不断地提到 一个重要的真理 就是当你踏出信心的一步 圣灵就会立刻施展大能 当约书亚面对无法克服的障碍时 约旦和仗义的水 在领袖们凭信心顺服 把脚踏进脊流之后 就立刻分开 顺服是开启神能力之门的钥匙 神等候你先行动 不要等到感到有信心或有能力时 在你的软弱当中迈不向前 尽管你有恐惧 与种种感受 仍然采取行动做该做的事 这就是与圣灵同工的方法 也是培育品格的方法 圣经用种子 房屋及孩子成长来比喻灵命的成长 每个比喻都强调 主动参与的重要性 种子需要栽种与浇灌 房屋必须被建造 孩子需要饮食与运动才能成长 得救虽不是由于我们努力 但灵命成长 却与努力有莫大关系 新约圣经至少八次要我们尽所有的努力 使我们成长向基督 你不能只是做等事情自动发生 保罗在以福所书四章二十二至二十四节 说明成为向基督我们有三个责任 首先我们必须选择放弃以往的行为模式 每一样宇宙的生活方式有关的都要平除 它们全都是腐坏的 第二我们必须改变思想方式 让圣灵改变你们的思想方式 圣经说我们因心意更新而改变 希腊文的蜕变是变形变质 今天蜕变是形容毛虫转成蝴蝶的奇妙改变过程 当我们容许神引导我们的思想 发生在我们的鼠灵上的改变 就像一幅美丽的图画一般 我们从里到外被改变 变得更美丽 也能自由翱翔到更高之处 第三我们必须借助培养心而敬虔的习惯 来穿上基督的品格 你的品格根本就是你习惯的总和 是你因助习惯产生的行动 圣经说并且穿上新人 这新人是照助神的行家造的 有真理的人意和圣洁 神用他的话语 百姓和景况塑造我们 这三样全都不可少 神的话语是我们成长所需的真理 神的百姓是我们成长的所需的扶持 仅况是学习向基督所需的环境 你若读圣经又实行圣经的教导 与其他信徒经常联系 遇到困难时学习信靠神 我敢保证你会越来越想耶稣 在以下几章 我们将逐一讨论这些成长的要素 很多人以为读圣经和祷告灵命就会成长 但是人生中某些事情 光靠读圣经和祷告是永不能改变的 神使用人 他往往借助人 而非借神寄来工作 因为他要我们互相倚靠 亲密相交 他要我们一起成长 许多宗教中 被视为灵性最真成熟的圣人 是那些离群所居 与世人隔绝 孤身住在山顶神庙里的人 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成熟的灵命 不是一个人独立追求就能达到的 与人隔绝 无法成长像基督 你必须处在人群当中 与人相交往 投入教会 家人群体 为什么呢 因为真正的灵命成熟 是学像耶稣那样的去爱 与他人毫无接触 无法学习像耶稣 请记得 一切都是关乎爱 爱神及爱人 成为像基督 是长期而缓慢的成长过程 灵命成熟不是一蹴可及 也不是自动达到的 而是穷你一生 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 保罗说 只等到我们众人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你是一间半成亭 培育向耶稣品格的属灵蜕变 需要花费你毕生的时间 即使如此 有些人在此生都未必能完成 只有等到你进天堂 或耶稣再来时 才能结束了 在那时 你品格上未完成的工作 将做个总结 圣经说 当我们见到完全的基督时 我们将会成为完全的像他 我们甚至无法想象 当基督再来时 我们会是什么样子 但是我们却知 当他来时 我们会像他 因为会见到他真正的样子 基督徒生活中 有许多困惑 都因轻松了一个简单的真理 那就是神 对于建立你的品格 较诸任何其他 一切都有兴趣 当神对某些特别事件 保持沉默时 我们便担忧 比如 我该选择哪一个职业 事实是 许多不同的职业 都有可能是神 对你人生的旨意 但他最关心的是 无论你做什么 你已像基督的样式来做 神关心你这个人 远胜于你做的事 因为我们是人 不是事 神看住你的品格 远超过你的工作 因为你将带住品格 而非工作 进入永恒 圣经警告说 不要不加思索 就调整自己 去顺应所处的文化 反要专注在神身上 你就会从里到外 被改变神 要从你里面 带出那上好的 在你里面 栽培出成熟的特质来 不像你周遭的文化 总是拉扯你 落入不成熟的层次里 你必须做反潮流的决定 专心学向基督 否则你的同侪 父母 同事 及文化的压力 会把你塑造成 他们的模样 可悲的是 许多畅销的基督教书籍 都反映出 近日很多信徒 以放弃为主 伟大的使命而活 他们只追求 个人成就 与情绪安宁 这是自我陶醉 不是门徒训练 主耶稣死在石架上 不是为了 让我们过舒适 畅顺的生活 他有更深远的目的 他要我们 在进入天堂之前 能更像他 这是我们极大的特权 我们的当务之急 也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第二十三天 如何成长 神要我们在各方面 长进像基督一样 我们就不再是小孩子了 神要你长大 天父的目标 是要你日真成熟 并且发展出 耶稣基督的特质 可悲的是 几百万的基督徒 只年事见长 却没有长大 灵性永远滞留在 裹住尿布 穿着娃娃鞋的婴幼妻 原因是 他们根本无意成长 灵命不会自动成长 需要刻意智力去达到 你必须想要成长 决心成长 努力成长 并坚持不断地成长 做门徒 是追求更像基督的过程 总是始于一个决定 耶稣呼召我们 让我们回应 耶稣对他说 来做我的门徒 马大就起来跟从了他 当第一批门徒 选择跟随耶稣时 他们并不完全明白 这个决定的含义 他们只是回应 耶稣的邀请 这就是开始所需要的 决定做主的门徒 再没有任何事 比你所做的尾身选择 更能影响你的一生 你的尾身选择可以建造你 也可以毁掉你 但无论如何 他会界定你 告诉我你尾身合适 我就可以告诉你 二十年后 你会是怎样的人 我们尾身于什么 就成为什么人 就在尾身这一点上 大部分的人 错失了神给他们的人生目的 许多人害怕对任何事尾身 便随波逐流过一生 有些人在面对 各种矛盾的价值观时 采取不治可否的态度 以致挫折重重 庸辱一生 并有人全然委身于 属世的目标 追求财富与名声 结果换来失望与苦涩 每一个抉择都有永恒的后果 因此你最好做出明智的抉择 彼得就曾这样警告 既然我们周遭的一切都将消融 你们就应当知道 该怎样虔诚圣洁的过日子 神的责任和你的责任 像基督那样的做决定 并倚靠他的灵 来帮助你成就那些决定 其结果就是想基督了 你一旦决定认真的学向基督 就必须开始 以崭新的方式来行事 你必须放弃一些旧习性 培养一些新的习惯 并且要刻意改变你的思考模式 你可以确定 圣灵必会在这些改变中帮助你 圣经说继续不断恐惧战惊地 做出你们的救恩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这段经文说明 灵命成长的两方面 做出与运行 做出是你的责任 运行则是神的角色 灵命成长是你和圣灵之间的合作 神的灵不止与我们同在 更与我们同工 这段写给信徒的经文 不是关乎如何得救 而是如何成长 他没有说你要赚取救恩 因为耶稣已经成就一切 你无法再做什么 当你锻炼身体时 你是以运动来培养你的体魄 而不是去得到一个身体 当你要做出一幅拼图时 你已经拥有所有小冰块 你只需把它们拼凑起来 农夫耕作土地 不是种得土地 乃是在既有的土地上开垦而已 神已经给你新的生命 你的责任是战战兢兢的努力操练 也就是认真看待你灵命的成长 人若轻看自己灵命的成长 即表示他们不了解其永恒的含义 更换你的自动导航器 要改变你的人生 首先要改变思想的方式 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背后都有一份思想 每一个行为都受一份信仰所驱使 每一个行动都有某种心态来带动 远在心理学家发现这些定律之前 神早已这样说 所思所想要谨慎 因为生命是由思想塑造的 想象你乘坐一艘快艇在湖中飞驰 快艇以自动导航器操作 正朝东方前借 倘若你决定要改向西行 有两个方法 一是紧握舵盘 接力扭转 迫使快艇反下而行 凭住你的意志力 你可能战胜自动导航器 但你会感觉到持续的阻力 你的手臂最后会因压力而疲乏 你会松手放开舵盘 快艇便立刻再被自动导航器操纵 恢复向东行进 当你尝试以意志力改变你的人生时 就如同这样 你说我要强迫自己 少吃多运动 不再散漫和迟倒 的确意志力可以带来短期的改变 但因为你没有先处理问题的根源 结果反而引起内在持续的压力 这样的改变来得不自然 你很快就会放弃 不再结实 不再运动 不久便一切又恢复原状 其实要改变方向 有一个更好 更容易的方法 更换你的自动导航器 以你的思考模式 圣经说 让神改变你们思想的方式 改造你们成为新人 你灵灵成长的第一步 就是改变你的想法 改变总是由心思开始 你的思想方式决定你的感觉 你的感觉则影响你的行为 保罗说 你们的思想与态度 必须有一个属灵的更新 要向基督 必得培育如同基督的心思 新约圣经称 这种心理的改变为悔改 希腊文执意的意思 为改变你的心意 每一次 当你改变自己的想法 而代之以神的想法 无论是对自己 对罪恶 对神 对人 对生命 对将来 对一切其他事物 你是在悔改 你已经换上了基督的眼光和看法 我们寿命要以基督耶稣的方式来思想 这可以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停止不成熟 及自私自利的想法 圣经说 思想上不再做小孩子 然而 在恶事上要做婴孩 在思想上总要做大人 婴孩的本性是全然自私的 他们只想到自己和自己的需要 他们无力付出 只能接受 这是不成熟的想法 可惜很多人 只停留在这种思想中 圣经说 自私的想法 是罪恶的根源 依从罪恶本性而活的人 只思想那些满足自己罪欲的事 第二部分是开始成熟的思想 就是把焦点 从自己转移到别人身上 在《论及真爱》的伟大篇章里 保罗总结出 为人设想是成熟的标记 我做孩子的时候 话语像孩子 心思像孩子 意念像孩子 继承的人 就把孩子的是丢弃了 今天许多人以为 属灵城熟度乃 根据你对圣经和教义的知识多寡而定 知识是衡量灵命成熟的准则之一 但却非全部 基督徒的生命源 不仅止于教义与信念 还包括行为与品格 我们的行为应当与我们的教义相符 我们的信仰必须有向基督的行为来支持 基督信仰不是一个宗教 也不是一种哲理 乃是一份关系 一种生活形态 这种生活形态的核心 是像耶稣一样的为别人设想 而不是为自己着想 圣经说 我们应当为别人的好处想 借着行别人所喜悦的事来帮助他们 即使是基督 也不求自己的喜悦 为别人设想 是基督徒品格的中心 也是灵命成长的最佳表征 这个做法看似反常 不和文化 稀有少见 也是难行的 可信的是 我们并非无助神 已经赐下祂的灵给我们 因此我们所想的 就与世人所想的不一样 在以后几章 我们会探讨圣灵使用 来帮助我们成长的工具 第二十四点 真理使我们蜕变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化 神恩典的话语 能使你成为 祂要你成为的样式 并赐你一切所需的 真理使我们蜕变 灵命的成长 是以真理代替谎言的一个过程 主耶稣祷告说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 你的话就是真理 成圣需要启示 神的灵异神的话 使我们像神的儿子 要像耶稣 我们的生命就必须充满神的话 圣经说 借助神的话 我们被召具 受装备 为要完成神给我们的任务 神的话 与任何其他话都不同 是有生命的 主耶稣说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神说话 事物就改变 环绕我们的所有被造之物 得以存在 皆因神说 他说 有就有 没有神的话 你根本就没有生命 使徒亚哥说 他定义借助真理的话 创造了我们 使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 居守卫 圣经不单是一本教义指引 神的话 孕育生命 建立信心 产生改变 击退魔鬼 施行神迹 医治创伤 建立品格 改变环境 传递喜乐 克服逆境 战胜诱惑 充满希望 释放能力 洁净心灵 成就万事 是我们对将来的确据 没有神的话 我们就不能存活 千万不要轻忽神的话 要将神的话 看得如食物 对生命一样重要 岳伯说 我看中他口中的言语 过于我需用的饮食 神的话 是你活出人生 目的所必须的灵粮 圣经被称为 我们的灵奶 面包 饭和甜品 这四道菜 就是圣灵 使我们灵命长进 强壮的菜单 彼得劝勉我们 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 叫你们能在救恩上长进 住在神的话语中 今天是有史以来 圣经印刷数量最多的时代 但一本只放在书架上的圣经 是毫无价值的 千万信徒都患了 灵命厌食症 灵命营养不良 濒临饿死 要做耶稣健康的门徒 被神的话喂养 应当是你的首要之物 主耶稣称之为住在 他说 你们若住在我的话里面 就真是我的门徒了 在日常生活中 住在神的话里面 包括三个举动 我必须接受神话语的权威 圣经必须成为 我生命的权威标准 是我生命方向的指南针 协助我做明智决定的顾问 和衡量事物的准则 圣经的标准 一定是我最优先的考虑 和做最后决定的依规 我们许多的人生困境之所以发生 皆因为我们根据许多 不可靠的权威来做抉择 这些权威包括文化 传统 理智 或情绪 但是这四种权威 全都因人的堕落 而有了缺陷 我们所需要的 乃是一个永远不会 带错方向的完美标准 唯有神的话 满足这个需要 所罗门提醒我们 神的言语句句 都是无瑕疵的 保罗也解释说 圣经都是神的话 对于教导真理 帮助人 纠正过错 只是人生正路 都有益处 格里汉在传道初期 有一段日子 他对圣经的准确性 和权威性起了怀疑 在一个月明之夜 他跪下 带泪向神承诺 虽然他不明白 圣经中 某些令人困惑的章节 但决心从那一刻开始 完全接受圣经为他生命 和事工的唯一权威 就从那天开始 格里汉的生命被神赐福 充满了非比寻常的能力和果效 今天你所能做的最重要的决定 就是决定什么是你生命中 最高的权威 不论文化 传统 理智 或情绪如何 你选择圣经为最重权威 当你做任何决定前 决心先问圣经怎么说 下定决心 当神要你做某件事时 无论你觉得有没有道理 或想不想做 你会信靠神的话去做 学像保罗一样的确信 我相信合乎律法的 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 我必须被真理同化 单单相信圣经还不够 我的心思必须被圣经的话语所充满 以致圣灵能以真理改变我 要这样做 有五种方法领受 阅读 研究 背记 以及深思回想 首先 以开放和受教的态度 去领受神的话 撒种的比喻说明 我们领受的态度 会决定神的话语 能否在我们生命中扎根结果 主耶稣指出 三种不接纳的态度 一封闭的心思 肤浅的心思 和散漫的心思 他接着说 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 每当你觉得从听到或圣经教师那里没有学到什么时 就应当检讨自己的态度 特别是自己是否骄傲 因为如果你肯谦卑受教 神能透过最沉闷的老师来教导你 雅各说 要存谦卑的心 领受那栽种在你们心里 救你们灵魂的道 第二 在二千年的教会历史中 大部分时间 只有神职人员 能够直接阅读圣经 但现今大部分人都可以读到 尽管如此 很多信徒每天读 报纸比读圣经更忠心 怪不得我们灵命不成长 花三小时看电视 却只花三分钟读经 无法期望灵命长继 很多自称从头到尾 都相信整本圣经的人 根本不曾从头到尾 读完整本圣经 但如果你愿意 每天用十五分钟读经 一年内 你就能把整本圣经读完 如果你每天少看三十分钟电视 你便能在一年内 把整本圣经读过两遍 每天读经能时 你听到神的声音 这就是为什么 神吩咐以色列王物 要把律法书带在身边 他要把经券放在身边 终生每天送读 但是不单放在你身边 还要经常送读 一个简单而有益的方法 是采用每日读经计划 这样你便能避免随意选读一些经文 而忽略了其他 第三 研究或查考圣经 是注在神话语的另一个实际方法 盐经与读经的不同之处 在于盐经时 你必须就内容提出问题 并记下读后感 除非在纸上或电脑上 记下你的想法 就不能算是研读圣经 限于篇幅 我未能详述各种盐经方法 盐经的方法 有一些很有帮助的书籍 包括我在二十年前所写的一本书 盐经的秘诀在于 学习提问正确的问题 不同的方法 使用不同的问题 只要经常停下来 问一些简单的问题 例如 何人 何事 何时 何处 为何 如何 你会有更多的发现 圣经说 唯有详细查看 那使人 自有的全备的律法 并且时常遵守的人 他不是听了就忘记 而是实行出来 就逼因自己所做的蒙福 住在神话语里的第四个方法 就是要背记 你的记忆力是神给的恩赐 你可能认为自己记忆力差 事实上 你已把千万思想 真理 事实和数据牢记了 你会记住对你重要的事 如果神的话语是重要的 你就会花时间去背记 背记经文有很多好处 能帮助你抵挡试探 做明智的决定 减少压力 建立信心 提供忠告 并且能与别人分享你的信仰 你的记忆力像身体的肌肉一样 越使用便越强壮 背记经文便越来越容易 你可以从这本书里所载 感动你的圣经经文开始 把经文抄在小卡片上 随身携带 整天大声附送 随处背记 无论是工作或运动或开车 或等候别人或睡前都可以 背记经文的三大要诀是 复习 复习 再复习 圣经说 牢记基督的教导 让他的话 风风复复地存在你的心里 使你有智慧 第五个 住在神话语里的方法 是深思回想 圣经成为默想 很多人以为 默想就是放空思潮 任其随意游荡 这正与圣经所说的默想相反 默想是集中的思想 默想必须认真用心 选择一节经文 然后一次又一次地 在你的心里深思回想 我在第十一章里提过 你如果知道怎么忧虑 你便懂得如何默想 忧虑是将思想 集中在一些消极的事上 默想正是做同样的事 只是专注的是神的话语 没有任何习惯 比每天默想经文 更能使你的生命蜕变 使你更想耶稣 当我们用时间定义在神的真理上 认真回想基督的榜样 我们便蜕变成为他的样式 荣耀日渐加增 你若查看圣经 每次神说到默想时 他应许给那些 终日不停思想 他话语的人的好处 定会令你会惊讶不已 神称大魏为和我心意的人 原因之一便是 大魏喜爱思想神的话语 大魏说 我何等爱慕你的教导 终日不住地思想 认真深思回想神的真理 是祷告得应允的关键 也是成功生活的要诀 我必须实行圣经的原则 单单领受 阅读 研究 背记 以及深思回想 却不实行圣经的教训 我们所做的便都突然 我们一定要成为行道的人 这是最难的一步 因为撒旦极力拦阻我们 撒旦不怕我们去参加查经班 只怕我们实行所学到的 若只因听过 读过或研究过某个真理 我们便以为具备了这份真理 这是愚弄自己 其实你可能总是忙于 参加下一个课程 讲座或圣经研讨会 以致没有时间去实行 你学到的真理 在前往参加下一个聚会时 便已经把它忘得一于二净了 若不实行 我们所有的查经都是突然 耶稣说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 好比一个聪明人 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耶稣也告诉我们 神的赐福来自遵行真理 而不只是因为你认识真理 他说 你们既知道这事 若是去行就有福了 我们逃避实行神话语的 另外一个原因 是去实行 有可能会是困难甚或痛苦的 真理会使你得自由 但起初可能先令你感到悲惨 神的话语揭穿我们的动机 指出我们的错处 责难我们的罪 并且期待我们改变 人的本性抗拒改变 所以实行神的话语是困难的 因此 与别人一起讨论你个人的实行 是非常重要的 参加查经小组是非常有价值 我们往往可以从别人身上 学到一些独自查经所 不能领会到的真理 别人可以提供你所忽略的洞见 并帮助你实际的实践神的真理 成为行道的人最好的方法 是在研读和思想完神的话语后 写出实行的步骤 养成习惯 把预备要去行的写下来 实行步骤必须是个人的 实际的和可评估的 每一项要实践的行动 都应该是有关你与神的关系 或你与别人的关系 或你自己的品格 在你读下一张之前 花点时间想想这个问题 有哪些是神借助他的话语 已经吩咐你去做 而你还未做的 接着请写下一些 你会采取的行动 你可以与一位朋友 分享你的决定 使他可以督促你 正如穆迪先生说的 圣经不是用来增加我们的知识 乃是用来改变我们的生命 第二十五天 苦难使我们蜕变 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 永远的荣耀 神性的光辉 是由苦楚的火焰中提炼出来的 盖恩夫人 每个困难后面都有神的目的 神用环境来塑造我们的品格 事实上 他用环境多于透过我们的读经 使我们向耶稣 明显的理由是 你一天二十四小时 都面对不同的环境 耶稣警告我们 在世上 我们会有困境难题 无人能免于苦痛 或与受苦隔绝 没有人能一帆风顺过一生 人生本就是一连串的困难 你刚解决了一桩 另一桩又会接踵而来 虽然不一定都是大麻烦 但都是神帮助你成长的重要环节 彼得向我们保证 困难是正常的 他说 那如火一般的熬炼 临到你们的时候 不要惊奇惧怕 以为发生了什么非常的事 谁用困难使你更亲近他 圣经说 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 拯救灵性痛悔的人 你最深深热烈的敬拜经历 可能就是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刻 当你心碎 觉得被弃 走投无路 最痛之时 你只有转向神 总是在受苦当中 我们学会最诚实 真挚向神的祷告 在苦楚中 我们没有经历 做华而不实的祈祷 九尼说 人生繁华似锦时 我们清华过人生岁月 错过认识耶稣 效法他 引述他 谈论他 但唯有在受苦当中 我们才真正认识耶稣 在受苦中 我们所学到 关于神的事 是无法由其他途径学到的 神绝对能使约瑟 免于牢狱之灾 祝代以礼脱离狮子坑 免耶利米 陷在淤泥中 让保罗避过三次沉船之难 并叫三个西伯来青年 不被抛入灭火红炉中 但他让这些苦难发生 结果这些人 都因而更亲近神 苦难迫使我们转向神 倚靠他 不靠自己 保罗为此见证说 深知靠自己力量 绝对不能解决困难 必死无疑 因此 我们就不再倚靠自己 只仰望那位 能使死人复活的上帝 当你即有神的时候 你才知道 祂是你唯一所需 不管你的困难 是有什么引起的 没有神的许可 它们都不会发生 每一件发生在 神儿女身上的事情 都经过附神过滤 即使撒旦 以及其他的人 企图毁坏 他却刻意使用 来使你得意 因为神有最高主权 意外事件 只是神对你的计划 当中的一件事罢了 因为在你还未出生前 神已把你在世的每一日 写在他的日历上 发生在你身上的每一件事 都有重要的属灵意涵 罗马书解释说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赵的人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 就预先定下 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明白罗马书八章二十八 至二十九节 这是圣经中最常被误解 和滥用的章节之一 他并非说 神使万事按照我的意思进行 显然事实并非如此 他以为说 神使万事在地上 有一个快乐的结局 因为人生在世本 就有许多不如意的结局 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 只有在天堂 才会万事如神预定般完美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被教导要祷告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要完全明白 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 你必须逐句细读 我们晓得在困难的时刻 我们的希望 并不是建立在积极思想 或乐观的想法上 而是建立在 神掌管宇宙万物 以及神爱我们的真理上 神使万事万物后面 有一位伟大的设计者 你的生命 绝非出于偶然 机缘 命运或运气 而是一个总体计划 英文历史一字拆开来 就是他的故事 一切都是神安排布置好的 我们会犯错 神却永远不会 神不可能犯错 因为他是神 万事 神对你生命的计划 包括了你生命中的一切 包括你的错误 你的罪 以及你的伤痛 万事还包括疾病 债务 灾祸 离婚 以及所爱的人过世 神可以使一切祸患 变成祝福 正如他在加烈山所成就的 互相效力 不是个别独立运作 你生命中的每一件事 在神的计划中互相效力 他们不是个别行动 乃是在整个过程当中 彼此依存 使我们更像基督 烤蛋糕 需用面粉 鸡蛋 糖和油 假若分别品尝 这些材料的味道 实在难以下咽 但混合在一起 烤食却变得美味无穷 你若愿意向神清出 你各样难以下咽的苦痛经历 他必把这一切化为 甘甜美好 得益处这并不是说 人生中万事都美好 现实世界充满败坏 但是神最擅长 从中带出美善来 在耶稣基督的祖谱中 提到四位妇女 他玛 喇合 路德 和别是巴 他玛引诱他的公公 而受孕 喇合是一名妓女 路德是外邦人 却犯了律法 嫁给犹太人 别是巴与大卫通奸 害他丈夫被谋杀 神能化腐朽为神旗 让这些名誉扫地的人 成为耶稣的先祖 神的旨意 远比我们的问题 痛苦甚至罪过还要大 爱神的 被呼召的人 这应许指给神的儿女 不是给所有的人 与神为敌 随心所欲生活的人 万事互相作用 令这些人收取败坏 按他旨意 他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我们成为 他的儿子的样式 你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 都是神所容许的 唯要成就他的目的 建立一项基督的品格 我们有如宝石 需要经过苦难的锤枣来雕琢 若手势降的细锤 无法除去我们的棱角 神便动用大锤 如我们仍名完不灵 他就会使用电钻了 他会用尽一切方法 每个难题都是造就品格的机会 难度愈高 就愈有潜力建立强壮的灵命和道德思想 保罗说 我们知道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品格 你的人生中 外面发生的事情 还不及在你内心发生的事重要 环境只是暂时的 品格却存到永远 圣经常用金匠炼镜杂志的炉火 来比喻考验 彼得说 百般的试炼 可使你的信心更纯净 纯净的信心比金子还可贵 有人问一位银匠 你怎么知道 银药炼到何时才算纯净呢 他回答 当我看到自己的倒影时 当你被试炼熬炼纯净 人们便能从你身上 看到耶稣的倒影 雅各说 在重压之下 你的信心生活被迫无所遁形 神要我们像耶稣 他会带你经历耶稣所经历的 包括估计 诱惑 压力 批评 拒绝 及其他问题 圣经说 耶稣从受苦中 学习顺服 并且从受苦中得完全 若神容许 他的儿子经历这一切 我们又为什么 可以免于这样的经历呢 保罗说 我们要经历基督的道路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 便会与他一同的荣耀 如同耶稣一般的回应难处 苦难不会自动成就神的目的 很多人不但没有因苦难而成长 反而变得苦毒 因此 你必须像耶稣一般的回应难处 要记得 神的计划总是美好的 神为你着想 并且知道 什么对你是最好的 神对耶利米说 我知道我向你们锁定的计划 是要使你昌盛 不是要降灾祸于你 这个计划使你有希望 有将来 约瑟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对把卖他去为奴的兄弟说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西西家对于他那危及生命的疾病 感伤地说道 这样困苦的时刻 乃是为我的好处 每当神对你祈求解脱的祷告说 不实 神乃是在作为要我们得益处的事 训练我们过圣洁的生活 专注于神的计划是很重要的 不要专注在自己的痛苦或问题上 这就是为什么 耶稣能够忍受十字架的痛苦的原因 这也正是我们被劝阻跟随的榜样 定情注视为我们的信心 创始成中的耶稣 他为了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痛苦 曾在纳粹党死丘营内受苦的彭克利 解释这种专注的力量说 定精于世界 你便会失望 注视内心便会沮丧 但若仰望基督 你就可得安息 你所专注的会决定你的感觉 忍耐的秘诀是谨记你的痛苦 是短暂的 而奖赏则是永远的 摩西忍受一生的困苦 因他向往所要得的赏赐 保罗同样地忍受苦楚 他说 我们这至赞至轻的苦楚 要为我们承说 极重无比 永远的荣耀 不要屈服于目前的想法 要注目于最后的结果 如要与他同享荣耀 便要与他一同受苦 然而两者比较起来 那苦楚便不足介意了 喜乐与谢恩 圣经告诉我们 在一切的景况当中谢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 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怎能如此 请留意 神要我们在一切的景况当中谢恩 而不是为一切的景况谢恩 神并不期待你为邪恶 为罪 为受苦 或为他们带来的结局而感恩 神只要你感谢 他利用各样的难题 来成救他的目的 圣经说 要常常在逐离喜乐 并没说 为你的苦痛喜乐 那是被虐狂 你在逐离喜乐 无论发生什么事 你都可以在神的爱中 看顾中 智慧中 能力中 以及信实当中喜乐 耶稣说 到那时 你们要充满喜乐 因为天上有大赏赐 正在等候你 我们也可以因着神与我们 同经痛苦而喜乐 我们并不是服侍一位疏通 只在边线上 喊些臣服的慰藉之词的神 我们的神 乃是进入我们的受苦当中 耶稣以道成肉身的方式来表达 他的临此刻便与我们同在 他永不离弃我们 拒绝放弃 要忍耐坚持 圣经说 让这个过程继续下去 直到你的忍耐建立完全 你会发现 你成了品格成熟的人 毫无软弱的瑕疵 品格的建立是缓慢的过程 每当我们尝试逃避人生的困难时 便会阻碍进度 延缓我们的成长 结果却陷入最大的痛苦中 那伴随着否认和逃避的痛苦 当你领悟到品格成长所带来的永恒结果时 便会减少向神求安慰我吧 而会多求使我顺服 当你开始看见 神的手在杂乱无章 千篇一律 漫无目标的生活中带领你的时候 你便知道自己正日趋成熟 假如你正在面对难处 不要问 为什么是我 反而要问 你要学习什么功课 然后信靠神 并继续做你应该做的 你们还需要忍耐 好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 推领受所应许的 不要放弃 努力成长吧 第26天 在试探中成长 当受试探却不屈服而做错事 那人是幸福的 因为他经过考验之后 避得着生命的冠冕 这冠冕是神应许给爱他的人 试探是我成圣路上的鞭策者 马丁路德 每个试探都是行善的机会 在通往鼠林成熟的路径上 即便是试探 也能成为踏脚石 而不是绊脚石 只要你了解 它不过是个或行善 或作恶的机会 试探仅仅提供选择而已 纵使试探是仨 但用来摧毁你的主要武器 神却要用试探来帮助你成长 每次当你选择行善而不犯罪 你就在基督的品格当中成长了一步 要了解这一点 必须先认识耶稣品格的特质 对它品格最精简的描述之一 是圣灵的果子 圣灵管理我们的生活时 我们自然会接出美好的果子 如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这九个特质是耶稣给我们伟大 建命的延伸也是对耶稣基督美丽的描述 耶稣是完美的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以及其余所有果子也都基于一身的具体呈现 要拥有圣灵的果子就是要像基督 那么圣灵如何在你的生命里 接出这九种果子呢 它立刻变造出这些果子吗 难道是有一天你醒过来 便发现这九个特质 突然完全成就在你身上了吗 不是的 果子是要慢慢成熟的 以下这一句话 将是你所学最重要的属灵真理之一 神在你生命中培育圣灵的果子 所见的方式是 让你经历会想去表现正好相反的特质的环境 品格的建立通常包含抉择 而试探提供这样的机会 比如 神将不可爱的人 放在我们四周 来教导我们去爱人 因为去爱可爱的人 或爱你的人 不需要任何品格也做得到 在忧伤中 当我们转向神时 祂会教导我们真正的喜乐 快乐凭借外在的景况 喜乐则源自与神的相交 神在我们里面建立真正的平安 不是借助使士请照我们计划而行 而是允许我们经历混乱困惑 在观赏美丽的日落 享受度假的轻松当中 谁都可以感到平静安稳 但是真正的平安 却是透过在落入忧虑惧怕的事态时 选择信靠神而来的 同样的 忍耐也是要在等候 愤怒和急躁中学习的 神已属灵国子反面的景况 来让我们做出选择 假若你未曾被引诱去作恶 就不能说自己是好人 你若未曾遇过不忠的诱惑 你不能说自己是忠心的 正直是建立在 击败不诚实的试探 谦卑乃是在我们 拒绝骄傲当中成长的 坚忍是在每一次 你拒绝放弃的试探里 建立起来的 每一次你击败一个试探 便更想耶稣 试探是怎么回事 好在撒旦的工作 是完全可以预测的 从创始以来 他一直用同样的计量 所有的试探都有同样的模式 所以保罗说 我们对撒旦的诡计 知道得很清楚 从圣经中 我们知道 试探有四个步骤 撒旦一用此来试探亚当 夏娃及耶稣 第一步 撒旦看出你里面的欲念 可能是一份罪的欲念 例如想要报复或控制别人 或甚至是一个合理 正常的欲望 例如被爱 被珍惜 或感到欢愉的欲望 试探始于当撒旦提议 你向一个邪恶的欲念降服时 或是提议 你以不正当的方法 或时刻去满足 一个正当的欲念时 总是要小心捷径 那往往是试探 撒旦向我们而语道 这是你应得的 现在你应拥有它 这会带来刺激安慰 或使你感到好受些 我们以为 诱惑是在我们四周 但神说 它发自我们心内 如果你没有私欲 没有诱惑能吸引你 试探往往始于我们的意念 而非始于环境 耶稣说 因为从里面 就是从人的心里 发出恶念 淫乱 偷盗 凶杀 奸淫 贪心 邪恶 诡诈 放荡 嫉妒 毁谤 骄傲 愚望 这一切恶事 是从人里面出来的 雅各告诉我们 在你们里面 有一整团军队的私语 第二步 怀疑 撒旦试图让你怀疑 神对罪的定义 这真是错的吗 神真的说 不可以这样做吗 难道神禁止这事的意思 不是针对别人吗 难道神不喜欢我快乐吗 圣经警告我们 你们要当心 不要让邪恶的意念和疑心 使你们离弃了永活的上帝 第三步 欺骗 撒旦没有能力说出真理 所以被称为谎言之父 他告诉你的 都是谎话 或半真半假的话 用以取代神的话 撒旦说 你不会死 你只会像神一样 更有智慧 你不会受罚 没有人会知道 这样做 会解决你的问题 人人都这样做 这只是很小的罪 但是很小的罪会 像是富人怀胎一般 至终是会显露出来的 第四步 不顺服 你在意念中把玩的思绪 终会化作行动 一份想法 郁郁成行为 你降服于诱惑 你相信撒旦的谎言 以致堕入雅各所说的陷阱 一个人受适诱 是被自己的欲望勾引去的 他的欲望怀了胎 生出罪恶 罪恶一旦长成 就产生死亡 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不要被愚弄了 胜过试探 了解试探固然重要 但你更需要有明确的方法 去胜过它 不受威痴 很多基督徒 被诱惑的思想所惊吓而颓丧 为自己没有超越试探 而觉得有罪恶感 他们只因受诱惑 便感到惭愧 这是对成熟的误解 因你永远不能免于试探 就某个层面而言 试探可以是一种赞赏 撒旦不必去诱惑那些 以随从他做恶事的人 他们已是属于他了 试探是撒旦憎恨你的一种表示 而不是软弱或属实的表证 试探亦是人活在败坏的世界中 所要面对的正常现象 不要因试探而惊讶或气馁 试探既是不可避免的 让我们实际一点 你永远无法完全避免试探 圣经说 当你受试探时 而非如果你受试探 保罗中告我们 要记住 你生命中所遇到的试探 无非是他人也遇到的 受试探不是犯罪 耶稣也曾被试探 只是他没有犯罪 只有当我们降服于试探时 试探才成为罪 马丁路德说 你不能叫雀鸟 不从你的头上飞过 但你能阻止他们 在你的头发上筑巢 同样 你不能叫魔鬼 不用恶念引诱你 但你能选择阻止恶念缠绕你 不让恶念付诸行动 举例来说 很多人不懂外表的吸引力 或性吸引和色欲的分别 二者并不相同 神造每个人都是性感的个体 这是好的 被美丽的外表 异性吸引或心动 是神赐人的自然 天生的反应 然而 色欲却是一种蓄意的行动 选择去思想 或用身体 去做欲念想做的事 你可以被吸引 甚至感到兴奋 却无需选择 沉迷于色欲而犯罪 很多人 特别是男性基督徒 往往对于神给的荷尔蒙作用 觉得罪恶感 当他们不自觉地注意到 吸引人的女人 他们便以为是色欲 而觉得羞耻可咒 但是吸引力并非色欲 除非你开始 驻足于那样的想象 事实上 你欲接近神 撒旦就欲想引诱你 在你成为神的儿女的那一刻 撒旦就想刺客 要置你于死地 你是他的死对头 他设计谋害 使你堕落 有时你祷告 撒旦会用荒诞而邪恶的思想 来让你分心并感到羞耻 不要恐慌或惭愧 要明白 撒旦因害怕你祷告 而用尽方法阻止你 与其以为何我竟有如此恶念 来责备自己 反要认定 这是撒旦令你分心的诡计 并立即转移注意力 回到神身上 认识自己被试探的模式 准备应对 在某些情况下 你会叫一被试探引诱 甚至立刻跌倒 而另一些情况诱惑 却未必令你动心 令你跌倒的情况 通常就是你的弱点 你需要辨认它们 因为撒旦必定知道它们的存在 他完全知道 什么会绊倒你 也就不断地引诱你 落入那些境况 彼得警告我们 要警醒 魔鬼正做事突袭 没有一件事 比擒或打盹的人 更令他高兴 问问自己 什么时候 我最意被诱惑 在一周内的哪一天 在一天中的什么时间 又问 在哪里 我最意被诱惑 在工作地点 在家中 在邻居的家 在酒吧 在机场 或在旅馆 你要问 我跟谁在一起时 最意受诱惑 朋友 同事 一寻陌生人 或是独处的时候 还要问 当我醉意被引诱时 我通常有什么感受 可能是 当你感到疲倦 孤单 苦闷 沮丧 或在压力之下 也可能是 当你感到伤心 愤怒 忧虑 又或者是 大功告成之后 甚至是经历到 灵性高峰之后 你应当辨认出 你最意被试探的 典型模式 然后准备 尽量避开这些情况 圣经多次告诉我们 要警醒 免得陷入试探 保罗说 不可让魔鬼有机可乘 有智慧地计划生活 能减少试探 请听从真言的忠告 要小心策划 你所做的事物 要远逼恶事 朝着前面直走 不要离开正路一步 属神的人 远离邪恶 紧守几路 就能保守自己 求神帮助 天堂设有 24小时紧急热线 神要你在 需要克服事态时 向他求援 他说 要在患难日求告我 我必搭救你 你也要荣耀我 神哪 帮助我 救命 我称这些祷告为 微波炉士祷告 因为他快且短 当试探临到时 你没有时间 长篇大论地祷告 你只能立即呼求 这也是大卫 但以礼 彼得 保罗 以及成千上万的人 遇到困难时的 及时祷告 圣经保证 我们的呼求 闭蒙垂听 因为耶稣同情 我们的挣扎 他也曾面对 同样的试探 他能体恤 我们的软弱 因为他与我们一样 面对各样的室友 只是他从来没有犯罪 若神积带帮助我们 胜过试探 为什么我们 不时常样忘他呢 坦白说 有时我们根本不想求助 纵然我们明知道不对 却仍想屈服于诱惑 在那些时刻 我们自以为 比神更知道什么 对自己是最好的 又有时 我们因经常堕入 同一试探 而修于向神求助 但神永不会因我们 一次又一次的求助 而感到恼怒 厌烦 或失去耐性 圣经告诉我们 所以 我们只管 坦然无惧地 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为的是要领受怜悯 得到恩惠 作为及时的帮助 神的爱永远不变 他的忍耐永远长存 即使你一天 必须呼求他200次 来击败某一个试探 他依然热切地 赐下怜悯与恩典 因此 当勇敢地仰望他 求他赐下 正确处理事情的能力 并相信 他却能赐你力量 试探帮助我们 不断依靠神 就像树在风吹雨打之后 便长得更强壮一般 你每次抵挡试探 就更像耶稣 当你绊倒 这是一定会的 不会致命的 与其屈服或放弃 要仰望神 并期待他帮助你 记得赏赐 正等待着你 能忍受试炼的人 是有福的 因为他经过考验之后 避得着生命的冠冕 第27天 战胜试探 你要逃避那些 令你产生 邪恶思想的事物 但要仅靠那些 使你有正确 思想行为的事物 要谨记 你们所遭遇的试探 和别人所遭遇的 并无不同 神是信实的 他不会容许 你们受试探 过于你们能抵受的 在你们受试探的时候 他必给你们一条出路 使你们不致降服于诱惑 总有一条出路 有时 你会觉得 试探实在难以抗拒 这是撒旦的谎话 神已经应许 不让在你身上的试探 超过他 放在你里面的力量 他不会容许你受试探 过于你能担当的 然而 你也要尽自己的本分 借着实行四个圣经的 要决去战胜试探 转移注意力于其他事上 这可能令你讶异 整本圣经 没有告诉我们 要抵挡试探 乃是要我们抵挡魔鬼 这两者大不相同 我稍后会详加解释 圣经劝我们 要把注意力重新调整 因为抵挡心思 意念是行不通的 这只会加强它的吸引力 令我们更将焦点 放在错误的事情上 让我解释 每次你企图阻止一个意念 在脑海出现 只会将它记得更牢 抗拒它等于强化了它 这是在试探上特别真确 与感觉交战 无法胜过试探 越打击感觉 便越消耗并控制你 每一次你想到 它便更强化它 试探既是从意念开始 转移你的注意力 是抵消诱惑最快的方法 不要与意念苦战 只要改变你的思路 转移你的兴趣 这是击败试探的第一步 与罪恶的征战 胜负在于心思 你往往被你注意的是所俘虏 因此 约伯说 我跟自己的眼睛立了约 绝不贪看女色 大卫一祷告说 保守我 不要让我注意无价值的事物 十一一九章三十七节上 你是否曾看见电视视频广告 而突然感觉肚子饿 你是否曾听到某人咳嗽 便立刻觉得也想轻轻喉咙 是否见看到别人打哈欠变 也觉得想打哈欠 这就是诱发的力量 很自然的 我们的思想行为 会朝向那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事物上 你欲思想某事 你欲会被它控制 因此 重复说 我要结识 或介于 或禁欲 是适得其反的策略 这样的做法 会不断使 你集中思想于你 不想做的事 这就像宣告 我绝对不布上 我母亲的后尘一样 你便是对自我宣告 去重蹈覆辙 很多人结识都不见成像 因为他们时常记挂着食物 令自己更感饥饿 同样的 不断提醒自己 不要紧张的演讲者 会导致自己紧张 他应集中注意力于其他事 在神身上 在他的演说的重要性上 或在听众的需要上 试探始于抓住你的注意力 得到你的注意力 就能唤起你的情绪 情绪在带动你的行为 你便按着感觉 采取行动 你欲集中思想 与我不做这事 就欲堕入试探的网络 对试探不加理会 还比与他斗争更为有效 当你思想其他事情时 试探便会失去力量 所以 当试探打电话给你时 不要和他争论 挂掉就是了 有时 这意味着 要离开试探的处境 在这情况下 逃跑是对的 起来关掉电视机 离开谈论是非的人 半途离开戏院 未免被刺 远离密封 尽你所能地 将注意力移到其他事情上 在属灵意义上 你的心思是最脆弱的器官 为了减少试探 你要让神的话语 占满你的心思 用美善的思想 祭拜不良的思想 这就是取代的原则 以善圣恶 当你全神贯注在某事上 撒旦便无法吸引你的注意力 故此 圣经重复地提醒我们 你们应该思想耶稣 要时常记着耶稣基督 你们要时常思念美善 和值得赞扬的事 就是真实 高尚 公正 纯洁 可爱 和光荣的事 假若要认真对付试探 你必须管理你的心思 并监控你所看的传媒 世上最有智慧的人 警告说 所思所想要谨慎 因为生命是由思想定型的 真四章二十三 不要允许垃圾 随意进入你的心思 要谨慎地选择你想的事 效法保罗的模式 把一切心意夺回来 顺服基督 这需要一生去操练 但圣灵可以帮助你 重整你的思想方式 与敬钱的朋友 或扶持小组 分享你的挣扎 你不用 把你个人的挣扎公诸于世 但你必须至少 与一个人做坦诚的分享 圣经说 有朋友总比独处更好 如果你跌倒 你的朋友可以扶你起来 但如果你跌倒 而没有朋友在附近 你就麻烦了 让我清楚地说 如果在对抗坏习惯 恶饮 试探的征战中 你正节节败退 落入那处于善意 却堕入失败中 产生最恶感的恶性循环里 那么 独自挣扎是无益的 你需要别人的帮助 有些试探 只有靠着同伴的帮助 才能克服 他可以为你祈祷 鼓励你 并督促你 神对你成长 合得自由的计划中 还包括其他的基督徒 真挚 诚实的相交 是你在孤单挣扎 对付顽强试探时的解药 神说 这是重获真自由的唯一方法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 互相代导 好叫你们得到医治 你真的想要从持续令你跌倒的试探的医治吗 神的解决方法很简单 不要压抑 要坦诚分享 不要隐瞒 要透露出来 表露你的感觉是痊愈的第一步 隐瞒你的伤痛 只会加深痛楚 难题在暗处会变大 但在真理的光照下 它便缩小 越是掩守秘密 越是令你生艳 因此除去你的面具 不要再假装完美 大步踏向自由 在马鞍峰教会 我们目睹这个原则的奇妙大能 透过我们建立的一个叫做欢庆复原的事工 打破看起来似乎完全无望的恶隐 与无法脱离的试探的诠释 这个事工是一个合乎圣经教导 一共八个步骤的复原计划 它根据耶稣的八福 以小组方式来建立 在过去的十年里 超过五千个生命 从各种恶习 伤害 以及恶隐中得释放 今天 数千个教会 使用这个事工 我极力推荐你的教会 使用这样的事工 撒旦要你以为 自己的罪和试探是独有的 所以 你必须隐瞒它 其实我们都是同病相连 都在抗拒同样的试探 并且世人都犯了罪 无数人 有你现有的感受 也面对你目前的挣扎 骄傲的缘故 令我们隐瞒过失 我们想要别人以为 我们凡事都在掌握之中 没有问题 事实上 任何你不能谈论的问题 便已经是你生命里失控的事 你的财务 婚姻 孩子 思想 性生活 秘密习惯等待 要是你能自己处理这些问题 你早已把它们解决 但是 你不能 单凭意志力和决心是不足够的 有些问题太根深蒂固 太习惯难改 也太大了 不是你自己能解决的 你需要一个小组或负责任的伙伴 来鼓励你 扶持你 为你祷告 无条件地爱你 并且监督你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同时 你也相同地以此回报他们 每当某人向我吐露心声 我至今从未把这事告诉任何人 我总是为这人感到兴奋 因为知道 他将要经历释放与自由 压力的阀门即将松开 而他们将首度看见 未来希望的曙光 当我们按照神的吩咐 向敬前的朋友 承认自己的挣扎时 这样的事就会发生 让我问你一个难题 在你的生命中 有什么是你假装不是问题 你害怕谈论什么 你无法独自解决这些难题的 不错 向人承认软弱 让我们觉得谦卑屈尊 但欠缺谦虚的态度 正是阻碍 我们被医治原因 圣经说 神抵挡骄傲的人 施恩给谦虚的人 故此在神面前要谦卑 要抵挡魔鬼 当我们谦卑自己 并顺服神后 要抗拒魔鬼 雅各书四章七节扣半说 抵挡魔鬼 魔鬼就逃避你们 我们并非被动地刃 有魔鬼攻击 我们要反击 新约圣已常常将基督徒的生命 描写为 对抗邪恶势力的属灵战争 并用战争的术语 例如 作战 征服 斗争和战胜 基督徒常常被誉为 在敌方阵地作战的士兵 我们要怎样抵挡魔鬼呢 保罗说 并且要戴上救恩的头盔 拿起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道 我们首先要接受神的救恩 除非你 你对基督说是 否则 你不能对魔鬼说 不 没有基督 我们无力防御魔鬼的攻击 但有救恩的头盔 我们的心思 便有神的保护 请记得 如果你是信徒 撒旦不能迫使你做任何事 他只能给你意见 其次 你必须使用神的话语 作为与撒旦征战的武器 耶稣在旷野被试探时 他给了我们榜样 每次撒旦提出诱惑时 耶稣就引用圣经胆薄 当他被引诱去用他的大能 满足个人需要时 他没有与撒旦争论 他没说 我不饿 他只凭记忆 以用圣经 我们也需要这样做 神的话语满有能力 是撒便所惧怕的 绝不要与魔鬼争论 因为他比你更擅长 他已经练习几千年了 你不能用逻辑或意见 吓唬撒旦 但你能用神的真理 令他发抖 因此 赎背圣经经文 是祭拜试探绝对必要的 当你被试探时 可以立即用圣经回应 像耶稣一样 你把真理储藏在心里 准备随时应用 没有背熟任何经文的人 就如枪上 卫装上子弹 让我给你一个挑战 在以后的日子 每周背熟一节京剧 想想你会变得多么强壮 认识你的弱点 神警告我们 绝不可自高过于自信 那是招致灾难的处方 耶利米说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坏到极处 这是说 我们容易自欺欺人 只要环境适合 我们每个人都会犯罪 因此 绝不要放松警觉 自以为能免于试探 不要随便让自己 就落在试探的情况中 要避免这样的情况 记住 躲避试探 比摆脱试探容易 圣经说 不要那么天真和自信 你不是免疫的 正如其他人一样 你也会跌得四脚朝天 忘记自信 它是无用处的 反要建立对神的信心 第28天 成长需要时间 世上万物 都有自己的时间和季节 我深信 那位在你们当中 开始了这美好工作的上帝 一定会继续这工作 在基督耶稣 再来的日子完成它 迈向成熟 是没有捷径的 我们长大成人 需要经年累月 果子成熟 亦要经过整个生命季节 属灵的果子也是这样 要建立基督的品格 不是一蹴可及 灵命的成长 与身体成长一样 需要时间 若我们提早采收果实 只会令它们 失去原本味道 在北美 番茄往往还未成熟 就被摘下 以免在运送到商店的过程中 被压烂 然后在出售前 这些绿色的番茄 就会被喷上一层二氧化碳气体 并它们立时转为红色 这些含气体的番茄 是可以食用的 但味道却无法与 自然成熟的番茄 相提并论 当我们为自己成长的速度 担忧之际 神所关心的 却是我们成长的强度 神是从永恒的角度和意义 查看我们的生命 所以他从不充足 蓝亚当曾将灵命的成长过程 誉为二次世界大战 盟军解放南太平洋岛屿的策略 首先 它们会软化该岛 以离岸船舰发射炮弹 摧毁敌人的防线 削弱它们的守卫 其次 是以一小队海军陆战队进攻 建立摊头阵地 成为自己的根据地 接着便逐一解放岛上其他地方 最后将整个岛占领 过程中当然少不了一些硬仗 蓝亚当作这比喻 在我们未悔改 被主占领生命之前 它有时会容让一些 我们不能处理的难题 来软化我们 有些人可能在主第一次叩门时 就打开心门接受主 但大多数人间拒不接受 在我们回转向神之前 主往往要对我们说 看吧 我要炸开你的心门 当你接受主进入你心里 神在你生命中就建立了摊头阵地 或许你以为自己已经完全降服 但事实上 你对自己的生命 尚有未尽了解的地方 你只能将当时你所明白的奉献给神 这也无妨 因为当主在你心中有了据点 他会开始逐步占领 直至你的生命完全属他 这过程中会有挣扎 但结果是不容置疑的 主曾应许我深信 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 必成全这功 门徒训练是顺服主的过程 圣经说 我们达到真正的成熟 所爱意衡量的 就是达到基督那完全的境界 你终极的目的是要完全向主 但这个旅程需要耗费一生之久 到目前为止 这个旅程包括相信 归属和改变 神要我们每一天更像他 你已开始过新生活 你是新造的人 越来越想创造你的主 现代人力求速度 神却看重实力和稳定性 我们求速决 捷径与及时的结果 期望有一场讲道 研讨会或一次经验 可以马上解决所有问题 除去一切试探 挪走成长的痛苦 但是 无论这经历多有能力 多感动人 真正的成熟 绝不是单一经验的结果 成长是渐进的 圣经说 当神的灵进入我们的生命时 我们成为他的样式 生命也变得更光荣和更美丽 为何需要这么久 虽然神能够历史将我们改变 他却要选择让我们慢慢成长 耶稣训练门徒是慎重而有计划的 正如神容许以色列人 一点一点地接管应许之地 以免他们附和不来 神选择循序渐进地 在我们的生命里动工 为何改变和成长需要那么长的时间 原因有几个 我们是进度迟缓的学生 我们往往需要重复一项功课四五十次 才能真的学会 当问题一再出现 我们会想又来了 我已经学过了 但神比你更清楚 以色列人的历史明显告诉我们 人是何等容易忘记神的教导 并且很快地固态辅盟 所以我们需要反复学习 我们要除掉老我 很多人带着积累多年的个人 或与别人相处的问题去见邪谈者 对他说 我需要你解决我的问题 但我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这些人天真的以为 那些常年累月和根深蒂固的问题 可以即刻解决 由于我们大部分的问题 与所有的坏习惯都非一息之间养成 要马上摆脱它们 根本是不切实际的 没有任何的灵妖妙方 祷告或理论 能立即修复今年累月 所造成的损坏 这需要费力地铲除与替换 圣经称之为脱去旧人和穿上新人 在你悔改的一刻 神医赏赐你新的生命 但你仍然有老习性 老模式与方法 需要被除去 被取代 我们害怕谦卑地面对自我的真相 我已经说了 了解真相 往往让我们得释放 但却会先带来苦恼 当我们诚实地去面对 个人性格的缺陷时 我们会害怕面对真相 因此我们宁愿活在否认的牢笼中 只有让神以真理光 照我们的过错 失败和困扰 我们才能开始对付它们 这正是为什么 我们要存谦卑受教的态度 才能成长的原因 成长往往有痛苦与害怕 成长路上必有改变 改变过程必有恐惧与失落 失落必有痛苦 每个改变都免不了失去一些东西 你必须放弃旧方式 才能尝试新事物 我们都害怕失去 即使老方式 使自己蒙受打击 因为就如同我们穿惯的旧鞋 至少是舒适熟悉的 人往往将自我的身份 建立在它们的短处上 我们会说 这就像我是 以及我就是这个样子 潜意识里我们担忧 如果我放弃原来的习惯 伤痕或困扰 那么我会是谁 这恐惧无疑延迟你的成长 习惯需要时间去培养 请记着 你的品格是你所有习惯的总和 除非你习惯性仁慈 也就是无需思考便表现仁慈 否则不能声称自己仁慈 除非诚实是你的习惯 否则就不能声称自己正直 如果丈夫只是大多数时候忠于妻子 他根本就不算忠实 你的习惯定义你的品格 培养出像基督的品格习惯 只有一种方法 你必须要去实行 而实行是需要时间的 没有立即养成的习惯 保罗督促提摩泰 要去实行这些事 将你的生命奉献在旗上 使每个人都能看出你的长戒 任何事长久实行 就会得心应手 重复练习 会培养品格和技巧 这些建立品格的习惯 常被称为属灵纪律 不要操之过急 在迈向灵命成熟的过程中 我们有几个与神合作的方法 即使没有感觉到 仍然相信神正在你生命里动工 有时候灵命成长 是冗长沉闷的工作 一次一小步 只能期望逐步进展 圣经说 世上万物都有自己的时间和季节 同样的 你的属灵生命也有季节 有时在短暂和蓬勃的生长季节过后 便是一段稳定合受考验的日子 至于那些 你想神奇地除掉的难题 习惯和伤痕又怎样呢 你可以祈求神迹发生 但假若答案 需要经过慢慢地转变才见到 千万不要失望 时间让小夕可以将坚硬的大石 模式为鹅卵石 时间也能让内芽长成 三百五十尺高的红山墓树 将学到的功课记下来 这笔记不是日程表 而是你的学习记录 记录神对你 对生命 人际关系 以及其他一切事件的教导 可作为你日后的反省和回忆 并传承给下一代 因为健忘之故 我们要不断地重新学习 定时回顾灵修记录 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痛苦和烦恼 圣经说 坚守我们所学的真理非常重要 能使我们不置逐流偏离 耐性地对待神和自己 人生中令人气馁的事之一 是神的时间表常与我们的不同 我们常匆匆忙忙 神却不是 眼见自己的进度 缓慢你或许感到沮丧 请记着神永不匆忙 他一向准时 他要你以一生的时间 去为你永恒的角色做预备 圣经里充满了 神如何使用冗长的过程 来建立品格 特别是训练领袖的例子 他用八十年预备摩西 其中四十年在旷野 有一万四千六百天 摩西不断地等待 并纳闷说 时候到了吗 但神仍是说 还没有 与很多畅销书名正好相反的 没有所谓的成长捷径 或历史成圣的秘诀 神会以百年栽种一棵巨大的橡树 却仅以一天的时间 让蘑菇长成 培养伟大的心灵 是要经历挣扎 风暴和苦难 所以只管忍耐等候 雅各曾说 不要在事情未成熟前中途放弃 让它循序渐进 使你们得以成长和完全 不要灰心气馁 当先知哈巴谷 以为神为如期动工 而感到意志消沉时 神这样说 实现的日期还没有到 但是时候就要到了 我所指示给你的 很快就经实现 你也许会觉得太慢 但是等着吧 事情一定发生 且不担言 延迟不是神的否定 请记得你在灵命成长上 已达到的进度 不要只记挂着未做到的事 或许你还未达到目标 但事实上 你已经不是停留在原地了 多年前 人们流行写着 Bugin Fumi的胸针 意味请忍耐 神在我身上尚未完工 同样 神在你身上意味完工 所以请继续向前迈进 就算是蜗牛 只要有毅力 也可以走进方舟 第二十九天 接受你的任命 人生目的 你被塑造 视为服侍神 我们不过是神的仆人 我们每个人 都是按照主所分派的做工 我在中亚波罗浇灌 但是神使他成长 第二十九天 接受你的任命 神是我们的创造者 他借着基督耶稣 给了我们的新生命 并且早已为我们定下计划 要我们以生命去帮助别人 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 你交给我的工作 我已经仔细完成了 你来到这个世界 是要做出贡献 神造你不是只为了消耗资源 吃喝 呼吸 和白占地图 神特意造你 要透过你的生命 在世上带来改变 很多畅销书籍建议人 如何尽量从生命多取 但这不是神造你的目的 你被造是要在地上 为生命添加东西 而不只是从生命取走东西 神要你给些东西回去 这是神给你的第四个人生目的 就是你的事工或服事 圣经为我们提供了详情 神创造你 为要侍奉他 圣经说 神创造我们 要我们行善 这是他预先安排的 行善就是你提供给世界的服事 每当你服事人 其实是在服事主 并成就你的人生目的之一 在以下两章 你会看到 神如何为此目的 用心地塑造你 神对耶利米说的话 也可以应用在你身上 我还没有使你在母胎成型之前 我已选招你 你还未出生前 我已为了特别植物 把你分别出来 你被安置在这个星球上 是为了一项特别的任命 神救赎你 要你侍奉他 圣经说 神拯救了我们 又选招我们做他的圣工 并不是因为我们配 乃因为这是他的计划 神救赎你 以致你可以为他做圣工 你被拯救 不是因为你的服事 你被拯救 乃是为要去服事 在神的国度里 你有你的份 使命 角色和功能 这些赋予你生命 极大的价值与意义 主耶稣 以自己的生命 来买赎你的救恩 圣经提醒我们 因为他用重价买了你们 所以你们要用身体 来荣耀神 我们是奉神 不是出于罪疚感 恐惧或责任 乃是因为 他为我们所做的 叫我们感到喜乐与感激 我们的生命是他的 借着救恩 我们的过去 以蒙赦免 这一刻有了意义 对将来也有把握 基于这些 令人难以置信的好处 保罗总结 既然神这样连续我们 我劝你们 把自己当作活活的 祭物献给神 专心是奉他 使徒约翰教导我们 爱心的服事 表明我们是真正得救 他说 我们一爱弟兄 便晓得 自己累经 是出死入生了 若我对人缺乏爱心 无意服事别人 只顾自己的需要 我应扪心自问 基督是否确实 活在我生命中 以蒙拯救的心灵 自然想去服事人 另一个被多数人 误解服事神的 名词是事工 听到这名词 多数人就联想到 牧师及专职神职人员 但神说 他家里每个成员 都是是奉他的人 在圣经里 仆人和侍奉者 是同一词 服事和事工亦然 若你是基督徒 你就是侍奉者 在你服事的时候 你已经是在参与事工了 彼得的岳母被主医治后 立刻用他刚得到的健康 起来服事耶稣 我们也当如此 我们被医治 为要帮助别人 蒙祝福 为要成为别人的祝福 蒙拯救 为要去服事 而不是必坐等待上天堂 你曾否纳闷 为什么神不在我们 接受救恩的一刻 就将我们接到天界 祂为何留下 我们在这沉沦的世界 祂把我们留下来 乃是为要成就 祂的目的 你一旦得救 神便定义为 祂的目标来使用你 神在祂的教会 有一个事工要给你 在这世上 有一个使命等着你 神护照你 要你侍奉他 成长当中 你可能曾经想过 蒙照只是宣教士 传道人 修女 或其他全职教母同工 才会经历到的 但圣经说 每一位基督徒君 蒙照侍奉 你蒙照得救 也包括了蒙照侍奉 两者是一回事 不论你从事何种职业 你已被呼召 所全时间的基督徒侍奉 不侍奉的基督徒 这一个词 本身就是矛盾的 圣经说 神拯救我们 呼召我们做祂的子民 并不是因为 我们有什么好行为 而是出于祂的旨意 彼得一因此说 你们被拣选 为要宣扬那呼召 你的神的大德 每次你用神 给你的恩赐帮助人 你就是在回应神的呼召 圣经说 现在你们属于 神使你们能够 好好地试奉神 在试奉神这方面 你究竟有多少时候 是有意的 在中国有些教会 他们在欢迎出信者时 会说 主耶稣又加添了新的眼睛 去观看 新的耳朵 去聆听 新的助手去办事 和新的心灵去爱人 我们需要加入教会 其中一个原因 是为要切实地 回应神的呼召 去服侍人 圣经说 你们共同成为基督的身体 每人各自不同 各有功用 在主的肢体里 你的侍奉是极为需要的 我们每人都有自己的角色 而每个角色都是重要的 在神眼中 没有微不足道的侍奉 每个侍奉都重要 同样的 教会里 亦没有不重要的施工 有些施工很显慕 有些施工 隐藏在幕后 却全都宝贵 小而隐藏的施工 往往发挥最大的功效 在我家 最重要的灯病不是餐厅那盏大型的琉璃吊灯 而是在那盏小小的夜灯 防止我夜里起来时摔跤 施工的大小与重要性无关 每一个施工都重要 因为我们都互相依赖 才能发挥功效 如果我身体的某一部分不作用 会怎样 那一定生病 身体的其他部分也会受苦 试想 假如肝脏决定我行我素 我累了 不想再服侍这身体了 我要休息一年 只吃不做 让其他器官补上吧 结果如何 你的身体会死去 今天很多教会濒临死亡 因为信徒不愿意侍奉 只袖手旁观 教主的身体受苦 你受命服侍神 主耶稣不容置疑地指出 你们的心态要像我一样 我 弥赛亚 不是要别人服侍 乃是服侍别人 并且要舍命 对基督徒来说 侍奉不是任君挑选 有空时才列入时间表内的东西 而是我们生命的核心 主来是服侍和付出 这两个词应是你人生的定义 也总括了神 给予你的第四个人生目的 德雷莎修女曾经说过 带着笑容为主做工 是圣洁生活的一部分 耶稣教导我们 明命成熟本身不是最终的目的 明命成熟是为了事工 我们长大才能付出 持续不断地学习还不够 我们必须将所知所信行出来 有观念但缺乏表达 会引致抑郁 学习但没有侍奉 只会令你灵命停滞不前 正如加利利海和死海的比较 加利利是生气盎然的湖泊 因为她接收水 一排出水 反观死海却死气沉沉 因为她的水没法流出 这湖是腐败的 对很多信徒而言 他们最不应该做的事是 参加更多的查经班 他们所知的远超过所行的 他们需要的乃是服侍的经验 锻炼一下他们属灵肌肉 服侍与我们的本性是相左的 我们往往服侍自己 比试凤更感兴趣 我们想我要找一间可以满足我的需要和祝福我的教会 而不是说我要寻找能够侍奉和祝福别人的地方 我们期望得到服侍 不过当我们在逐理成长时 生命的焦点应该逐渐转向侍奉的人生 一个成熟的耶稣的跟随者 不应再问谁会满足我的需要 而硬问我能满足谁的需要 你曾否这样问自己 为永恒做准备 在世的生命结束后 你将要站在神的面前 那时他会对你服侍人的表现做出评价 圣经说 我们个人都要把自己的事向神交代 想想这所指为何 有一天 神会将我们放在自己身上 和投资在服侍别人所花的时间和精力做一比较 到时我们所有出于怎么怎么自私的借口 太忙碌 或我有自己的目标 或是我太忙于工作 享乐 或为退休 做准备 都变成空谈 神会对你说 对不起 答错了 我造你 救你 照你 即命令你过失奉的生活 究竟你不明白哪一方面 圣经警告不信者说 神的震怒和愤恨 要临到那些自私过活的人 但对基督徒来说 那意味着损失永恒的奖赏 只有当我们帮助人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才是生气勃勃的 主说 凡想就自己生命的 必丧掉生命 但为我和福音牺牲生命的 必知道真正生命的意义 这个真理实在太重要了 因此福音书里重复出现了五次 你若不服事 你便只是生存 因为生命就是为了事工 神希望你学习 无私的爱人 服事人 侍奉的重要性 若你将为某件事付出生命 那会是哪一春呢 职业 运动 嗜好 名声 或财富 这些没有一个有永恒的意义 侍奉是通往一个 真正有意义人生的途径 圣经说 我们在基督里 成为一个身体 个人找寻自己的生命意义和功用 当我们在神家里一同侍奉 生命就有永恒的意义了 保罗说 正因为你是肢体的一部分 我要你思想 所有这事如何令你更重要 而不是无足轻重 神要使用你去改变世界 他要借着你来做工 生命不在乎长短 而是以于有何贡献 不是你活多久 而是你怎样活 若你现在没有投身侍奉 借口是什么 亚伯拉罕年老 雅各缺乏安全感 毕亚不吸引人 约瑟被虐待 摩西口吃 积淀贫穷 参孙太依赖 瓦合不道德 大魏有婚外情和家庭问题 以利亚有自杀倾向 耶利米抑郁 约拿不顺服 拿阿米是寡妇 施洗约翰怪异有加 彼得冲动暴躁 马大忧虑重重 撒玛利亚妇人 多次婚姻失败 撒该不受欢迎 多马多疑 保罗体弱 提摩太怯懦 何等的不配 但神却使用他们 成就事工 只要你不再制造借口 他也必同样使用你 第三十天 被塑造是为服事神 你的手塑我造我 就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子民 好使他们述说赞美我的话 你被塑造为要服事神 神造地球上每种生物时都赋予特别的技能 有些动物能跑 有些能跳 有些能游 有些能挖洞 有些则能飞 每种生物都有因着神的塑造 而在世上有其独特的角色 神造人亦是如此 我们每人均为天父精心设计 或被塑造 以各司所值 在建筑师涉及建筑物前 他们会先问 这建筑物的目的为何 有何用处 往往这建筑物的用途 会成为决定形式的主要因素 神创造你之前 他先决定你在世上所扮演的角色 然后塑造你 让你可以成就他要你做的工作 圣经说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英文字Tone 源自希腊文Workmanship 你是神经手精心制作的艺术品 并不是工厂机器大量装配的产品 你是被量身定造 独一无二的创作 神刻意地塑造你 使你能以个人独特的事工来服侍他 他小心翼翼地将你的基因混合而创造你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 在我母腹中你塑造了我 我要称谢你 因为我的受造奇妙可畏 你的作为奇妙 正如魏伊特说 神是不会制造废物的 神不单在你为出生时塑造你 他更为你的生命每一天定下计划 以完成你被塑造的过程 大卫说 你为我锁定的日子 我还未度过一日 都完全记在你的册上了 这就是说 没有一件发生在你生命中的事 是不重要的 神使用这些事去谋造你 让你可以是奉他和服侍他人 神从不浪费任何东西 他不会毫无缘故就赐给你才能 兴趣 天分 恩赐 个性和人生经验 因他定义在当中得着荣耀 故此 认识并了解这些因素 可以帮助你发觉神在你生命中的旨意 圣经说你是奇妙的结合 因你是用不同因素结合而成 为了帮助你记得这五个要素 我创了一个字母组合词shape 本章集下一章 我们要研讨这五个要素 我也要解释如何发现你的特色shape 神如何为你的事工塑造你 每当神给你一个任务 他总会为你需要去完成的任务来装备你 这个为你量身定做的才能组合成为你的特色 Spiritual Gifts 属灵恩赐 Hard Sin Abilities 能力 Personality 个性 Experience 经验 特色 发觉你的属灵恩赐 神给每个信徒属灵恩赐好 用在事工上 这些是神特别赏赐的能力 只给信徒 为的是 是奉他 圣经说 那没有神的灵的人 不能够领受神的灵所给的恩赐 你既不能赚取 也不配得属灵的恩赐 恩赐是神赐给你的恩典 他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恩典 是多么的丰盛 你也不可能选择你喜欢拥有的恩赐 这是神的决定 保罗解释说 这一切都是这同一位圣灵所做的 他按照自己的意思 个别地分给个人 因为神喜爱多样化 他要我们各有特色 因此 没有任何一个恩赐 是每个人都有的 也没有一个人 有所有的恩赐 你若有一切的恩赐 你就不需要任何人了 这会抵触神的心意 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和相依 你的恩赐 不是用来使自己得益 而是为别人的好处 正如别人蒙受恩赐 运用来使你得益 圣经说 属灵恩赐给予个人 为的是 要使整个教会得着益处 神的计划 是要我们互相依赖 共同使用恩赐 使众人得益 倘若其他人不运用他们的恩赐 你会感到被人欺骗 同样的 如果你不运用你的恩赐 他人亦会感到被欺骗 因此 主吩咐我们要去发掘 和发挥属灵恩赐 你有否善用时间 去发掘你的属灵恩赐 没有拆封的礼物 是毫无价值的 每当我们忘记 这些有关恩赐的真理时 教会内便出现问题 两种常见的问题是 恩赐嫉妒和恩赐投射 前者是指我们将恩赐与人比较 对神给我们的恩赐感到不满 对神使用别人感到反感和嫉妒 后者是指我们假设 其他人一拥有我们的恩赐 做我们所蒙罩去做的 与我们感到一样的热情 圣经记载说 不是和职分有许多种 但是同为一位主 有些时候我们太重视属灵恩赐 以致忽略了神用来塑造你的其他因素 其实恩赐只不过是寻求 神要你做的功的关键之一 神还会用其他四种方法 去显明他的心意 特色聆听你的心 圣经用心这个字形容你的意愿 希望 兴趣 报复 梦想 和你的所爱 你的心是你生命动力的源头 就是指你喜爱做什么 和你最关心的是什么 就是今天 我们也仍然使用这个字来说 我全心爱你 圣经说 谁怎样映照人面 人的心思也怎样反映其人 你的心思显露你的真我 真实的你 不是别人想象的你 或身不由已的你 你的心思决定你为什么这样说话 你为什么这样感觉 以及你为什么这样做事 我们每个人的身体 居有独特的心跳 正如我们各有独特的指纹 眼膜和声音 我们的心跳 也与别人稍有不同 令人诧异的是 在世上一百人中 竟无一人的心跳 与你一样的 同样的 神给我们每人一个 独特的情绪脉动 当遇上我们感到 有兴趣的题材 活动或环境 我们会不自觉地 对这些事物特别关心 这就是寻求我们侍奉范畴的线索 新的另一个意思是热忱 你对有些事会感到特别热爱 但对另一些则会无动于衷 有些经历会吸引你的注意 令你兴致勃勃 但另外一些经历 则令你异性阑珊 闷闷不乐 这些体验也会反映你内心的本性 在你成长期间 你可能发觉你对某些事物特别有兴趣 而家中其他的人对此则漠不关心 这些兴趣 取向是从何而来 其实 他们是从神而来 神给你与生俱来的兴趣 是有祂的目的 你的情绪脉动 便是第二个指标 让你了解你服侍的特色 不要忽视你的兴趣 好好考虑这些 如何能被用来荣耀神 你喜爱做这些事 是有原因的 圣经一再地说 要全心全意试奉神 神要我们热心侍奉他 而不是出于职责 很少有人对自己不感兴趣的事能 卓越有成或充满热忱的 神要你用你天生的兴趣 去服侍他和其他人 细心聆听内心的暗示 可以指出神为你预备的事工 你怎么知道 你乃是从心底服侍神 第一个指标 就是你对此事奉的热情 当你做你喜爱的事时 你不需要别人去激励你 挑战你或监督你 你的动力便是你对这工作的全然享受 你不需要奖赏 贺彩或报酬 因为你喜爱这样的服侍 相反的 假若你对所做的没有热气的心 你会很容易感到气难 每两个是奉神的指标 是果效 每当你按神对你的设计 去做你喜爱做的事时 人会越做越好 热情驱使人追求完善 你若不喜欢一件任务 你便不可能出类拔萃 不论任何行业 最有成就的人 总是那些出于热情 而非为职责或利益才做的人 我们常听人说 为了赚钱 我只好做一份我厌恶的工作 好让我有一天可以辞职 去做我喜爱的事 大错特错 不要浪费生命 在一份不能传达 你心意的工作上 请记着 生命中最伟大的事 不是维系在物质上 有意义的事 比金钱更为重要 一位全球首富曾说 过简单的生活而敬畏神 胜过富足的生活 却诸多头痛 你不要安于舒适的人生 因为舒适的人生并不够好 最终它不能使人满足 你可以拥有很多物质来过活 却没有一样你可以为之而活的 与其追求舒适的生活 不如已能表达你的新的方式 来服侍神为目标 找出你喜欢做什么 神给你什么兴趣 然后为神的荣耀去做 第三十一天 了解你的特色 你塑造了我的内在与外在 在我的母腹中 你便形成我 世上只有一个你 神设计我们每一个人 让这个世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你 你的构造独特 与别人截然不同 这一集 这世上没有任何人 可以扮演神计划 要你扮演的角色 你若不对基督的身体 做出独特的贡献 就没有人能做出这份贡献 圣经说 恩赐各有不同 是奉的方法各有不同 工作的才能各有不同 上一章 我们讲座了前两项 你的属灵恩赐与你的心 现在就让我们看看 你用来服侍神的其他特色 特色运用你的才能 你的才能是你天生的能力 有些人有语言天分 自出娘胎便会说话 有些人天赋运动的才能 亦有些人精通数学 音乐或机械 当年神要建造的柜 和其他敬拜用品时 他提供一群 有天赋的艺术家及工匠 他们有智慧 有聪明 有知识 能想出巧工 能做各样的工 今天神仍赐予千万人 这些才能 让他们可以是奉他 我们所有的才能 都是从神而来 就是用来犯罪的本领 也是神给给予的 他们只不过是被误用或滥用 圣经说 神赐予我们各有不同的恩赐 既然你们的天赋 才能是从神而来 他们与属灵恩赐一样的重要 也一样属灵 唯一的分别 只在于 才能是与生俱来的 人们不是奉最普遍的借口之一是 我没有任何才能 可以献给神 这真是荒唐 你有很多未开发 未认识和未使用的才能 它不过隐藏在你里面罢了 许多研究报告显示 一般人约有500至700种技术和才能 远超过你所发了解的 比方说 你的脑袋可以储存100万亿件讯息 与你的消化系统运作一样 你的心思可以在一秒钟内 做出15000个决定 鼻子可以分辨1万种不同的气味 触觉可以感应到 25000分之一寸厚的物品 你的舌头可以尝出 稀释到200万分之一的亏名 你是神奇妙的创造物 拥有不可思议的才能 教会的职责之一 就是辨识出你的才能 来用以服侍神 每种才能都可以用来荣耀神 保罗说 无论做什么 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圣经中 充满着人用不同恩赐荣耀神的例子 艺术 建筑 行政 烘焙 制糖果 辩论 造船 设计 防腐 真知 画匠 农室 捕鱼 园艺 领导 管理 音乐 制造武器 种植 发明 航海 销售 当兵 裁缝 教导 木工 哲学研究 机械 文字创作和作诗等等 圣经说 工作的才能各有不同 次才能的是同一位上帝 神的家中必有一处地方可以让你施展专长做出贡献 就全凭你去找出这地方了 神赐给一些人善于赚钱的才能 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你要纪念耶和华 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 这些人精于建立事业 经营生意 赚取利润 如果你有这些才能 你应该使用这样的才能来荣耀神 怎么做呢 首先你要明白这才能是从神而来 将此才能归功于神 第二 使用你的事业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向未信者分享你的信仰 第三 将至少十分之一归回给神 以此敬拜神 最后 把你的目标设定在作为一个国度的建造者 而不只是财富建造者 我会在第三十三章加以解释 你是世上唯一可以使用你才能的人 无人可以代替你的角色 因为他们没有神给你独一无二的特色 圣经说 神装备你所需要的去行他的旨意 要发觉神对你生命中的旨意 你便要认真检查 自己做的好与做不好的事 若神没有给你唱歌的才能 他就绝不会要你做一个歌剧演唱家 神不会要你现身与你没有天分的工作 另一方面 你拥有的才能 正是神要你去做的有力指标 这乃是明白神对你的旨意的线索 若你在设计绘画或组织方面做的出色 你便大约可以认为 神在你的生命计划中 要你采用这些技能 神是不会浪费才能的 他会使我们的护照和才能互相配合 神赐给你才能并不仅让你借以为生 更是为了你的事工 彼得说 既然神赐每个人独特的才能 我们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事 将神的赐福传于众人 在马安峰教会 目前有接近七千人 使用他们的才能提供各种服务 例如把别人捐献的旧车修理好 供有需要的人使用 为教会找寻价廉物美的东西 原地设计 整理资料 艺术设计 节目设计 建筑设计 提供身体检查 准备膳食 作曲 教授音乐 申请补助 担任教练 帮助奖章资料研究 翻译奖章等等工作 我们对每位新会友都这样说 你擅长做的事 就应该为你的教会来做 特色 善用你的个性 我们实在不真正了解 我们每一个人 有多么的独特 人类染色体 可以有无数的排列方式 大约是10的24亿次方 这数目反应 你能找到一个 与你相同的人的几率 若要将此数目写下来 每个零相差一寸之巨 你便需要 37万英里长的纸条才够 从另一个角度看 有些科学家猜测 宇宙间所有的微粒子 大约少于10后面加76个零 远少于DNA的可能性 你的独特性 是有科学根据 当神造你之后 它便打破模子 再也不可能 有任何一个人 与你一模一样 很明显的 神喜爱多样化 只要你环顾四周 便会明白 它创造我们时 赐给我们独特的个性 有些人内向 有些人则外向 有些喜欢例行不变 有些则喜欢变化多端 有些是思想型 有些则是感觉型 有些人适合单独工作 而另上些人 则适合团队工作 圣经说 神借着不同的人 不同的方式去做成一切 亦是这位神 借着众人 成就他的目的 圣经中有很多例子 证明神 使用各种不同个性的人 彼得热情乐观 保罗暴躁易怒 耶利米多愁善感 当你看见 十二门徒的个性 各有不同时 就会明白 他们之间 为什么偶有冲突了 从事工角度来看 性情没有对或错 我们需要各种不同个性的人 参与侍奉 让教会有平衡的发展 和更多姿多彩 我们若都是平淡的香草冰淇淋 这世界将会是一个很无聊的地方 可幸的是 人们有多过于三十一种口味 各式各样的个性 你的个性会影响你如何 在哪里使用你的属灵恩赐与才能 举例来说 两个都拥有同样的步道恩赐 但假如一个是内向 另一个是外向 他们表现恩赐的方式 便大不相同 木匠知道 顺木纹比逆木纹容易施工 同样的 如果你被迫 做与你性格相悲的施工 你会感到压力与不安 需要额外的精神和力气 效果却不理想 这就是为什么模仿别人的施工 绝对行不通的原因 因为你没有他们的个性 此外 神造你做你自己 你可以学习别人的榜样 但你要把所学的消化 与你的特色配合 现今有很多书本和工具 帮助你了解自己的个性 从而决定如何被神使用 如同彩绘玻璃折射阳光一样 我们不同的个性将神的亮光 反映出许多不同的颜色与花样 使神的大家庭 在深度与多样性上 蒙受祝福 也使我们的个性蒙受祝福 当我们顺着神造 我们的样式去做时 感觉真好 当你以神赋予的个性 侍奉它时 你会经历到成就感 满足感 并有果效 特色 善用你的精力 你的生活塑造你 大部分经验 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外 但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 为的是要塑造你 在决定用什么特色去试奉神时 你应该至少查验以下六项过往的经历 家庭经历成长期间 你在家中学到什么 教育经历在学校里 你最喜爱哪一科目 工作经历 什么工作 是你最有果效 最享受的工作 属灵经历 与神交往中 最有意义的时刻是什么 侍奉经历 过去你如何侍奉神 痛苦经历 从困难 伤痛 烦恼及试炼中 你学到什么 这最后功效 痛苦的经历 是神最常用来预备 你从事事工的经历 他从不浪费伤痛的经历 事实上 你最大的事工 最能出自你最大的伤痛 有谁比那些 自己拥有弱智子女的人 更适合去用事其他有弱智子女的父母呢 有谁比一个曾与蓄洒的恶魔征战 并得释放的人 更适合去帮助人借洒呢 有谁比一个曾经经历被丈夫遗弃的女人 更适合去安慰丈夫 为了呼迈情而离弃的妻子呢 神刻意容许你经历这些痛苦 为要装备你去服侍别人 圣经说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 神都安慰我们 使我们能用他所赐的安慰 去安慰那些在各样患难中的人 若你真正渴望被神使用 你必须明白一个真理 你生命中 那些令你怨恨或懊悔的经历 那些你想隐藏或忘记的事 都是神要你用来帮助别人的经历 那就是你的事工 若要让神使用你痛苦的经历 你必须愿意与人分享这些经历 你必须不再掩盖 要诚实地承认你的错误 失败和恐惧 这会成为你最有效的事工 当我们分享神的恩典 如何在我们的软弱上帮助我们时 别人往往得着激励 这样做远胜于我们 夸耀自己的能力 保罗明白这真理 所以他坦诚地分享 自己多次意志消沉的经验 他承认说 弟兄姊妹们 我们希望你们知道 我们从前在亚西亚省所遭遇的患难 那压在我们身上的担子 是多么大 多么沉重 连生存的希望都没有了 我们只觉得已经被判死刑 这样的情形 使我们知道 不能倚靠自己 只能倚靠那时死人复活的上帝 他曾经从残废的危险中拯救了我们 将来仍要拯救 如果保罗将这疑惑与沮丧的经历保密 千万的人便永远不能得到益处 只有分享精力 才能帮助人 赫须黎说 经验不是指发生在你身上的事 而是你如何处理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 你如何善用你的精力 不要浪费你的痛苦 使用它来帮助别人 当我们明白 神塑造我们去服事的五种方法后 我希望你会更为神的主权而感恩 更明白他如何为了能成就他对我们的旨意 来装备我们去服事他 善用你的特色是你在事工中 能得着满足与果效的秘诀 当你以最能表达你的个性与经验的方式 使用你的属灵恩赐 与才能在你感兴趣的世上时 你最有果效 越符合上述所言 你便做得越成功 第32点 使用神给你的一切 我们既奇妙地被造 各有所长 在基督里成为一体 让我们勇往向前 做我们被造去做的事 你的生命是神赐给你的礼物 你如何使用你的生命 是你献给神的礼物 但卖艳语 神配得你最好的 神塑造你有一个目的 他期待你将恩赐发挥得淋漓尽致 他不愿你垂涎所没有的才能 或为此担忧 乃是要你专注于 他所给你去使用的才干 当你尝试不依照神 谋造你的方式去世奉时 就好像硬将方木栓 敲入圆孔中 不但令你感到沮丧 效果亦有限 更白费你的时间 天分和精力 使用你的生命最好的方式 就是用神所自的特色 去世奉他 要这样做 你就必须发掘自己的特色 学习去接受并享受他 进而发挥所长 发掘你的特色 圣经说 不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 主要你做什么 并去做出来 不要浪费光阴 现在就开始 发掘神给你的才干 和要你做的事 从评估你的恩赐 及才干来开始 好好花时间 诚实地检讨自己 做的好与做不好的事 保罗建议说 事实理智地去估计你的才能 列出清单 然后征求别人的意见 告诉他们 你在寻找事实 不是在估名钓鱼 属灵恩赐与天赋才能 往往需要别人来加以认定 假如你认为 自己有教导或唱歌的恩赐 却没有人同意 你想会是什么结果 你若想知道 是否有领导的恩赐 只要看看 有没有人跟从你就是了 若没有 你就不是领袖人才 试问自己 在我身上 哪些属灵果子 是得到别人肯定的 我在哪方面做的成功 属灵恩赐测验 和才能评量表 两种方法都有些价值 但用处却有限 首先 两者都是公式化的测验 没有考虑个别独特性 其次 圣经并没有给属灵恩赐下定义 因此 所有定义都是主观的 通常带有宗派的偏见 另一个问题是 你欲成熟 就欲表现出许多恩赐的特点 你可能因着成熟 而能从事各样的侍奉 教导 或慷慨奉献 而非出于属灵恩赐 发掘恩赐和才干的最好方法 是在不同的岗位上侍奉 以此来试验 我年轻时 或许做过上百个恩赐 和才能测验 但却不知道 自己有教导的恩赐 因为我从未做过 只有在我开始 接受讲道的机会之后 我开始看到结果 并接受别人的认定 明白 神给了我恩赐 做这件事 很多书将恩赐 发掘的程序 本末倒置 他们说 先发掘属灵恩赐 然后 你才知道 自己的侍奉岗位 但事实往往相反 只要开始服事 在不同的事工上尝试 你就会发现自己的恩赐 除非你实际投入侍奉 你不会知道自己的长处 由于你从来没有尝试去做 有许多隐藏的才能与恩赐 是你不知道的 因此 我鼓励你 去做一些从未做过的事 无论你年纪多大 我敦促你 绝不要停止尝试 我见过很多人 在七八十岁时 发现自己的潜能 我认识一位九十岁的女士 在十公里赛跑中取得冠军 她在七十八岁时 才发现自己喜爱跑步 还未志愿投入服事以先 不要尝试 想要找出你的恩赐 只要开始服事 你借着投身事工来发掘恩赐 尝试教导 组织 领导或演奏乐器 或参与青少年事工 不尝试 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 若不成功 就当作是一个试验 而非失败 最终你会知道 自己的专长是什么 考虑你的兴趣和个性 保罗建议说 细心探讨你是谁 和你受托付的工作 然后投身去做 聆听之友的意见 是有帮助的 你依可问自己 我最享受做什么事 做什么事 会令我充满活力 甚至忘记时间 我喜欢规律 还是有变化的工作 我喜欢团队合作 还是单独侍奉 我是属于内向型 还是外向型 我是思想型 还是感觉型 我喜欢征静 还是合作 查验你的经历 并吸取教训 回顾你一生 想想神 如何塑造你 摩西对以色列人说 记得从你们经历神中 所学到 关于主的一切事 遗忘了的经历 是毫无价值的 这就是写灵修日记的益处 保罗担心加拉太的信徒 会浪费他们的痛苦经历 他说 你们以往一切的经验 是突然的吗 我希望不至于如此 在痛苦 失败 困惑中 我们很少看得见神的美意 当耶稣为彼得洗脚时 他说 我所做的 你如今不知道 后来必明白 只有在事过境迁 我们才领悟到 神容许这些不如意的事发生 本意是美好的 从经验中 汲取教训是需要时间的 我建议你用一个周末的时间 去做生命反思静修 停下来 看看神在你生命中的作为 思想 他可以怎样使用那些人生功课 去帮助别人 有许多资料 可以帮助你这样做 接受并享受你的特色 既然神最清楚 什么是最适合你的 所以当存感恩的心 接受他的安排 圣经说 你这个人有何权利 竟赶盘问神 一个瓦器 怎能对陶匠说 你为什么把我造成这个样子 陶匠毕竟有权 把泥土造成他喜爱的器皿 神以他的主权 决定你的特色 为要成就他的旨意 所以你不应对此怨愤或抗拒 与其尝试重塑自己模仿别人 要为神单独给你的特色而欢庆 我们每一个人都按照基督所分配的 领受特别的恩赐 接受自己的特色 包括认同自己的限制 世上没有人万事皆能 神意不会要人凡事都做 我们都有自己特定的角色 保罗明白自己被造 不是要完成所有的事 或要取悦所有的人 而是专心于神塑造他 要他做的事工 他说 我们的目标 是要坚守在神的计划阶线之内 阶线是指神分配 给我们每个人一定的侍奉范围 你的特色决定你的专长 当我们的侍奉愉悦神 给我们的特色时 我们会经历压力 正如运动员被安排在不同的跑道 我们亦要坚韧地奔跑 我们前面的路程 故此 不要妒忌格林跑道的参赛者 只要专注于完成你的赛程 神要我们享受他 赐给我们的特色 圣经说 做你应该做的事 这样 你可以因你做成美好工作 而感到满足 不用与人做比较 加拿太书六章四节撒 但会用尽方法 夺取我们侍奉的喜乐 他会引诱你去与人比较 或改变事工 去顺应别人的期望 两者都是令我们分心的致命陷阱 当你发觉 失去失奉的喜乐时 这两种试探 可能就是原因所在 圣经警戒我们 切勿与人比较 尽力做好你的工作 这样 你可以引以为荣 不要与人比较 加拿太书六章四节 切勿与人在特色 事工或果效上做 比较有两个理由 第一 你永远可以找到 比你更能干的人 你便会感到灰心 或你总是能找到 离你没有果效的人 你便会因此感到骄傲自满 两种态度 都会令你离开 事奉岗位 夺取你的喜乐 保罗说 与人比较是愚昧的 他说 因为我们不敢 将自己和那自荐的人 同列相比 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 用自己比较自己 乃是不治的 意思是 在这一切的比较 评分和征镜当中 他们错失要点 你会发现 不了解你事工特色的人 会批评你 试图要你符合 他们认为你该做的 不要理会他们 保罗常要面对一些误会 重伤他侍奉的批评 他的反应总是一样 避免比较 不做夸大言语 只寻求神的赞赏 保罗被神大大使用的 原因之一 是他拒绝被批评 与别人的施工比较 无谓的争辩等事所分心 正如本人约翰所说 假如我的生命不结果子 谁赞赏 我都不重要 假如我的生命多结果子 谁批评我也不重要 持续发展你的特色 耶稣在论才干的 比喻中说明 神期待我们尽量发挥恩赐 因此我们要好好地培养 自己的恩赐及才干 保持心理火热 在品格与个性上成长 开阔我们的精力 以致我们的侍奉更有果效 保罗对腓利比的信徒说 在知识与悟性上日益增长 他又提醒提摩太要 眺望神所赐给你的恩赐 如果你不操练身体 你的肌肉便会无力而萎缩 同样的 如果你不使用神赐 给你的才干和技能 你会失去它们 耶稣曾用才干的比喻 去强调这个真理 主人对那个 不善用一千两银子的仆人说 夺过他这一千来 给那有一万的 如果你不善用神给你的东西 你便会失去它 若妥善使用 神会加倍给你 保罗对提摩太说 要善用神给你的 才能要殷勤去做 无论你有什么恩赐 借着实践能扩大 发展 例如 没有人拥有 完全成熟的教学恩赐 但经过学习 检讨 实习后 一名好的教师会 变得更好 假以时日 他甚至会成为大师 不要安于半发展的恩赐 要竭力进取学习 你当竭力为神摆上最好的 做无愧的工人 把握每个训练的机会 发展你的特色 磨练你的侍奉技能 有朝一日在天堂 我们将永远是奉神 如今 我们在地上 为永恒的是奉作准备 正如运动选手 准备参加奥林匹克 我们继续 不断为那大日子而受训 他们这样做 不过要得到能坏的冠冕 我们却是 要得不朽的冠冕 我们正在为永恒的任务 和奖赏做预备 第三十三天 真仆人的行为 谁要为大的 就得做仆人 你们能够从他们的行为 认出他们 我们透过服侍人 去世奉神 这个世界 以权力 财富 名气及地位 去决定伟大与否 你若能所得别人来伺候你 便算成功 在我们这自我中心 唯我独尊的文化里 做仆人服侍人 不是一个受欢迎的观念 然而 主耶稣却是按事奉 而非身份 地位 去衡量一个人 伟大与否 神以你服侍了多少人 而非多少人服侍你 来决定你是否伟大 至于世界对伟大的想法 如此背道而驰 以至于我们实在难以了解 更别论去实行了 当初 门徒彼此争论谁将为大 而两千年后的今天 基督徒领袖 仍然在教会 宗派及机构内 图谋地位和名望 成先的书籍 以领导为题 却甚少论及 如何做仆人 每个人都想做领袖 却无人愿做仆人 我们都宁可做将军 而不做士族 甚至基督徒 也想做仆人的领袖 而非普通仆人 但要活得像耶稣 便要成为仆人 这是他对自己的称呼 固然认识自己的特色 来是奉神十分重要 但有做仆人的心智 却更重要 请记得 神塑造你 乃是为了要你服侍 不是要让你 以自我为中心 没有仆人的心智 你会被诱为 意义之私 而勿用你的特色 也可能以自己特色 作为不肯满足 别人需要的借口 很多时候 神要求我们在 非自己的特色的事物上 服侍人 以此来试验我们的心智 假如你看见一个人 掉在坑里 神希望你能伸出援手 而不是托词说 我没有怜悯或服侍的恩赐 可能你在某职务上 没有恩赐 但若当时没有适当人选 你可能被召去做 你主要的事工应 是在你特色范围内 但你次要的是 奉事依应当时 所需而做 你的特色显明你的事工 而你的仆人心智 则展现你的成熟度 聚会结束后 收拾垃圾及折叠座椅 是不需要有特殊天分或恩赐的 每一个都可以做仆人 所需的只是品格 有人可能一生在教会里侍奉 却从来不是个仆人 你必须有仆人的心智 怎样才知道自己 是否有这心智 耶稣说 你们能够从他们的行为 认出他们 真仆人随时准备好 去服侍人 仆人不会被其他事物缠身 以至限制自己 侍奉的机会 他们准备好 随时接受任命 正如士兵一样 仆人必须时刻整装待命 当兵的人不让事物缠身 为要使那招兵的人欢喜 假若你只在自己方便时 才去侍奉 便不是真仆人 真仆人按所需去工作 即使在自己不便时亦然 你是否预备好随时待命 被神使用 你是否可以 让他扰乱你的原定计划 而毫不怨愤 作为仆人 你不能选择何时或何地侍奉 做仆人的意义 是要放弃操控自己时间表的权利 让神在有需要时去打乱你的计划 假如你每天开始都提醒自己是神的仆人 计划被搅扰也就不会令你沮丧挫折 因为你的日程乃是任何神安排 要带进你生命里的事 仆人是搅扰未在事凤中与神的约会 会未有机会实践是奉而高兴 真徒人留意周围的需要 仆人经常找寻方法去帮助别人 当他们看见哪里有需要 便会把握机会去满足需要 正如圣经命令我们的 我们一有机会 就应该对众人行善 对信徒更要这样 当时安排有需要的人在你眼前 他乃是给你机会 让你在仆人的心智上成长 请留意 神说你要先照顾你的教会家庭 而不是将教会需要放在 你工作清单的最后一项 我们常因敏锐度与机动性不够 而错失很多侍奉的时机 伟大的侍奉机会 永远不会持续太久 往往很快便过去了 有时就永远不再回来了 你可能只有一次机会服侍某人 因此要把握时机 你现在有力量帮助邻人 就不要叫他等到明天 约翰·魏斯里是神极其重用的仆人 他的是奉作又明事借所有的资源 尽一切的方法 在任何地方 任何时候 向任何人尽你所能去行善 这就是伟大 你可以从无人愿做的小事上开始 以做大事的心态去做 因为神正在观察你 真仆人尽己所有 全力以赴 仆人不制造借口 不拖延或等待更好的时机 仆人从不说 有朝一日或待时机成熟时 他们只去做所该做的 圣经说 假若你等候最理想的情况 你便永远不能完成工作 神期待你 无论在何处 请你所有 尽你所能地去做 为真完善的侍奉总 胜过徒有心意 很多人从不参与侍奉 原因之一是 恐怕自己不够好 他们相信 只有超级巨星 才能是奉神这样的谎言 有些教会将卓越当作偶像 而培养出这种迷思来 以致才干平平的人 果足不前 不敢参与侍奉 你或许听过这句话 如果不能做到最好 就不要去做 耶稣可从来没有这样说过 事实上 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工开始时 通常只做的差强仁义 真正反映我们学习的过程 在马鞍峰教会国 我们实践那够好的原则 无需完美 才能被神使用并赐福 我们宁可有几千位平凡人 参与事工 胜过一个 只有几位精英经营的 完美教会 真仆人以同样的奉献心智 实行每个任务 无论做什么 仆人都从心里做 任务的大小没有关系 关键在于 是否需要做这件事 你永远不会因为身份太重要 而不能帮忙卑微的事 神永不会免除 你做平庸工作的责任 因为这是建立你品格的重要课程 圣经说 如果你以为自己重要到 不愿帮助有需要的人 这是欺骗自己 你只是个无名小卒 正是在这些卑微的事奉上 我们才能成长向基督 耶稣专做一些每个人 都想避免的卑微工作 洗脚 帮助小孩 预备早餐 及服侍麻风病人 没有任何事会令他感到有失身份 因为他来就是要服侍人 这不是他不顾自己的伟大而做这杂物 乃是因为他的伟大 以及他期望我们学校他的榜样 小事常能彰显伟大的心智 仆人的心智 常在没有人想做的小事上显明出来 正如保罗在沉船后去拾柴生活 让众人取暖 跟其他人一样 保罗也很疲累 但他却按需要而服侍众人 当你有仆人的心智时 没有任何事物是令你觉得有失身份的 伟大的机会 往往隐藏在卑微的工作里 生命中的小事决定大事 不要专找伟大的是为神而做 只要去做平凡的事 神便会为你安排适合的岗位 在尝试做不平凡的事之前 先是以平凡的方式去服侍 愿意为神做大事的人 总比乐意做小事的人多 争取做领袖的人如过江之计 但仆人的工厂却是乏人问津 有时你会服侍在高位的 有时你服侍卑微有需要的人 无论哪一种情况 当你愿意按需要去服侍时 你就是在培养仆人的心智 争仆人忠于他的事工 仆人会完成工作 与行职责 遵守承诺 完成他们所委身的事物 他们不会半途而废 也不会因气馁而放弃 他们是可靠 值得信赖的 忠心一直是含有的特质 很多人不明白承诺的意义 他们随便承诺 然后毫不犹豫 不懊悔 不遗憾地 用微不足道的理由 违背诺言 每个礼拜 教会及其他机构 都会因义工缺乏准备 或缺席 或甚至连以电话通知 一声不来都没有 而要及时另做安排 你是否可靠 你有需要实现的诺言 誓言或承诺吗 神正在考验你是否忠心 若通过测试 你将与亚伯拉罕 摩西 撒姆尔 大魏 戴伊里 提摩太极保罗并列 被称为神忠心的仆人 更美好的是 神应与要在永恒的国度里 赏赐你的忠心 想象有一天神对你说 做得好 你真是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小事上能尽忠职守 我要把更大的责任交给你 来跟我一同庆祝吧 你会有何感受 此外 忠心的仆人永不退休 他们在有生之年都忠心侍奉 你可以从事业上退下来 但在是奉神这方面 你应当永不延退 真仆人保持低调 仆人不会自我宣传或引人注意 与其表现自己或装扮作成功人士 他们系上谦卑的围裙 彼此服事 倘若因事奉而受表彰 他们谦虚接受 却不因名气而分心 影响他们的工作 保罗揭露了一种看似属灵 但实质是伪装的侍奉 他称之为人前侍奉 这种侍奉是未得人褒奖 显示自己属灵 正是法利赛人所犯的罪 他们将助人 捐献甚至祷告 变成表演 主耶稣憎恶这种态度 并警告说 行善的时候不可张扬 故意叫人看见 若是这样 就不能得你们天赋的赏赐了 自我宣传和做真仆人 是不能共存的 真仆人不因为别人的认同 或赞赏而是奉 他们只是为一位观众而活 正如保罗说 如果我仍然想讨人喜欢 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 你不会在美光灯下找到许多真仆人 事实上 他们尽可能躲避公众的耳目 只要能暗中侍奉 他们已敢满足 约瑟就是很好的例子 他不刻意引人注目 只安静地服侍波提法 狱卒 法老的善长和久正 神变赐福这种态度 当法老王提升他到高位时 约瑟仍然保持一颗仆人的心 甚至对曾经出卖他的兄弟 也是如此 很可惜 今天很多领袖 在开始是奉食是个仆人 后来却成了名人 他们渐渐习惯了受人注目 不晓得常在众人注目下 自己的眼目已被蒙蔽 你可能正默默地 在某个角落侍奉 觉得没人知道 亦不被重视 听着 神安排你在这个职位 是有目的的 他数算过你头上每根头发 也知道你的住处 你最好还是谨守岗位 直至他为你定做安排 假若他要你往别处 必会告诉你 你的是奉对神的国度 至为重要 当基督在世上再显现时 你也会显现 那个真正的你 荣耀的你 目前就安于你的 默默无闻吧 美国有超过750个名人馆 及450份以上的名人路刊物 但你不会在这些地方 找到很多真仆人 民生对真仆人毫无意义 因为他们晓得 名望与意义的分别 在你的身体里面 有一些极其重要的特点 使你能够存活 那就是 看不见的部分 往往是你赖以生存 不可或缺的 基督的身体也是如此 往往最重要的事奉 都是不显眼的 在天堂里 神将会公开赏赐 那些默默无闻的仆人 那些我们在地上 从未听闻过的人 那些教导过情绪 受困扰的小孩 清洗失禁的老人 护理艾滋病患者 以及千万未投身于 毫不起眼的 侍奉的人 既然如此 当你的侍奉不为人注意 或被视为理所当然时 不要气馁 继续侍奉神 你们勿要坚固 不可动摇 常常竭力多做主公 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 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 就算是最微小的事奉 神都知道 并会奖赏 请记得耶稣的话 作为我的代表 即使是给一个小孩 一杯凉水 也必得着奖赏 第三十四天 仆人的思维 我的仆人迦勒的心思 与其他人不同 他一心跟从我 你们应当以基督的心思 为你们的心思 是奉使于你的心思 作为仆人 需要在心态上做转变 态度亦要改变 神关心我们为什么做 多于做什么 态度此成就更重要 亚马歇王失去神的喜爱 因为他行主看为正的事 但却不是处于真心 真正的仆人 在思想上 要有五个正确的态度 仆人多为别人设想 少为自己设想 仆人专注在别人身上 而非自己身上 真正的谦卑 不是小看自己 而是少想到自己 他们是把自己忘了 保罗说 不顾自己 向人伸出援手 这就是丢弃生命的意思 一起服侍他人的时候 忘记自我 当我们不再注意 自己的需要时 就会注意到 我们周遭的需要 耶稣倒空自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 上一次 你为别人的好处倒空 自己是什么时候 自我中心的人 不能做仆人 除非我们忘却自己 否则所做的 便不值得被纪念 可惜 我们很多的服侍 都是为了个人利益 以示奉去取悦他人 获取他人的赞赏 达到个人的目标 这是操纵 不是侍奉 我们终日想的是 自己如何崇高美好 有些人以示奉作为 与神讨价还价的工具 神哪 如果你为我做这件事 我就为你做那件事 真仆人 不会为了自己的目的 试图利用神 他们让神 按照他的目的 使用他们 无私 与中心一样 是罕见的特质 在保罗所认识的 许多人当中 提摩太是唯一的典范 投入仆人的思维 是困难的 因为这正好 是对我们人 生命基本问题的挑战 亦我们天性自私 我们多半为己着想 这就是为什么 谦卑是每天的挣扎 是我们要不断 重复学习的功课 每天 我都面对无数次 做仆人的机会 我要再满足自己的需要 或满足别人的需要 两者之间做出选择 自我牺牲 是仆人心智的核心 当人们对待我们 如同仆人时 我们如何回应 可以检验出自己 是否有仆人的心智 当人家把你的服饰 当作理所当然 知识你 把你当作下人看待时 你做何反应 圣经说 如果有人不合理地利用你 就用此机会 去实习你的仆人生命 仆人思想像管家 不是主人 仆人谨记是神 拥有一切 圣经中 管家是为主人 管理产业的仆人 约瑟在埃及被囚实 就是这样的仆人 波提拔将家中事物 都交在他手中 监狱长将监狱交给他管理 最后连法老也将整个国家 交给他治理 仆人和管家是一体的 神要我们在这两方面 都值得信赖 圣经说 主人对管家所要求的 就是忠心 你怎样处理神托付你的资源 作为真正的仆人 你必须先处理钱财 在你生命中的地位 耶稣说 一个仆人不能是奉两个主 你不能又是奉神 又是奉金钱 耶稣不是说你不应该 而是你不能 就是不可能 为钱而活 与为事工而活 是相知的目标 你要选哪一个 假如你是神的仆人 你不能同时兼差 为自己而活 我们全部的时间 都属于他的 神要我们全心效忠 而非部分时间的中心 在我们生命中 财富最可能取代神的地位 崇尚物质 比任何其他事物 更能误导我们 不如歧途 很多人说 当我达到财务目标 就要服侍神 这是一件 他们会永远后悔的愚蠢抉择 当耶稣做你的主人时 钱财是我们的奴仆 但当钱财为我们的主时 我们就变成了他的奴隶 财富本身不是罪 但不畏荣耀神 而用就是罪了 神的仆人 应常以事奉为重 不以金钱为面 圣经清楚指出 谁用金钱 考验仆人的忠心 这就是为什么 耶稣谈论 金钱比天国和地狱 都多的原因 耶稣说 倘若你们在 属世的钱财上不忠心 谁还把那真实的财富 托付你们呢 你管理金钱的态度 影响神对你的赐福 在第31章 我曾提过两种人 国度建造者和财富建造者 两种人都有发展事业 做生意与赚取利润的天赋 财富建造者只会无止境地 为自己积聚财富 但国度的建造者 改变了游戏规则 他们依然努力赚钱 但会将赚取得来的给出去 他们运用财富 去资助神的教会 和世界各地的宣教工作 在马鞍峰教会 我们有一个小组 成员都是公司的总裁 与事业所有人 他们试著尽力赚钱 尽力奉献 好能够尽力地扩张神的国度 我鼓励你与你的牧师谈谈 在你们教会 开始一个国度建造者的小组 仆人专注自己的工作 而不是看别人在做什么 他们不与人比较 批评或竞争 因为他们来手于神 给他们的工作 神的仆人彼此竞争 是不合理的 因为我们同属一个团队 目标是要荣耀神 不是为荣耀自己 保罗说 我们不应互相比较 好像有谁比谁好 我们的生命 有比这更有趣的是要做 我们每个人 都是原创真品 神的仆人之间 不容有极度 当大家都忙于事奉时 没有时间挑剔批评 所有花在批评别人的时间 都该用在事工上 当马大抱怨 玛利亚不帮助他时 他已失去了仆人的心 真仆人 不会抱怨不公平的对待 不会丹尼自连当中 不会因为别人不服侍而怨愿 他们只以靠神 继续服侍 评断主的其他仆人 不是我们的工作 圣经说你是谁 竟敢论断人家的仆人 神会判断他的仆人 是否称职 在受到批评时 为自己辩护 也不是我们的工作 让你的主人去处理 学习摩西的榜样 在面对反对时 他表现出真正的谦卑 尼西米也是一样 他对批评的回应很简单 我正进行很重要的工作 不能到你们那里去 假若你像耶稣那样的服侍 必然会受到批评 世人甚至很多教会 都不明白神所看重的事 像耶稣所表达的一件 最美的爱的行动 曾被门徒批评 当玛利亚将他最珍贵的香膏 叫在耶稣身上时 门徒却批评他浪费 但耶稣称之为美事 这才是最重要的 无论别人怎么说 你对基督的侍奉 是不会白费的 仆人的身份奠基于基督 仆人意味知道 他们是平恩典被爱 被接纳的 便不需要证明自己的价值 他们甘愿做一些 对缺乏安全感的人来说 是有失身份的低贱工作 其中一件意义深长的例子是 耶稣为门徒洗脚 洗脚这份工作 等于擦鞋铜的工作 但他因清楚自己的身份 便不怕自毁形象 而做卑微的服饰 圣经说 耶稣知道 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 且知道自己 是从神出来的 就离席站起来 脱了衣服 拿了一条手机属腰 要做仆人 就要在基督里 认清自我的身份 有安全感的人才能够侍奉 缺乏安全感的人 总是担心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他们害怕暴露自己的弱点 因此将自己隐藏在层层骄傲和搅适之下 你欲没有安全感 欲要人服侍 欲需要他人的认同 卢云说 要服侍他人 我们必须先向他们死 一级放弃用别人的标准 衡量自己的意义和价值 这样我们便可以无拘无束地去提亮人 连续人 当你的身份和价值观 建立在你与基督的关系上时 便能摆脱其他人对你的期望 使你能提供最好的服饰 仆人不用在墙上挂满匾额和奖状 去证实自己的工作能力 他们不用坚持某种头衔 也不需以优越感为桃子包裹自己 地位象征对他们没有意义 也无需以成就来衡量自己的价值 保罗说 你可以吹捧自己 但唯一算术的赞许是主的赞许 雅各是耶稣同母异父的弟弟 他大可炫耀自己与耶稣的关系 他与耶稣一起长大 但是雅各在写给教会的书信中 自称是做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 我们与耶稣的关系欲亲密 就欲没有必要去宣扬自己 仆人将事工当作机会 而不是义务 仆人乐于帮助别人 满足别人的需要 且乐于侍奉 他们高兴快乐是奉神 为什么他们高兴快乐是奉神呢 因为他们爱主并感恩 知道侍奉就是使用一生最好的方式 也知道神币会有丰盛的奖赏 耶稣曾应许天父会尊重 奖赏那服事的人 保罗说 他不会忘记你们 为他所做的工作和爱心 就是从你们继续 不断地帮助其他的信徒 所表现出来的 假如世上有十分之一的基督徒 认真做主中心的仆人 思想会多美善 你愿意投入这个行列吗 无论你是何年龄 只要你愿意开始行动向仆人 思想向仆人 神便会使用你 使怀者说 世上真正快乐的人 是那些学会服侍的人 第三十五天 神的大能彰显在你的软弱上 我们软弱 但靠助神的大能 我们要与他同活来服侍你们 我与你同在 这是你唯一所需要的 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神邪爱使用软弱的人 每人都有软弱 事实上 你会在自己身上 找到一大堆缺点和瑕疵 包括体能 情绪 智能 和属灵上 也可能是一些不能控制的环境 令你感到软弱乏力 譬如财务困难 或人际关系的困扰 但更重要的是 你怎样处理软弱 通常我们会否认我们的软弱 为自己辩护 借此开脱 隐瞒弱点 或感到怨愤 这样做 会阻碍神照他的心意 来使用这些软弱 神对我们的软弱 有不同的观点 他说 我的意念与我的方法 都高过你们的 因此 他的作为 往往与我们的期望 刚好相反 我们以为 神只使用我们的长处 但神意要用我们的软弱 去荣耀他 圣经说 上帝偏要拣选世人 所认为软弱的 来使坚强的人羞愧 你的软弱并非偶然 神刻意容许他的存在 为的是要 透过你去彰显他的大能 神从不对强壮 和靠自己的人 感到喜悦 事实上 他往往被一些 承认自己软弱的人 所吸引 耶稣 耶稣形容那些 承认自己有欠缺的人 是虚心的人 虚心是登山宝训的 八福之手 圣经有无数事例说 名神喜欢使用平凡 有缺点的人 去完成一些不平凡的事 如果神只用完美的人去做事 世上没有一件事 可以办得成功 因为世上 根本没有完美的人 神使用不完全的人 对我们来说 是极大的鼓舞 软弱 或保罗所说的刺 并不是罪 恶习 或是可以改变的品格瑕疵 例如急躁 或暴饮暴食 软弱 是你与生俱来 或无法改变的事实 可能是一项身体的限制 譬如天生残疾 慢性疾病 体弱 或身体缺陷等 也可能是情绪上的限制 如心灵疮疤 惨痛回忆 个性古怪 或是受遗传影响的性格 或才能 或智能的缺陷 我们不全是顶尖聪明的人 当你想到你生命中的限制时 你可能会想要下结论 认为神不会使用我 但神的作为 从不受我们的不足所局限 他喜欢将他的大能 放进平凡的容器里 圣经说 我们好像藏有宝贝的瓦器 真正的大能是出于神 不是出于我们 就如普通的瓦器 我们脆弱 有瑕疵 且异碎 但只要容让神 透过我们的软弱做工 祂会使用我们 要能够如此 我们必须跟随保罗的榜样 承认你的软弱 爽快地承认自己的缺点 不要每件事都扬装知晓 要对自己坦诚 与其自欺欺人或找借口 不如抽时间找出自己的弱点 或许你可以列出一张清单 西约圣经中 有两段使徒的坦诚表白 告诉我们要有健康生命 就要明白以下两件事 首先 彼得对耶稣说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其次是保罗像拜偶像的群众 所做的告白 像你们一样 我们只不过是人 你要被神使用 先要认识神 和认识自己 很多基督徒 特别是教会领袖 忘记了第二个真理 我们只不过是人 如果你要经历危机 才能认同这真理 神会毫不犹豫地 容许危难发生 因为他爱你 安于接受自己的软弱 保罗说 我喜欢夸耀自己的软弱 好让基督的大能 可以借助我而做工 我既知道 这是为基督的缘故 我就安于我的软弱 这句话看似不合情理 我们要免于软弱的束缚 又怎可以安心去接受软弱呢 安心其实是对神信心的表达 意思是神啊 我坚信你爱我 知道你会为我预备最好的 保罗提出几个理由 让我们安于接受与生俱来的缺憾 第一 他让我们倚靠主 谈及他那些神不肯除去的软弱时 保罗说我乐意忍受我的刺 因为我软弱无能的时候 正是靠主刚强的时候 当我们感到软弱时 正是神提醒我们 以靠他的时候 软弱防止我们自大 使我们保持谦卑 保罗说 为了避免我趾高气扬 我被赐予一种残缺 好让我经常知道自己的局限 神往往将严重的弱点 与主要的强处一起放在我们身上 以防我们自高自大 我们的局限可以作为监督 使我们不至于步伐过急 走在神的前面 当基殿征召三万二干人 去对抗米殿人 神将他的军队削减到三百人 以一敌四百五十的比例 面对十三万五千大军 他们只是以卵基石 必败无疑 但神显大能让以色列人知道 只有他的力量 才可以挽救他们 软弱可以促进信徒之间的 团契相交 当我们自觉有能力 我们觉得不需要任何人 个人的极限让我们知道 我们实在彼此需要 当我们将一缕缕先弱的生命 编织在一起时 一条强壮的绳子便产生了 赫凡斯有一句妙语 基督徒就像雪花般脆弱 但当他们粘在一起时 连交通也要停摆 最重要的是 软弱增长 我们同情和服侍的能力 让我们更能够怜悯人 更体贴他人的软弱 神要你在世上 有一个像基督徒的事工 意思是 他要透过你的伤痛 让人得到医治 你最伟大的人生信息 与最有效的事工 将来自你最深沉的伤痛 你最绝肝大羞耻 最不愿公开的事情 正是神用来 医治别人的最有效工具 著名宣教士戴德生说 神的伟人都是软弱的人 摩西的弱点是脾气暴躁 他圣怒之下杀死埃及人 并用仗击打他 本来应该开口命令的严实 又摔碎刻有十戒的石板 然而神却将他改变为 世上最谦和的人 积淀的软弱 是低落的自我形象 与缺乏安全感 但神将他改变为大能的勇士 亚伯拉罕的软弱是惧怕 不止一次 为了自保 谎称妻子为自己的妹妹 但神将他改变为信心之父 彼得个性冲动 意志薄弱 但被改变为磐石 犯了奸淫罪的大位 却成为和神心意的人 还有约翰 最傲慢的雷子 竟成为爱的使徒 这个清单可以一直地列下去 但我没有足够的时间 去提巴拉 参孙 耶夫他 大卫 撒姆尔 和先知们的事迹呢 他们便软弱为刚强 神专门将软弱变为刚强 他要将你最软弱之处 转化为力量 坦诚分享你的软弱 施工始于弱点 你欲放下防卫心理 挪开面具 与人分享内心的挣扎 神就欲能使用你 保罗的书信中 有很多承认自己软弱的分享 他的失败 我愿意行得善 我没有去行 我不愿意做得饿 我倒去做了 他的感受 我将我的感受都告诉你们 他的挫败 那压在我们身上的担子 是多么大 多么沉重 连生存的希望都没有了 他的恐惧 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又软弱又惧怕 而且战战兢兢 当然 显出软弱是冒险的 卸下防卫 向人敞开自己的生命 可能令人感到惊慌 当你袒露你的失败 感受 挫折和恐惧 你可能会被人排斥 但这冒险之举 会带来的好处 值得一试 表达软弱可以抒发情感 减轻压力 化解恐惧 是让你获得自由解脱的开端 我们已经看到 神施恩给谦卑的人 但很多人对谦卑有所误解 谦卑不是让自己难堪 或否定自己的才能 而是诚实地承认自己的软弱 你愈诚实 就愈多的神的恩典 其他人亦会以恩慈待你 软弱会讨人喜欢 因为我们很自然地 被谦卑的人所吸引 虚假角式惹人反感 但真诚无为 却得人好感 坦诚弱点 是建立亲密关系的要道 这就是为什么 神不只使用你的强处 也要使用你的软弱的原因 如果所有的人看到的 只是你的强处 他们会气馁 心想 我永远无法像他做的这样好 但当他们看到你有缺点 而神依然使用你 他们便会受到鼓舞 反而会想 或许神也能使用我 刚强会引起竞争 但软弱可以使人团结 生命到了某一阶段 你必须决定 到底是要留给人印象 或是影响 留下深刻印象 可以在远距离进行 影响别人 就要近距离接触 让人看到你的瑕疵 但不用它 因为领袖最重要的制素 不是完美 而是信用可靠 群众要信靠你 才会跟随你 建立信用 就是要诚实 而不是假装完美 你的软弱带来荣耀 保罗说 我夸口的是 不外是为自己的软弱 以及神的伟大 他为自己的荣耀 使用我的软弱 与其假装有自信 和无可匹敌 倒不如将自己 看成奔典的纪念品 当撒旦指出你的软弱 你可以认同他的观点 但要充满对主耶稣 和圣灵的赞美 因为耶稣明白我们的软弱 而我们的软弱 有圣灵帮助 有时候 神会将我们的能力 变为软弱 以致能使用我们更多 雅各善于玩弄手段 一生轨迹多端 然后逃避后果 一晚 他与神摔跤 说 你不给我祝福 我就不容你去 神说 好吧 却抓住他的大腿窝 扭脱他的筋 这意义在哪里呢 神触动了雅各的能力 将之转变为软弱 从那天开始 雅各就瘸腿走路 不能再逃跑了 无论他是否愿意 都得倚靠神 如果神要赐福你 又大大的使用你 你要愿意拐住腿 去走人生的道路 因为神使用软弱的人 第36天 为使命而被造 人生目的 你被造 是为一个使命 一人所结的果子 就是生命术 有智慧的必能得人 第36天 为使命而被造 正如你教给我一个 在世上的使命 我也教给他们一个 在世上的使命 最重要的是 完成我的使命 就是主耶稣 教给我的工作 你受造 是为了完成使命 神正在世上动工 他要你加入他的工作 这任务 就是你的使命 神要你在教会有侍奉 在世上有使命 侍奉是服侍信徒 使命是服侍 为信主的人 完成你在世上的使命 是神给你的人生 第五个目的 你的人生使命 既是共有的 也是独有的 一部分是你与其他基督徒 共同承担的责任 另一部分是主教 给你个人独特的任务 这两部分 我们都将在下面几章 详细讨论 使命这个英文字源 自拉丁文 拆遣一字 身为基督徒的意义 包括被拆遣到世上 去做耶稣的代表 正如耶稣说 父怎样拆遣了我 我也照样拆遣你们 耶稣很清楚 自己在世上的人生使命 十二岁时 耶稣说 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 二十一年后 他在十字架上 临死之前说 成了 好像输的结语 这两句话 陈述出他卓越的人生架构 一个目的导向的人生 耶稣完成了天赋 教给他的使命 耶稣在地上的使命 如今成为我们的使命 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身体 主耶稣肉身所成就的工作 由他属灵的身体 教会继续承担 这使命是什么呢 就是引领人认识神 圣经说 基督已将我们 由敌人变为他的朋友 他给我们的任务 就是要我们 使其他人 也成为他的朋友 神要拯救人类脱离撒旦 让人与他和好 成就他创造我们的五个目的 爱他 成为他家庭中的一份子 向他 服侍他 向人传扬他 一旦我们归属于他 他要使用我们 去接触其他的人 他先拯救我们 然后拆迁我们往外面去 圣经说 我们被拆取传扬基督 我们是神在世上的使者 传扬他的爱与目的 你的使命的重要性 成就你的人生使命 是荣耀神的基本要素 圣经提供了几个理由 向我们解释 为什么你的使命如此重要 你的使命是耶稣 在地上使命的延续 作为他的跟随者 我们必须继续 耶稣所开始的工作 耶稣不单呼召我们归向他 更要去传他 你的使命是如此的重要 以致耶稣有五次 以不同的方式 在圣经的五卷书里重述 他似乎在对我们说 我确实要你们 切实了解这一点 深思耶稣这五个任命 我们便能学到 我们在地上使命的详情 即何时 何处 为何 以及如何 在大使命里耶稣说 你们要往世界各地去 使所有的人都做我的门徒 奉父 此 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并且教导他们 遵守我所给你们的一切命令 这个任命是给 每一位耶稣的跟随者的 而不是只给牧师与宣教士 这是耶稣给你的大使命 耶稣的这些话 不是一个大提议 他没有选择的余地 你若是神家的一份子 遵守这委任是你的义务 聪施他就是不顺服 你可能不知道 神要你为你周围 为信主的人负责 圣经说 你必须警告他们 使他们能存活 如果你不出声 警告恶人停止恶行 他们会死在最终 但我要因他的死追究你 你会是某些人 唯一认识的基督徒 你的使命 就是与他们分享耶稣 你的使命是一份美好的特权 这份责任虽重 但能被神所用 却也是无比的荣幸 保罗说 神已赐我们职份 要我们劝导 所有人与他和好 蒙他喜悦 你的使命 包括了两个特权 与神同工 并代表他 我们与神合作 建立他的国度 保罗称 我们为同工 并说我们是与神 一起工作的人 耶稣保证了我们的救恩 让我们成为他家里的人 并赐圣灵给我们 委派我们成为 他在世上的代表 这是何等荣幸的事 圣经说 我们是基督的代表 神使用我们劝导人 放下自己的成见 与神复合 现今我们代表 基督说话 与神为有罢 告诉别人 如何得永生 是你能为他们 做的最伟大的事 假若你的邻居 患上艾滋病或癌症 你有治病妙方 却拒绝 将此良方让他知道 这会是个罪行 比这更可恶的是 你将赦免之道 人生目的 平安与永生之道保密 我们拥有 世上最好的消息 与人分享这消息 是你对别人 最大的恩惠 信主多年的基督徒 会有的问题是 他们忘了 生命中没有耶稣 是多么无望 我们必须牢记 不管人们看起来 多么满足 成功 若没有耶稣 他们是毫无指望 且迈向与神永远的隔离 圣经说 只有耶稣可以拯救人 每个人都需要耶稣 你的使命 具有永恒的价值 这个使命 对别人的永恒命运 有莫大的影响 它比世上 你所能达到的任何工作 成就 目标 都更重要 你的使命的结果 持续到永远 你工作的结果 却无法持续到永恒 你所做的 没有任何事 比帮助人与神 建立永恒的关系 更重要的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的任务是 如此紧急的原因 耶稣说 所有的人都必须赶快完成 那拆他们来者的工作 因为黑夜将倒 所有的工作 便要停顿了 你可以为使命工作的 时日不多 不要拖延一天 立即采取行动 我们将永远可以 与我们所带领 信主的 人敬和永生 但带领他们的工作 则只限于今生 这不是说 你要立刻放下 现在的工作 成为全职传导人 神要你在目前的岗位上 与人分享好消息 无论你是学生 家庭主妇 幼儿班教师 售货员 经理 或做其他工作的人 你要经常留意 找学神放在你身边 可以让你与之 分享好消息的对象 你的使命 带给你人生意义 威廉雅各曾说 使用生命最佳的方法 就是去成就 比生命更持久的事物 事实上 只有神的国度 可以永远长存 其他一切事物 至终会消失 故此 我们必须过一个 目的导向的人生 委身于敬拜 团契相交 灵命成长 侍奉 及完成大使命的人生 只有这些活动的结果 会持续到永远 假若你没有完成 神给你在地上的使命 你便浪费了神 所赐你的生命 保罗说 除非我完成 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务 就是向人传神奇妙的 恩慈与大爱的好消息 否则我的生命 便毫无价值 由于你所在之处 以及神创造 你所赋予的特性 在这世上 有些人 只有你才可能接触到 只要有一人 因为你而进入天国 你的生命 便对永恒 做出贡献 开始留意周围的个人宣教工厂 向神祷告说 神啊 你将何人安排在我生命中 使我可以与他分享福音呢 在神的时间表内 历史的终结 与我们完成大使命的时间 有直接联系 今天很多人对基督再来 和末世的是很感兴趣 这些事情 什么时候会发生 耶稣的门徒 在主生天前 也曾问过同样问题 耶稣透露了答案 复平住自己的权柄锁定的时候 日期 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必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 做我的见证 每当门徒谈及预言时 耶稣立刻将谈话 转到传福音 他要门徒将注意力 放在世上的使命 他讲出要点 我再来的详情 不用你们费心 你们要关心的 是我给你们的使命 专心去完成它吧 推想主和日 再来是没用的 因为耶稣曾说 但那日子 那时辰 没有人知道 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 死也不知道 唯有父知道 既然耶稣已说明 不知道和日会再来 我们又何必白费心思呢 但我们却知 除非神间选要听闻福音的人 都听到福音了 否则耶稣不会再来 耶稣说 这天国的福音 必传遍世界 让各国人民都可以听到 然后 末日才领导 你若想耶稣快点再来 就专心完成你的使命 不要再花时间去分析预言 从我们的使命上转移 分心是很容易的 因为魔鬼宁可你做任何事 也不要你与人分享你的信仰 你做什么好事 他都不介意 只要你不引领人上天堂 因此 当你认真去完成使命时 可想而知地 魔鬼定会用各种方法 使你分心 这时候 勿要谨记耶稣的话 接受我所差派的工作 而不能专心去做的人 不配进入神的国 完成你的使命的代价 要完成你的使命 你必须放弃自己原有的计划 接受神对你人生的安排 你不能只将神的使命 附加在自己想做的事上 你要效法耶稣说 父啊 我要遵行你的旨意 不要照我的意思 为此你向他放弃你的权力 期待 梦想 计划 报复 你不再自私地祈祷说 神啊 求你赐福我手所做的工 你会说 神啊 求你帮助我 做你所赐福的事 你交给神一张 已签署的白纸 请他写上内容 圣经说 将自己全然献给神 作为何用的工具 成就神美好的旨意 假若 你不惜付上任何代价 为神完成你的使命 你会和有些人一样 经历到神非凡的赐福 几乎没有一件事 是神不畏畏 身福是神国的人 来成就的 正如耶稣答应过 你们若为神而活 以他的国为首要 他会赐你每日所需 为耶稣多得一人 我的父亲做传道人 五十多年 大半在乡间的小教会服侍 他虽然是个平凡的牧师 却是个有使命的人 他最喜欢做的事 就是带领医工队 到世界各地 为小教会建造教堂 他一生在全世界各地 共建造了一百五十多所教堂 一九九九年 先赴死于癌症 离世前一个星期 这个病使他一天二十四小时 都在半昏迷状态中 他做梦的时候 常大声说出他所梦见的 我坐在他床边 从聆听梦话得知 很多关于父亲的种种 他不断地讲述 一个个敦堂建筑的事 在他临终前的一个晚上 我和妻子及侄女 都在他床边 他突然变得很活跃 甚至想下床来 但因他的身体很虚弱 我的妻子坚持他躺回床上 他却仍不停地试图下床 那人终于忍不住问他 你想做什么 他回答 要为耶稣多救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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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停地重复住这句话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 他重复住 差不多有一百次 要为耶稣多救一人 我坐在他的床边 早已泪流满面 低头为父亲的信心感谢神 就在这时 父亲将虚弱的手放在我头上 用差遣的口吻对我说 为耶稣多救一人 为耶稣多救一人 我决定以父亲的主父 为我余生的宗旨 也邀请你考虑 将此当作你人生的焦点 因为再没有一件事 此这使命对永恒更有贡献 你若要被神所用 就要关注神最关心的事 他最关心的 就是他所造的人得拯救 他要他迷失的儿女被寻回 对于神 没有任何事 比这更重要 十字架证明了这事 我愿你警醒守望 去为耶稣多救一人 好使你有一天 站在神面前时能说 任务完成 第三十七天 分享你的人生信息 信神的儿子的 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 主的道已在你们生命中 产生共鸣 你们对神的信心 也传遍了各处 我们不用再说 什么意因为你们就是那信息 神赐给你一个人生信息 要你与人分享 当你成为信徒时 你也同时成为神的使者 神要透过你向师姐说话 保罗说 我们在神面前 得以使者的身份 传讲真理 你可能觉得自己 没有什么可以与人分享 但这正是魔鬼 企图令你闭口不言的伎俩 你有很丰富的人生经验 神要用你的经历 令人归属他的家 圣经说 信神的儿子的 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 你的生命信息 可分为四部分 一 你的见证 你开始与主建立关系的经过 二 人生功课 神教导 你最重要的功课 三 神圣热情 你心中最关注的神家的事情 四 好消息 得救的信息 你的人生信息 包括你的见证 你的见证 是耶稣如何改变你的故事 彼得告诉我们 神选派我们去 广为他做工 为他向人述说 讲述他 怎样彻底地改变你 这就是见证的重点 分享个人信主经历 正如在法庭里 证人的责任 只是讲述事情发生经过 并不需要辩护 证实事情真相 或做出裁判 耶稣说 你们要做我的见证 而不是做我的律师 他要你与人分享 你的故事 分享你的见证 是你在世上使命的 重要部分之一 因为你的见证 是独特的 你若不与人分享 这见证便永远丧失了 你或许不是圣经学者 但你是你生命的权威 别人很难与你 争辩你的个人经历 事实上 个人见证 比一篇讲道更有果效 因为未信者 视牧师为专业推销员 而你却是个满意的顾客 所以你有更高的可信度 个人故事比原则 更容易令人感同身受 人们也喜爱听 故事能抓住 人们的注意力 也令人记忆长久 假如你一开始 就引述神学家的话 未信者可能会不感兴趣 但他们对自己 未曾有过的经历 却有一种天生的好奇 分享的故事 能搭起关系的桥梁 让耶稣 从你的心 走进他人的心 个人见证的 另一个珍贵的地方 是他避免了一些 智性上的防卫 很多不接受 圣经权威的人 会有兴趣听个人谦卑的见证 所以 保罗在六个不同场合 并未引用经文 反而用自己的见证 去讲解福音 圣经说 常常做好准备 去回答那些 问你们为什么怀有盼望的人 但要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 随时准备好的最佳方法 就是将见证写下来 牢记重点 你可将见证分为四部分 一 遇见耶稣以前 我的人生如何 二 我如何了解我需要耶稣 三 我如何委身耶稣 四 耶稣在我生命上所做的改变 当然 除了得救见证外 你仍有很多其他见证 可以与人分享 每次神帮助你的经历 都是一个故事 将所有神带领走过的困难 境遇 危机 列成清单 然后敏锐地在不同的情况当中 将这些故事 使用在你为信主的朋友身上 你的人生信息包括 你的人生功课 人生信息的第二部分 是神透过不同经历 教导你的真理 这些是你所学到 关于神 关系 困难 试探 以及其他方面的功课与动见 大卫祷告说 求你教导我生命之道 让我走在正轨中 可悲的是 我们虽遭遇许多事 却不曾从中习得功课 圣经论到以色列人说 神曾多次拯救他们 但他们仍不从中汲取教训 直到最终为他们的罪所灭 你可能就遇见过这样的人 从经验中学习 固然是有智慧 但从他人的经验中学习 则更有智慧 人生实在没有足够的时间 容我们凡事尝试 从失败中学习 我们必须从彼此的人生功课中 去学习 圣经说 经验丰富的人所提出的警告 对愿意领受的人来说 比纯金制成的事物更有价值 将你所学到的主要人生功课写下来 使你能与人分享 我们应该感激所罗门王将自己的经验 写在真言和传道书中 里面充满许多生活中实际的功课 想想若我们能从彼此的人生功课上来学习 可以避免多少无谓的挫败 成熟的人养成从每日生活中学习的习惯 我敦促你将你的人生功课列成清单 若不写下来 你就还未真正思想过 以下的问题可以帮助你 唤起记忆来开始 从失败中 神教导了我什么功课 从金钱缺乏上 神教导了我什么功课 从忧伤沮丧中 神教导了我什么功课 从等候当中 神教导了我什么功课 从病痛中 神教导了我什么功课 从失望当中 神教导了我什么功课 从家人 教会 人际关系 小组及别人对我的批评中 我学到什么功课 你的人生信息包括 分享你神圣的热情 我们的神是个热情的神 他热烈地爱一些事物 也激烈地恨恶一些事物 当你和他的关系 欲亲密时 他会将他所深切关注之事的热情赐给你 使你成为他在世上的代言人 这或许是一份对某问题 某个目的 某个原则 某个群体的热情 不论是什么 你会感到有冲动 去为这些是发言 并有所贡献 你会不自觉地经常谈及 自己最关心的事 耶稣说 人心里所想的 口便说出来 另一个例子是大卫 他说 我对神和他的工作 大发热心 如同火烧 耶利米也曾说过 你的话就像火在我心中和谷内焚烧 以致我不能保持坚默 神赐于某些人 一份神圣的热情 去捍卫某个主张 往往是一个 他们曾亲身经历的问题 比如受虐待 恶饮 不孕 忧郁 疾病 或其他种种困难 神给人一份热情 去为一群 无法为自己说话的人代言 比如被堕胎的婴儿 被迫害的人 贫穷的人 被囚禁的人 受不公平待遇的人 孤苦无助的人 被拒出公义门外的人等等 圣经充满这样的命令 命令我们去维护无助者 神使用热情的人 去扩展他的国度 他可能赐给你热情 去开拓教会 巩固家庭 为圣经翻译筹款 或训练基督徒领袖 你可能有一份神圣的热情 向某一特定群体传福音 商人 青少年 海外留学生 年轻母亲 或是有共同嗜好 或体育活动的人 你若求问神 祂会让你有特别负担 到某国家或族裔 做强而有力的见证 神给每个人不同的热情 好让每件他要做的事 得以完成 你不能既望 每个人对你的事工 同样热心 亦不要轻看 别人大发热心的事 反之 我们应该积极聆听 并珍惜别人的人生信息 因为没有一个人 能说尽一切的人生信息 圣经说 若为良善的目的 热情总是好的 你的人生信息 包括好消息 什么是好消息 这好消息 启示神 怎样使人 跟他有合一的关系 是起于信 止于信 我们所传的信息就是 神借助基督 与人类建立和好的关系 他不追究他们的过犯 并且把他与人和好的信息 付托了我们 好消息就是 当我们信靠神的恩典 借助耶稣所做的拯救我们 我们的罪被赦免 我们的人生有了目的 并且我们有将来在天上的家的应许 如何分享好消息 有许多好书可供参考 我可以提供一张书单 或许对你有帮助 但单靠这些训练 并不能促使你去为神做见证 除非你的里面有前章左竖的八个确信 但最重要的是 你必须学习像神爱失丧的人那样 去爱他们 神从没有创造一个他不爱的人 每个人对他而言不十分重要 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双臂张开时 乃是向我们显明 我爱你有这么多 圣经说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一人 即提众人死 因此 每次当你对传福音失去热心时 你应花些时间思想 耶稣在十架上为你所做的一切 我们必须关心为信主的人 因为神关爱他们 圣经说 爱里没有惧怕 完全的爱可驱走一切的恐惧 父母会不顾一切 奔进火场救出他们的孩子 因为他们对儿女的爱 远超过一切的恐惧 假若你害怕向周围的人 分享好消息 求神以他对他们的爱来 充满你的心 圣经说 神不愿意失去任何一个人 但他却要人人悔改的生命 因此 只要身旁仍有一人为信主 我们就要继续为他祈祷 以爱服侍他 与他分享好消息 只要你的社区里 还有一个人 没有在神的大家庭里 你的教会 就必须继续向外接触 一间不愿成长的教会 正是在对世界说 你下地狱吧 你愿意为这些人做什么 使他们可以进入天堂 邀请他们到教会 分享你的故事 送给他们这本书 请他们吃饭 或是每天为他们祷告 直至他们信主 你的宣交工厂 就在你的四周 圣经说 尽量争取机会 向人传福音 与他们交往时 要有智慧 是否有人 以你的缘故 得以进入天堂 是否有人 在天堂里向你道谢 说我要谢谢你 因为你关心我 向我分享救恩的好消息 以致我可以在这里 试想 在天堂 与这些人相遇 是何等喜乐的事 因为你帮助他们 能够在那里 人生最大的成就 莫过于引领一个灵魂 得着永恒的救恩 因为只有人 可以存活到永恒 在这本书里 你明白了 神给我们在世上的五个目的 成为神家里的成员 效法基督的榜样 彰显祂的荣耀 做祂施恩的仆人 以及做祂好消息的使者 在这五个使命中 唯有第五项 只能在世上完成 其他四项 在某种程度上 是会持续到永恒 故此 在世上传播好消息 是极为重要的 你只有短暂的时间 可以分享你的人生信息 完成你的使命 第三十八天 做个世界级的基督徒 耶稣给他们一个使命 你们要到世界各地去 向每一个人传扬福音 拆派我们往世界各地去 传扬你拯救大能的福音 和你给全人类永恒的计划 大使命就是你的使命 你有一个选择 你可以做个世界级的基督徒 或是个属世界的基督徒 属世基督徒仰望神 基本上是为了得到个人的满足 他们已经得救 却仍以自我为中心 他们喜欢参加音乐会 和内容丰富的研讨会 但你不会在宣教会议的场合中 遇见他们 因为他们没有兴趣 他们的祷告 专注在自己的需要 祝福和幸福 这是一个以我为第一的信仰 神如何令我的生活更舒适 他们想要利用神 去达成自己的目的 而不是被神所用去 成就他的目的 世界级的基督徒正好相反 他们知道 蒙整就是为服侍神和人 被造是为完成一个使命 他们渴求被委派个人任务 并为自己能被神所用的 这个特权而感到兴奋 世界级的基督徒 是世上唯一完全充满生命气息的人 他们的喜乐 信心和热情 是有感染力的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正在改变世界 为早起来 他们期待 神用新的方法 使用他们 你想做哪一类的基督徒 神邀请你 投入历史最伟大 最广泛 最多样化 和最有意义的目标 建立他的国度 历史是他的故事 神一直在为永恒建立他的家 没有任何事情 比这更重要 也没有任何事物 比这更持久 我们从启示路德之神的 普世宣教必要实现 有一天 大使命将成为大王公 到那日 天上将有一大群人 从各国家 各部落 各民族 各语言 来到耶稣都面前 向他敬拜 做个世界级的基督徒 让你能御常 些许天堂的滋味 当耶稣告诉他的门徒 到世界各地去 向每一个人 传扬福音时 那一群贫乏的中东门徒 大感困惑 这是否意味着 他们要步行 或骑驢 走遍世界 这是他们仅有的交通工具 要漂洋过海 走遍全世界 确实有很多天然的障碍 今天我们有飞机 轮船 火车 巴士和汽车 地球已经变成一个小小世界 每天都在缩小 你可以在数小时内 便飞越海洋 若需要 隔天又可飞回家中 一般的基督徒 有数之不尽的机会 去参加短期国际宣交 旅行社 可带你安排世界每一个角落 我们实在没有借口 不去传福音 现在 网机网路 使世界甚至变得更小 除了电话和传真的便利之外 再加上任何一个上网的信徒 几乎都可以和各地人士互通讯息 全世界就在你的指尖下 甚至很多穷乡僻壤 也能收电子邮件 即使足不出户 也可以和地球另一边的人 做福音交谈 如今 要完成传福音的大使命 远比以前容易得多 入途遥远 费用 或交通 已不再是障碍 唯一的障碍 是我们的思想取向 要成为世界级的基督徒 你必定要改变你的心思 观点和态度 如何在思想上 做事借及基督徒 从自我中心的思想 转变为 以别人为中心的思想 圣经说 朋友们 停止向小孩子般思想 要向成熟般思想 这是成为 世界级基督徒的第一步 小孩子只想自己 成年人顾及别人 神命令说 不要只顾自己的利益 也要为别人的需要着想 当然 这种心思转变并不容易 因为我们的本性 是只顾自己 加上所有的传媒广告 都鼓励我们 为自己着想 唯一能够转移 这样的思想模式的方法 只有时刻依靠神 幸好神没有披下 我们独自挣扎 神赐给我们他的灵 因此我们的思想 和现今世人的思想不同 当你与非基督谈话时 先祈求圣灵 帮助你去顾念 他们的属灵需要 你可以学习 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为你所遇到的人 做无声的呼吸祷告 说 父啊 帮助我明白 是什么事令这人 还未认识你 你的目的是去弄清楚 这人的灵命进程 然后带领他们 进一步认识基督 你可以学习保罗的心态 他说 我没有想到为自己好 只想到什么 对大家好 为要使他们得救 从区域性想法 转为全球性的想法 神是全世界的神 他总是关心整个世界 神爱世人 从起初 他便盼望每一个被造的民族 成为他家庭的一份子 圣经说 他从一人造出万族 使他们散居在整个地面上 而且为他们预先定下了年限和居住的疆界 他这样做是要他们寻求神 或者能够在摸索中找到他 世上很多人已经有全球化的思想 最大的传媒和企业集团都是跨国性的 我们和其他国家在生活上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我们有共同的时装 娱乐 音乐 运动 甚至素食品 大部分你所穿的和所吃的都是外国制造的 我们紧密相连的程度远胜于我们所了解的 现今的生活是令人兴奋的 今日地上的基督徒比任何时期都多 保罗是对的 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 也将传遍世界各地 他改变你们的生命 也正在改变各地人的生命 成为全球化思想的第一步 是开始为特定的国家祷告 世界级的基督徒经常为这世界祷告 找一座地球仪或一张地图 然后提名为一些国家祷告 圣经说 只要你向我祈求 我就把世上的万国赐给你 祷告是你向普世轩较最重要的工具 世人可以拒绝我们的爱或我们的信息 但他们却抵挡不住我们的祷告 如同洲际导航飞弹 不管是在十尺或是十万里外 都可以对准人的心灵祷告 你应该为什么祷告 圣经告诉我们 应该为这些是祷告 见证的机会 说话的勇气 人能相信信息能快速传播 以及更多的宣教工人 祷告使你与各地的人成为同工 你也应该为宣教士和其他在这广大合场的福音 同工祷告 保罗对他的祷告伙伴说 你们的祷告便是我们的帮助和支持 另一种发展全球化思想的方法 是用大使命的眼睛去阅读并留意新闻 无论何处有变动或冲突 你可以确定神会利用这些事领人到他跟前 因为人在压力与变动当中最容易接受神 由于世界正在不断加速改变 很多人对于福音的态度是前所未有的开放 转变为全球化思想的最佳途径就是尽快前往另一国家做短宣 亲身体验另一种文化是无可替代的经验 别再研究 讨论宣教了 就去做吧 我挑战你 立即委身投入 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耶稣给我们一个参与的模式 你们要走遍耶路撒冷 犹太全境和撒玛利亚 直至天涯海角 为我作证 信徒要出去到他们的社区 他们的国家 其他的文化 和其他的国家向人传福音 请注意 我们的宣教行动是同步而非逐一进行的 虽然并非每人都有宣教的恩赐 但神护照每个基督徒在某方面承担使命 向以上四类群体宣教 你是使徒行转一张八节的基督徒吗 定下目标 去参与向这四个目标群体宣教的计划 我敦促你 做好储蓄的准备 不管如何 都尽快地参加一次海外短宣 几乎每个宣教机构都能助你成行 这会扩大你的胸襟 开阔你的视野 增长你的信心 加深你的爱心 使你被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喜乐所充满 或许这便是你生命的转折点 从此时此地的想法转为永恒的想法 要善用你在世上的时间 必须经常从永恒的角度去看事物 这样能使你不自从重要的事物 岔开去为小事浪费精力 并能分辨出紧急的与最重要的事物之间的不同 保罗说 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 乃是顾念所不见的 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 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许多浪费我们经历的事物 一年后 这些事已变得无关紧要 更谈不上有任何永恒价值了 故此 不要让短暂的事占览你的生命 耶稣说 接受我所插态的工作 却不全心全意去做的人 不配祭神的国 保罗提醒我们说 尽量少理会世界堆在你面前的事物 你们所看见的世界将要过去了 你让哪些事阻碍了你的使命 什么是妨碍你成为世界级的基督徒 无论是什么 放下他们 我们就当卸下一切重担 摆脱所有拖延或缠累我们的事 耶稣告诉我们把财富积在天 该怎么做 在一段最被人误解的言论中 耶稣说 我又告诉你们 要借着属世的钱财为你自己结交朋友 到了没有钱财的时候 你们可以被迎进永恒的居所里去 耻酥的意思不是叫你们用钱去收买朋友 而是指你应该用神所给你的金钱 令人归向基督 他们将会成为你永远的朋友 当你上天堂时将得到他们的欢迎和接待 这才是你最佳的投资 你可能听过这句话 你无法带走任何东西 但圣经说你可以借着投资 在往那里的人身上预先寄过去 这样他们为自己积存真正的财富在天上 这才是安稳的永恒投资 他们在地上也能活出结果子的基督徒生命 从想出各种借口转变为想出各种有创意的方法 去完成使命 只要你愿意一定有方法 宣教机构也可以提供协助 以下是我们常用的一些借口 我只会说英语 在许多国家这正是好处 许多地方千百万的人想学英语 极想要有练习的机会 我没有什么可以贡献 你有的你的才能和经验都能在某处发挥作用 我太老了 很多宣教机构都有适合不同年龄参加者的短宣计划 不管是萨拉声称他已太老不能被神所用 或是耶利米说自己太年轻 神都拒绝接受他们的借口 主却说不要推辞说 我太年轻 因为我派你去哪里 你都要去 我吩咐你说什么 你都要说不要怕他们 因为我必常与你在一起 从旁保护你 你或许真的相信你需要从神而来的一个特别的护照 正在等候一些超自然的感觉或经验 但神已经一次一次地宣告了他的护照 我们都被召去成就身为 我们生命所定的五个目标 敬拜 团契 成长向基督 服侍和宣教使命 神不只使用他的一些百姓 他要使用他的所有百姓 我们都被赵承担使命 他要整个教会把整全的福音传给全世界 很多基督徒错过了神在他们生命中的计划 因为他们甚至从来没有求问神 是否需要他们到某处做宣教事 无论是出于恐惧或是无知 他们已自动关闭做跨文化宣教事的可能性 如果你觉得想说不 你就应当找出现存所有不同的方法和可能性 然后你要认真祷告并问神在以后的日子 要你做什么 在这历史上的关键性时刻 福音的门从来没有像现今如此地敞开 常驻宣教士的需求是极破解 如果你想要像耶稣 你必须有一颗拥抱全世界的心 你不能仅满足于你的家人和朋友归向基督 全球有超过六十亿人口 耶稣要他所有失丧的儿女被寻回 耶稣说为了我和福音丧掉性命的 反而得着生命 大使命是你的使命 而履行你的本分是活出有意义人生的秘诀 第三十九天 平衡你的生命 生活要有适当的责任感 不要像那些不认识生命意义的人 不要让邪恶人的错谬引诱你进入歧途 使你的生命失去平衡 生活平衡的人有福了 他们比任何人更持久 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 有一个项目是五项全能运动 五项运动包括手枪射击 肌剑 骑马 赛跑及游泳 运动员的目标是要五项皆有卓越表现 而非只擅长于其中一两项 你的生命也是有五个目的的五项全能赛 你必须保持均衡 在使徒行传第二章 初期教会的信徒已实行这些目的 保罗义曾在以福所书第四章解释这些目的 耶稣更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做了榜样 但是他们都总归在耶稣的最大的诫命 及大使命里 这两个宣告也为此书做了总结 神给予你的五个人生目的 一 尽心爱主 你被造成是为讨神的喜悦 因此你的人生目的是透过敬拜来爱神 二 爱人如己 你被塑造是为了要服事 因此你的人生目的是透过事工来表达你对人的爱 三 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你为使命而被造 因此你的人生目的是透过传福音去分享神的信息 四 给他们施洗 你为神的加而被造 因此你的人生目的是透过与信徒团契相交来认同他的教会 五 教训他们遵守 神创造你 为要你像基督 因此你的人生目的是透过门徒训练迈向成熟 委身于大使命及大使命时你成为伟大的基督徒 让这五个目的保持平衡并非意识 我们都偏重于自己叫热衷的目的 而忽然其他的教会意识如此 不过你可以保持生命的平衡 就是借着加入小组来互相督促 定期对自己的属灵健康做体检 借着生活日志记录自己的灵命进程 以及将自己所学传送给别人 要实行目的导向的生活 这四件是很重要的事情 你若认真想要实行 就必须养成这些习惯 与属灵伙伴或小组组员切磋讨论 要深入了解及活用这本书的原则 就必须在小组与人切磋讨论 圣经说铁磨铁磨得锋利 朋友互相切磋 材质也变得敏锐 群体学习是很有效的 透过交谈 我们的心思变得敏锐 我们的信念也会更深刻 我极力敦促你找一群朋友 组成一个目的导向生活阅读的小组 固定每周阅读几章 一起讨论每章的精益与实行方法 问一问这又如何 现在又该怎样 这对我自己 我的家庭和教会有什么意义 有关这问题 我应当做什么 保罗说 所学到的都要照着句行 阅读小组能提供 许多个人阅读所没有的好处 对于你所学到的 你可以提出意见 并聆听别人的回应 也可以讨论生活实力 彼此带导 互相鼓励 请记住 我们本来就是要一起成长的 圣经说 你们要彼此鼓励 互相建立 在你和小组一起读完本书之后 你也许还想研读 其他有关目的导向生活的书籍 是可以在小组或课程中使用的 我也鼓励你们个人查经 本书所以用超过一千处的经文 都加上了注意 我在此说明了 为什么使用许多不同的圣经译本和意义 为了要使每一章的分量适合每天阅读 我无法对于大部分以用经节期 引人人圣的背景加以解释 但其实 圣经应该要按着段落 章节 甚至整卷书来研读 我的另一本书《个人研经方法》 可以教你如何做归纳性的研读 给自己的灵命定期体检 平衡你生活的五个目的 最好的方法便是定期对自己做评估 神重视评估的习惯 圣经中至少有五次提及 我们要这样做 圣经说你们要查验自己 看看自己是否信心坚固 不要随波逐流 你为什么事都是理所当然的 定时自我检讨 要查验自己 若考验不合格 就要改善 要保持身体健康 你要做定期身体检查 由医生粮血压 体温 体重等 同样 在属灵健康上 你也要检验五种极重要的信号 敬拜 团气相交 品格成长 侍奉和传福音 耶利米劝我们 让我们省察自己的行为 重整生命归向神 在马鞍峰教会 我们建立了一个简单的 个人评估工具 帮助成千人 保持在神的五个目的里 你若想要这份目的 导向生活灵命健康评估表 你可以写信给我 你可能会很惊讶 这个不起眼的工具 竟能帮助你平衡你的生活 并使之健康成长 保罗敦促我们 你们现在的实际行动 应与起初那样热心的想法相衬 在灵修日志上 记下你的灵命进程 促进你完成 神对你生命的五个目的 的最好方法 便是写灵修日志 这不是一份记录 每天生活事物的日记 而是一份你不要忘记的 生命功课记录 圣经说 坚守我们所学的真理 是非常重要 不然我们便会大意失去 我们总是记得我们写下来的 文字帮助我们 澄清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 陶道森曾说 在你的笔尖下 思想意念会变得清晰 圣经也记载几个神 吩咐人进入灵修日志的例子 摩西尊赵主的指示 把行程祭当下来 幸好摩西顺福神的命令 记下以色列人的灵命旅程 他当时若怠惰 我们便无法学 道出埃及的人生功课 虽然你的灵命日志 不可能像摩西五经那样 广被阅读 却仍是极为重要的 新国际版圣经说 摩西记下他们行程的各种阶段 你的人生是一趟旅程 旅程是值得记录的 我盼望你会写下 在活出目的导向的人生中 你灵命旅程的每个从阶段 不要单写下愉快的经历 要向大卫记下你对神的疑惑 恐惧和挣扎 我们最伟大的功课 通常源自痛苦的经验 圣经告诉我们 神把我们的眼泪记在册子上 每当难题发生时 请记得神使用他们来完成 你人生所有的五个目的 困难迫使你仰望神 使你与别人有更亲密的相交 培养出向基督的品格 提供侍奉的机会 也给你宝贵的见证 每一个困难都是目的导向的 在痛苦的经历中 诗人在诗篇中写道 这些事要记下来 传给后代 好使将来出生的人民 可以赞美耶和华 你有责任保存记录 向后世的人见证神 如何帮助你 活出目的导向的人生 这个见证 在你离开世界之后 还要继续说话 你有责任保存记录 向后世的人见证神 如何帮助你 活出目的导向的人生 将你所学的传给人 如果你想继续成长 最好的办法 是将你所学到的传扬出去 祝福别人的 必蒙祝福 帮助别人的 必得帮助 凡将所领悟到的 与人分享 神必赏赐更多 现在你已明白 人生的目的 你的责任 就是把这信息传开去 神证呼召 你做他的使者 保罗说 现在你也要把这教训 传给那忠信可靠的人 使他们照样地 去教导别人 本书里 我已经将别人教导我 关于目的导向生活的种种传给你 现在将其传给别人 是你的责任了 你可能认识许多不知道人生目的的人 将这些真理 与你的子女 朋友 邻居 与同事分享 你知道的越多 神就更期望 你能用这知识 去帮助别人 雅各叔说 人若知道 善而不去行 就是犯罪了 知识加添我们的的责任 将目的导向人生的信息传开 不单是责任 而是人生最荣幸的特权 试想 若人人都知道自己的人生目的 世界会变得怎样的不同 保罗说 如果你把这些事 只是弟兄姊妹 你就是基督耶稣的好仆人 权为神的荣耀 我们把所学到的传扬出去 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 并拓展祂的国度 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前一夜 祂向天父报告说 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 你所托付我的事 我已成全了 当主做此祷告时 祂还畏谓我们的罪死 那么祂已成全了什么事呢 这里所指的是 是祂为人赎罪受死之外的事 答案记载在以后的二十节的导文中 耶稣告诉天父 过去三年 祂所做的事 预备门徒为神的目的而活 帮助他们认识神并爱神 教导他们彼此相爱 给他们话语 使他们成长成熟 做榜样 教他们如何服事 拆派他们出去传福音 主耶稣已做了目的 导向人生的榜样 祂也教导人如何去活出来 这就是祂为神的荣耀所做的事 今天神护照我们每个人 做同样的事 祂不但要我们 活出祂给我们的人生目的 并要我们帮助别人 也做同样的事 神要我们介绍别人认识基督 带领他们进入团祭相交 帮助他们成长成熟 并发现他们侍奉的岗位 然后拆遣他们 出去向人传福音 这就是目的导向的人生 不论你的年龄大小 你今后的生命 可以是你人生最美好的日子 你可以从今天 开始过一个目的导向的人生 第四十天 目的导向的人生 人心有许多计划 却只有主的目的才能成就 大魏在他的世代 服侍了神的旨意 为人生目的而活 是唯一真正生活的方法 否则只是生存而已 很多人为人生三个基本问题而挣扎 第一是自我认同 我是谁 第二是重要性 我重要吗 第三是影响力 我在生命中有何地位 这些答案 可以在神给你的五个目的中找到 主耶稣被定在十假的一天 在楼上为门徒洗脚 并对他们说 你们既知道这事 若是去行就有福了 你一旦知道神要你做什么 当你真正去做时 祝福就临到 四十天的目的导向之旅即将结束 现在你已明白 神对你生命的目的 若去行便蒙福 这或许意味着你要停止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人生有很多美好的事你可以去做 但神的目的是五个你一定要做的事 很可惜我们很容易分心 忘了什么是最重要的 要防止这事发生 你必须写下人生的目的宣言 并定期回头反省 什么是人生目的宣言 目的宣言是神对你人生目的的摘要 用你自己的话 誓言对神给你的五个人生目的的尾身 目的宣言并非目标清单 目标是短暂的 目的却是永远的 圣经说 它的计划永远坚立 它的旨意万代长存 目的宣言指引你人生的方向 在纸上写下你的人生目的 迫使你特别去思想你的人生路径 圣经说 知道你要往哪里去 你就能脚踏实地 人生目的宣言不仅说出你 要用你的时间 生命 金钱去做什么 也指出你不做什么 真言说 聪明人目标放在智慧的行动上 愚昧人却以追逐许多方向来开始 目的宣言为你定义成功 这宣言说出你相信什么是重要的 而不是世界说什么是重要的 这宣言定义你的价值观 保罗说 我要你们了解什么是真正重要的 目的宣言里清你的角色 在人生不同的阶段 你会有不同的角色 但你的人生目的却应永远不变 它比你任何的角色更重要 目的宣言表达你的特色 它反映使用独特方法塑造你 使你能服侍它 用点时间写下你人生目的宣言 不要一次完成 也不要想第一次就必须完美 只要灵感一到 便立即写下来 修改总比创所来得容易 当你准备你的人生目的宣言时 有五个问题你应当思考 人生的五个最重要的问题 什么是我生命的中心 这是敬拜的问题 你要为谁而活 你的生命以什么为中心来建造 你可以将你的生命以职业 家庭 嗜好 金钱 享乐或其他活动来建造 这些都是好的 但不是你生命的中心 当生命遭遇聚变时 这些事物都不能强壮到 足以支撑你 你需要一个永不动摇的中心支柱 亚撒王命令由大百姓 生命以神为中心 事实上 任何在你生命中心的 就是你的神 当你将生命交托给基督 他搬进你生命的中心 但只有透过敬拜 才能让基督继续保持 他在你心中的地位 保罗说 我祈求基督扎根建基地 住在你们心里 你怎知道 神是你生命的中心 当神在中心时 你会敬拜 当他不在中心时 你会挂念 挂念是一个警讯 显示神已被推到一旁 当你将神放回中心时 你会立时感到平安 圣经说 你会感受到 神的整体临到你身上 当主基督取代挂念 成为你生命的中心时 出了意外的美好事 便会发生 什么是我生命的品格 这是门徒训练的问题 你将会是个怎能样的人 神关心你是怎样的人 多过于你做什么 请记住 你不能带着你的职业上天堂 但你却要带着你的品格 记住永恒 写下你希望可以培养的品格特质 你或许可以考虑 从圣灵的果子 或登山宝训的八福品德开始 彼得说 你们要分外殷勤 在你拥有的恩赐外 更要建立信心 美德 属灵知识 自治 忍耐 敬钱 有爱和不爱 当你失脚跌倒时 不要灰心丧志而放弃 建立向基督的品格 是一生的功课 保罗对提摩泰说 你要紧紧保守你的品格 并留心自己的教训 在这些事上 不要偏离 只要坚持下去 什么是我生命的贡献 这是服侍的问题 你在基督身体里的事工是什么 了解自己在属灵恩赐 心性 才能 个性 和经验的组合 什么是你在神家里 最适合的角色 你要如何做出 有影响力的改变 在这身体里 是否有哪一个特别的群体 是我的特色可以服侍的 保罗指出 当你完成你的事工时 会有两个好处 你们所做的是 不但供应了信徒的需要 也使许多人越发感谢神 虽然 你被塑造去服侍 但即使是耶稣 在地上时 也没有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 你必须根据你的特色 去选择谁是你最能服侍的对象 你要问 我最想要帮助谁 耶稣说 我差派你们去接纳 长存的果子 我们每人所接的果子都不同 什么是我的人生信息 这是你对未信者的 使命的问题 你的使命宣言 是你的人生目的宣言的一部分 应包括你委身 向人分享见证与神的好消息 你也应该要列出人生功课 以及神给你向世界分享的神圣热情 当你在基督里成长时 神可能会给你一个特别的目标群体 让你向他们传福音 要记得将这一点写在你的宣言内 假若你为人父母 你的使命之一就是教养儿女认识基督 让他们明白神在他们生命中的目的 拆派他们在世上做宣教工作 你的宣言可以包括约书亚所说的话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是奉耶和华 当然 我们的生活要能支持并印证 我们要传出的人生信息 卫信者先要认为 我们是可信的 他们才会接受圣经的可信性 所以圣经说 你们行事为人 要为基督的福音带来荣耀 什么是我生命中的群体 这是团契相交的问题 你要如何表明你对其他信徒 以及与神家的连结 你要在何处与其他信徒 实行彼此的命令 你要加入哪个教会家庭 做一个有公用的成员 你越成熟便越爱基督的身体 并愿意为之牺牲 圣经说 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你应该将你对神的教会的 爱那人你的宣言中 当你思考回答这五个问题时 记下任何说道 有关这五个目的的经文 在这本书上有许多经文 你可能要花几个星期 甚至几个月的时间 去构思人生目的宣言 祷告 再加上思索 与挚友商讨 梦想神的话语 你可能要不断修改重写 才能产生最后的宣言 就算是最后的版本 你还是可能因着 神给你的洞见 或对自己特色的认识 而做出修订 你若想要以别人的宣言为范本 请写信给我 除了写下详细的人生目的宣言 亦可以写成较短的版本 或口号 来总括你的五个人生目的 以方便记忆和激励自己 并可成为每天的提醒 所罗门建议 若能够牢记在心里 随时引用 那是再好没有的 以下是一些例子 我的人生目的是 用心灵敬拜基督 用我的恩赐和特色去世奉他 与神家里的人 有团祭相交 成长向基督的品格 在世上完成他的宣教使命 让他逮着荣耀 我的人生目的是 成为基督家庭的成员 做基督品格的榜样 主恩典的诗语者 神话语的诗者 和他荣耀的彰显者 我的人生目的是 要爱基督 在基督里成长 与人分享基督 透过教会服侍基督 引领家人和其他人 同行此路 我的人生目的是 致力为身于大监命 和大使命 我的目标是向基督 我的家就是教会 我的事工是 我的使命是 我的动机是为荣耀神 你可能想知道 神在我的工作 婚姻上的旨意是什么 我应在哪里居住或上学 保释说 这是生命中次要的问题 或许有多种可能 但都是出于神对你的旨意 无论你住在哪里 在哪里工作 与谁结婚 最重要的是 完成神在你生命中的永恒计划 那些快定 应该要能支持你的人生目的 圣经说 人心有许多计划 却只有主的目的才能成就 专注于神对你人生的目的 而不是你的计划 因为唯有祂的目的 会永远长存 我曾听过一个建议说 你应根据你希望人们 在你的丧礼上说什么 来建立你的人生目的宣言 想象你那完美的诵词 然后据此写下你的宣言 坦白说 这实在是个坏主意 在你人生的终结 别人对你怎应说将不重要 唯一重要的是 神对你怎么说 圣经说 我们的目的是要取悦神 不是取悦人 有一天 神要检阅你对这些生命问题的答案 你是否让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中心 你是否建立了祂的品格 你是否奉献生命于服侍别人 你是否述说祂的信息 完成祂的使命 你是否爱教会参与在祂的家中 这些是唯一重要的事 正如保罗所说 我们的目的是满足神对我们的计划 神要使用你 大约三十年前 我注意到使图形传十三章三十六节的一句话 这句话永远地改变了我的人生 这句话只有几个字 却像冒着烟的烙印 我的生命永远地被烙上这几个字 大卫在他的世代服侍了神的旨意 我终于明白了 神为何称大卫为和我心意的人 大卫献上他的一生 完成神给他在世上的使命 再没有任何碑文 比这个宣言更伟大 试想你的墓碑上刻着 你在你的世代服侍了神的旨意 我祈求当我离世时 别人会用这句话来形容我的生命 这意义是我对你的期待 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 这句话是卓越人生的最终定义 你以这短暂有限的方式 完成永恒无限的伟业 这就是目的导向的人生 过去与将来的人 都不能在这个世代忠服侍神的旨意 只有你能 像以撕帖一样 神造你是为了现今的机会 神仍在寻找何用的人 圣经说 耶和华的眼目便查全地 一心归向他的 他必以大能扶住他们 你是神能用来满足他目的的人吗 你愿意在你的世代服侍神的旨意吗 保罗活出一个目的导向的人生 他说 我直奔雕杆 每一步都带着目的 他活着的唯一原因是 满足神对他的目的 他说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处 保罗不怕生死 无论怎样 他要完成神的目的 他不可能输 有一天历史会终结 但永恒却会延续 克里威廉说 未来的日子像神的应许一样光明 当实行你的目的显得艰困时 不要灰心放弃 记住你得到的奖赏将永远长存 圣经说 我们这至赞至轻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 永远的荣耀 你今天就能开始以目的为生 事想有一天 我们站在神的宝座前 以感恩和赞美将我们的生命献于神 这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同声说 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你是配的荣耀 尊贵 权柄的 因为你创造了万物 并且万物是因为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我们因着它的计划 永远赞美它 并为它的目的而活 接着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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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